为了助老哥高考开绿灯 竟带着一身绿色毒虫去学校迎接他 不仅头顶见毒蛙当小发奖 更是手拿绿毛猪腰缠绿曼巴 本以为能让老哥第一个看到我 谁知考场外到处都是穿着旗袍的男家长 他们高喊旗开得胜的样子简直辣眼睛 直接把我淹没在了人海之中 就在我气鼓鼓的时候 正在直播的周姐却注意到了这边 哇这个小姑娘好漂亮啊 是来接自己的哥哥姐姐的吗 她忍不住就要上前搭话 谁知一条醒目的嘉年华弹幕 突然冒了出来 千万别过去 那小女孩很危险 闻言周姐有些不明所语 而直播间更是纷纷刷屏嘲讽 周姐别理她 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危险的 快过去跟小妹妹认识一下 在众人的怂恿下周姐继续向前走去 然而下一秒嘉年华弹幕再次弹出 你们看她身上缠的是什么 与此同时周姐也爆发出一声尖叫 啊有蛇 只见一条碧绿的蛇正缠在小女孩的手腕上 大概是感受到了周姐的视线 那蛇朝着她吐了吐杏子 两颗毒牙闪着令人打寒的光芒 弹幕此时也已经疯了 卧槽卧槽 我还以为是女孩衣服上的装饰 结果居然是蛇吗 等等我看到了什么 那小女孩右手背上竟然还爬着只大蜘蛛 弹幕上的纷乱嘈杂周姐已经没空去看了 她只觉得自己浑身冰凉 因为此时那条绿漫巴就在与她对视 周围的家长这时也发现了不对劲 啊呀那小姑娘怎么回事 怎么玩蛇呀 快快快离远点 而我本来正好奇的看向周姐 此时见众人不断后退 我有些疑惑的歪了歪头 发生什么事了 我忍不住朝前走了一步 顿时所有人都齐齐的后退了一大步 见状我委屈极了 你们这是干嘛呀 来生来气的质问让众人面面相去 眼前的小女孩实在是太可爱了 让人很难对她产生乐感 这时人群中有个胆大的男人站了出来 她看着女孩手腕上丝丝吐的幸福轻舌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冷静下来 小姑娘你你别乱动 叔叔会帮助你的 侧面快速捏住蛇的七寸 可她显然是低估了蛇的反应速度 就见那蛇猛的抬起脑袋 半个身子都痒了起来 男人吓得惊叫一声 脚下不自觉的连连后退 我被男人这一嗓子也吓了一跳 抬起缠着蛇的左手挠了挠头 满脸不解的看着她 众人看到青蛇距离我的小脸竟在咫尺 全都吓得倒抽一口凉气 小姑娘别动 小心蛇 我有些错愕的抬起手腕 又看了看满脸紧张的众人 终于后知后觉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你们不是怕我 是怕我的小绿啊 我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虽然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会害怕小绿 不过 说着我就在众人无比震惊的目光中 将左手腕上的青蛇扯了下来 三下五除二的就打了个蝴蝶结 然后打开了自己的小兔子背包丢了进去 哦对了 还有痘痘 我又想起了什么 伸手把右手背上的大蜘蛛也丢进了小包包里 在场所有看到了这一幕的围观群众 全都惊恶无比的睁大了眼睛 而周姐的摄影师小刘也被吓得不轻 手臂一直僵硬着 直接把全过程一针不拉的拍了下来 直播间的弹幕先是短暂的停顿 随后便是铺天盖地的滚动了起来 舅舅就这么把蛇包里了 牛皮牛皮 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手机 在看到蛇被装进包里之后 周姐终于松了口气 好了好了家人们 刚才就是个小插曲 咱们可不能忘了这次直播的主题 距离这场考试交卷只剩下几分钟了 周姐努力想忘记刚才的事情 然而直播间的水友却不肯放过她 爷呀周姐我们还想看蛇 高考年年都有没啥新鲜的 你快带我们再看看那个小姑娘 最后周姐也没办法 只能让小刘掉转镜头 就见不远处的围栏边 女孩正一脸着急地看向里面的教学楼 那皱起的小眉头 直接让水友们大呼心疼 哎呀小姑娘这是怎么了 怎么看起来脸色有些不好啊 该不会是被蛇咬了吧 楼上你是傻子吧 要是真被咬了 现在脸色肯定都黑了 最终在水友们的怂恿下 周姐强撑的腿软走上前去 不过我并没注意她的靠近 怎么了小青 我低头轻轻拍了拍包包 好了好了 你们乖乖等一下 哥哥很快就出来了 里面立刻传来一阵嘶嘶声 经得不远处的周姐 直接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而我安抚好了包包里的小伙伴 一抬头就看到了面色苍白的周姐 哎你是刚才那个姐姐 我眨白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一领一呼 你一直看着我 是不是有事情找我啊 周姐有些肝大地摆了摆手 其实姐姐也没什么事 就是我从没见过 像你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所以想要跟你认识一下 感受到周姐的善意 我甜甜一笑 当然可以了 姐姐也长得很漂亮 简单聊了两句 周姐的心情总算放松了些 姐姐刚才看到你手里拿的蛇 还有蜘蛛 它们是你的宠物吗 我点了点头 对啊 是我的宠物小绿和豆豆 周姐不自觉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看来你很喜欢你的小宠物 姐姐家里也养了宠物 但是姐姐还是想提醒你一下 这些宠物是有补的 你跟他们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过我显然理解错了周姐的意思 原来姐姐也喜欢小动物呀 那我就给你好好介绍一下 我的小伙伴吧 说着我举起小兔子包包 一下子就拉开了拉链 刚才还温柔和善的周姐 脸色一瞬间白了下去 看到绿曼巴蛇探出了脑袋 嘶嘶地吐了两下性子 周姐感觉自己双腿 像是被冻在了原地 可我并没有发现周姐的不对劲 而是直接拿出了 被打成蝴蝶结的绿曼巴蛇 夏天贴着皮肤凉凉的可舒服了 然后我又把背上的大蜘蛛也举起来 这个猪猪叫痘痘 是个男孩子 你看他肚子圆圆的都是毛毛 很可爱吧 蜘蛛对脸的画面 直接让直播间的观众都吓上 立刻有大佬发出警告 快快快周姐快离这东西原点 这是绿毛大管珠 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毒蜘蛛之一 人被他咬后15分钟内就会死亡 可惜周姐此时根本顾不上弹幕 他正在战术性后仰 企图离这些宠物们远一些 直到我把小绿核兜兜塞回包包里 周姐才常常吐出一口气 小妹妹 那你今天来这里是要做什么呢 听到这话我小脸顿时一口 刚才的烦恼又重新冒了上来 还不是因为黄桓非要吃小箱子 我怎么劝都不听 看得出来这件事情让小女孩非常困扰 粉嫩的小嘴都不高兴的嘟了起来 周姐实在是有些好奇了 黄桓也是你的宠物吗 她为什么要吃箱子 我无奈的一探手 黄桓和小箱子都是我的宠物了 小妹妹你今天是自己过来的吗 家里人不知道你出来了呀 谁知这话一出 我立马站直了身子 大眼睛咕噜噜地扫射着四周 我是自己敲敲出来的 姐姐你可不要告诉别人 被发现了我肯定要挨骂的 我一副做坏事害怕被发现的模样 一下子打破了直播间紧张兮兮的氛围 哈哈这小姑娘也太可爱了 姐姐保证不会告诉别人 因为现在恐怕全网都知道你偷跑出来了 而周姐也是一脸无奈地看中我 全然没有注意到因为刚才我的动作太大 小兔子包包的拉链松开了个缝隙 因而拳头大小的漏斗形蜘蛛悄悄钻了出来 小朋友独自出门是不安全的 以后小妹妹 周姐正想教育我两句 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见一道绿影从眼前闪过 随后她就感觉有东西落在了自己头上 短促的一声惊叫后 周姐突然反应过来 吱吱吱吱吱蜘蛛 小妹妹 是不是你的蜘蛛跳到我 我头上了 周姐脖子一瞬间僵硬了 只能使劲转着眼珠子往上看 而我也有些意外的抬头去看 然而两人身高差的有点多 我只好伸出小手拽着周姐的裙摆 同时努力点起脚 姐姐你蹲一下吗 我看不到 然而直播间的谁友们可都看得清清楚楚 假的吧 这是不是剧本了 怎么会这妖巧蜘蛛就跳到周姐头上了 楼上有没有脑子 你给蜘蛛写个剧本让她照着眼一顿我看看 还是赶紧报警吧 周姐现在可是有生命危险了 不行不行 这种情况报警也没用 必须要小心翼翼的将蜘蛛取下来 如果激怒她肯定是会死人的 而周姐此时终于使出了吃奶的劲 咬着牙蹲了下来 小妹妹求求你 快把蜘蛛拿走 我点点头 没问题姐姐姐姐 我这就把她抓回来 听这的话所有人都秉信凝神的盯着屏幕 以为这小女孩会轻轻柔柔的把蜘蛛拿下来 谁知我直接向前一步 大大咧咧的一伸手就把蜘蛛抓了下来 然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下 伸出一根白嫩的食指 毫不留情地敲了敲蜘蛛的小脑壳 逗逗你怎么回事 咱们出来前不是都说好了 谁也不准乱跑了吗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我越说越气 你要是再这么不乖 下次出门我就不带你了 用最奶的声音 放着最凶的狠话 若是放在平常周姐早被逗了 问题她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可不是普通蜘蛛 而是一种攻击性极强的剧毒蜘蛛 她的毒牙甚至能直接咬穿人的指甲盖 人一旦被咬伤15分钟内就会死 想了想周姐还是强忍着哆嗦开口 小妹妹 你不要这样 那个 那个蜘蛛是很危险的 她觉得这小姑娘大概是不知道这玩意的可怕 所以才会把她当成宠物 谁知我却立刻摇了摇头 不是哦姐姐 逗逗才不是什么危险的毒蜘蛛呢 逗逗的全名是叫漏斗型蜘蛛 但她除了稍微调皮 其实是个很听话的小可爱 说到这 我又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对不起哦姐姐 一定是刚刚逗逗调皮吓到你 但她肯定不是不易的 你放心我会好好教训她的 说着我又抬手要去戳大蜘蛛的脑门 吓得周姐连连摆手 不不不别别别 我不怪她 看到周姐脸色惨白 以及眼中极力压制的恐惧 我终于明白了什么 姐姐 你们都很害怕痘痘和小绿吗 我有些低落地垂下了头 手指轻轻地在大蜘蛛毛茸茸的肚子上扶摸着 嘟着嘴语气十分委屈 为什么要害怕他们呀 他们真的很乖很懂事的 那委屈的小模样 直接让周姐心疼坏了 要不是她现在还腿软站不起来 真恨不能把小姑娘拉到怀里安慰一下 最后她伸出一只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姐姐相信你的话 也相信你的小伙伴都是乖孩子 姐姐不会怪她的 所以你也不要对她这么凶了 好不好 文言我眨了眨眼睛 片刻后终于破体微笑 看向周姐的眼神都亮晶晶的 就连直播间水友都被周姐难得的温柔感动的一塌糊 然而就在这时 我身上的兔子背包猛地动了两下 随后一颗绿油油的椭圆形脑袋就从缝隙里弹了出来 周围顿时爆发出一阵尖叫 啊蛇 蛇窜出来了 一瞬间我方圆十米内就成了真空地带 只有周姐还僵在原地 刚才那些温柔和勇气在看到嘶嘶吐着蛇性子 眼睛闪着危险光芒的绿曼巴石 一下子全都消散了 周姐快跑啊 这蛇大半个身子都抬起来了 这就是要进攻的姿态啊 然而任凭直播间的弹幕如何刷屏 周姐的腿就是不听使唤的又软又抖 就在这时又是一声嘹亮的尖叫在空中响起 让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抬起头 摄像镜头也随着照了过去 只见晴空中渐渐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小点 正用极快的速度打着圈盘旋 最后在摄影镜头的智能品桌下 直播间的水油反而比现场众人看得更加清晰 那是一只通体是灰黑色羽毛的鹰鸟 圆圆的脑袋上有一大簇鱼关 像是扣了个大帽子 立马就有时要按照特征去查询了资料 这是蛇雕 属于大型猛禽 平时最喜欢的食物就是蛇和蜥蜴 尤其是吃毒蛇就跟吃辣条似的 看到这条弹幕众人立马一片哗然 卧槽当才小姑娘包里不就钻出来一条毒蛇吗 你们说会不会是那蛇感受到了危险了 那蛇不是小不娘的宠物吗 要是被吃了它会很难过吧 不是哥们 你们怎么还关心上这个了 这可是猛禽呢 要是它发动起攻击 恐怕附近的人类都会受到波及啊 此时绿曼巴蛇已经爬上了我的胳膊 仰着头不停地吐着性子 显得十分躁动不安 果然 下一秒那只蛇雕就输地鼓冲下来 那速度快如流星 而它的目标显然就是我这边 小妹妹你快跟姐姐走 周姐终于鼓起勇气站起了身 拉着我就要一起跑 然而它的动作却惊到了我手腕上的绿曼巴 毒蛇猛然窜起 展开血盆大口就朝它窜了过去 周姐直接被吓得一个哆嗦 再次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而蛇雕也已经尽在咫尺 锐利无比的会上甚至闪着点点寒光 老天爷啊 我都不敢看了 要出人命了啊 然而就在众人的尖叫声中 我却挺着小胸脯挡在周姐面前 脸上表情分毫不拒 目光坚定地盯着那比我还要高的凶猛大雕 我去我看到了什么 这小女孩在保护周姐 牛批啊 面对这么大一只老鹰都不害怕呀 要是我早就吓得腿软了 弹幕上无数赞叹的话快速刷过 然而让众人震惊的是接下来的一幕 只见那蛇雕已经稳稳落在了地上 而我一手插着腰 一手指着他奶生奶气的呵斥 小灰灰你怎么回事 都说了你的头太大 随便出来会吓到人的 怎么这么不听话 而那蛇雕则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 温顺地垂着脑袋乖乖哀训 这画面让众人直呼梦幻 刚刚那个科普的还在不在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踏马叫猛情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收起了脸上气呼呼的小表情 哎呀我不是骂你了 你看刚才都把大家吓到了 你要记住哦 要是你不小心伤害了无辜的人 以后就不能自由地在天上飞了 知不知道啊 说着我还偷偷瞥了周姐一眼 把周姐看得嘴角直抽抽 看来这小姑娘想起她之前的话 就是看她这个样子 怎么有点鬼鬼祟祟的呢 这时我已经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 最后拍了拍蛇雕的脑袋 小灰灰你先回家去吧 路上要小心 不许再吓到别人了 蛇雕无奈又轻易地蹭了蹭我的手 便转头飞走了 这时周姐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 小妹妹 这只鹰也是你的宠物吗 没想到我却摆了摆小手 不是的 小灰灰是我的好朋友 她是 就在这时几个警察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你好 刚才我们接到群众报案 说这边有猛情商人 想跟几位了解一下情况 见状周姐先是惊讶了一瞬 然后就明白过来 应该是有人害怕他们真的有危险 所以就直接报了警 她十分感激地朝警察叔叔笑了笑 就是虚惊一场 麻烦你们跑一趟 我却是惊讶地捂住了嘴 什么猛情要伤害我们 在哪里 周姐无奈地服额 真不知道这小姑娘是聪明还是傻 估计她根本就没把蛇雕当猛情 这时我突然明白过来 叔叔你们说的是小灰灰啊 她不会伤害我们的 警察文言有些严肃地问道 刚才我们从远处看到了 那是一只体型很大的猛情 小朋友 你要诚实地告诉警察叔叔 那是你们家里饲养的吗 在华国 所有猛情均属于保护动物 只有一级二级的区分 都是不允许私人饲养的 因此听到警察这么说 周姐的心意下就提到了嗓子眼 然而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之下 我却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不是哦 小灰灰是我们的朋友 哥哥说小灰灰不应该属于任何人 她只属应该属于自由的天空哦 这个回答完全出乎了众人的预料 也震撼了直播间的所有人 这小姑娘说得太好了 熊鹰就是属于天空的 不过这让众人更加惊奇 照这小姑娘的意思 那只蛇雕的确是野生的 并没有被驯服 居然能够在她面前那么温顺 警察们文言都点点头 又简单地询问了一些情况就离开了 而我一再提起自己的哥哥 语气还都充满了骄傲 让周姐不由地提起了兴趣 小妹妹 感觉你哥哥是个很厉害的人呢 你能不能介绍你哥哥给姐姐认识一下呀 我歪着头想了想 可以哦 那姐姐陪我一起等哥哥出来吧 很快考试结束的铃声就响了起来 我激动地点起脚 看向教学楼的方向 然而考场外的人实在太多 一直等到考生都走完了 我也没有看到哥哥的声音 哎呀 哥哥不知道我会来接他 肯定不会在门口等我呀 我一拍自己的小脑袋 有些懊悔自己偷偷跑来 才白等了这么老半天 看着我失落的样子 周姐有些心疼 小妹妹 现在你哥哥可能已经回家了 不如姐姐送你回去吧 她可不放心让这个小姑娘一个人回家 实在是我可爱软萌的外表 让周姐完全忽略了我身上 有三个毒性强大的小保镖 我略一思考就点了点头 我也很喜欢这个漂亮姐姐 而且她也很喜欢我的小伙伴 等会回家我还可以给她介绍更多朋友 这时周姐已经跟直播间的水友们打了招呼 然后就暂时下了播 毕竟她可不能为了直播就暴露我的住址 直到跟着我走进家门 摄影师才重新开始录制 姐姐姐姐 我哥哥好像还没回来 不过没关系 我先带你去阳台上坐坐 我平时最喜欢那个小阳台了 很快画面中就出现了一个精致的阳台 其中种满了各种奇特的植物 窗边还挂着一个鸟笼 里面是一只比麻雀稍微大一些的蓝色小鸟 好可爱的小鸟 周姐正想凑上去看个清楚 冷不丁直播间又是一条醒目的弹幕冒了出来 别过去 那是蓝顶眉冬 浑身剧毒 蓝顶什么玩意儿 怎么又是剧毒 剧毒这两个字周姐都快听妈了 就见刚才那人再次发出了弹幕 蓝顶眉冬是一种东科的小型名气 主要以一种含有剧毒的甲虫为食 别看它长得好看叫声也好听 其实羽毛上就带有毒素 并且毒性十分致命 目前暂无有效的治疗办法 仿佛为了验证它的说法 这是鸟笼子里传来的几声悦耳的鸟鸟 啾啾唧唧唧 而我也在一旁捧着小脸 姐姐是不是也觉得小蓝猫很好看呀 可惜它不太乖 平时只跟哥哥亲 而且哥哥说它身上的毛毛不能碰 碰了就不能摸其他小可爱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笼子里了 周姐默默地缩回了手 在心里一遍遍高借自己千万别在手间了 接下来我蹦蹦跳跳地带着周姐等人 参观了妈妈养的花花草草 还有哥哥养的其他小鸟 最后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水族箱前 这里面的鱼鱼都是哥哥送给我的 我伸手在水族箱的玻璃上敲了两下 就见箱底的沙石轻微地动了动 露出了一条怪模怪样的鱼 姐姐你看哦 这条鱼叫小老虎 你是不是觉得它有点丑丑 其实它特别可爱 随着摄像机将那条鱼拍了得清楚 直播间再次炸了 好家伙这不是石头鱼吗 听说这是自然界中毒性最强的鱼 不过我也听说它肉质极其鲜美 溪溜真想尝一口 楼上的想吃就吃呗 就怕一辈子只能吃一次 就在弹幕疯狂讨论的时候 我已经带着周姐他们来到了另一个玻璃柜前 这里面是我最喜欢的一只小可爱了 说着我一把拉开了玻璃柜的大门 冲着里面山市错落的不经厉喊了一声 潘潘 我来找你玩了 看到这干燥的玻璃柜 周姐的头皮就不自觉地一紧 他有预感 这里面的东西绝对不会是他想看到的 果不其然 随着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过后 一道金色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周姐捂着嘴部让自己尖叫出声 身上的鸡皮疙瘩一下子就起了一大堆 果然是一条大蛇 那条蛇看上去有一米多长 通体金棕色 小小的三角形脑袋上 是比身体稍暗一些的暗金色 光滑的鳞片反射着玻璃箱顶上的灯光 显得华丽耀眼 仿若身体都是被黄金胶筑而成 他思思地吐着杏子 慢悠悠地来到了玻璃箱门口 停在了女孩面前 潘潘 你今天有没有乖乖的呀 我都要好好上课哦 现在我带小鱼姐参观家里呢 让她看看 你这个漂亮的小可爱 南妙希笑眯眯的伸手 摸了摸大蛇的脑袋 像是跟好朋友对话一样 说着她今天都做了什么 小刘经过昨天那一遭 心理承受能力也增强了不少 看到这么大一条蛇 虽然也吓了一跳 但比起周姐来说 还算是比较镇定的 摄像机镜头 稳稳地对着玻璃柜 让直播间的观众们 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 那条蛇的模样 还有小美女南妙希 跟大蛇的友爱互动 在看直播的水友们 一个个的也是头皮发麻 看着这一幕 只能说周姐直播间的观众们 人才众多 镜头给到大蛇才一会儿 就已经有人认出了 这是什么蛇 跟其他水友科普了起来 同志们 虽然我非常不愿意相信 但这的确是一条泰潘蛇 水友们大概不知道 泰潘蛇是个什么概念 这么说吧 它是陆地上最毒 连续攻击速度最快的蛇之一 泰潘蛇被称为是澳洲黑曼疤 意思是 它跟黑曼疤蛇一样 毒性极烈 但其实泰潘蛇比黑曼疤蛇更毒 一口咬下去的毒液量 足以杀死100个成年人 50万只老鼠 要是被泰潘蛇咬到 几分钟之内 没有注射泰潘蛇的抗毒血清 那就是必死的 死亡率百分百 被黑曼疤蛇咬了你 还能有个15到30分钟的时间 可以找医院呢 被泰潘蛇咬到 恐怕你都没从导航上 找到最近的医院 在哪就会直接暴毙了 今天直播间里 不少观众也看了昨天的直播 本以为黑曼疤蛇 就已经非常极致了 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还有比黑曼疤蛇更毒的存在 真是让它们大为震撼 就见那条比南妙西手臂 还要粗一圈的泰潘蛇 吐着蛇性子 抬起了上半身 把周姐吓得腿阵阵发软 真想拔腿就跑 只不过 腿像是惯了牵似的 只能待在原地 惊恐地瞪着眼睛 看着眼前这一幕 想起昨天那条黑曼疤蛇 在女孩手里乖巧的模样 周姐觉得 自己不应该这么害怕的 可是心里对蛇的恐惧 还是让它忍不住瑟瑟发抖 南妙西看着泰潘蛇 仰起上半身 一点都没有害怕 反而身体前倾 更靠近蛇身了一些 直播间的水友们 有些连呼吸 都放轻了许多 都很害怕这条蛇 会因为女孩靠得太近 而突然攻击 只不过 它们所害怕的事情 始终没有发生 那通体华丽金黄的泰潘蛇 只是吐着杏子 嘴巴都没有张开 略有些三角形的小脑袋 直接搭上了南妙西小小的肩膀上 抬起头 亲密地蹭了蹭女孩 光滑白皙的面颊 哈哈 潘潘别蹭了 怪痒痒的 你乖乖啊 等晚上 放学我还来找你玩 现在我 还要带小雨姐她们 去参观参观别的地方吗 说着 便双手握住蛇身 把她轻轻放回到了 玻璃柜的沙滩上 拍了拍她的小脑袋 关上了柜门 看到玻璃门被关闭 和那条大蛇彻底隔绝开后 周姐才终于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不少 南妙西转身跟周姐介绍道 潘潘是我三岁生日的时候 哥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可以说是 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哦 潘潘很安静 也很温柔 她是我最喜欢的朋友了 跟我也最好了 南妙西滔滔不绝地说着 这条泰潘蛇 有多么漂亮 她又多么喜欢 周姐只能硬着头皮附和 鳞片闪闪发光 确实漂亮 这时 电梯盯的一声响了 几人回头 就看到打开的电梯门内 站着一位雍容绝美的大美女 周姐看得冷了一下 随即才认出来 这就是南妙西的母亲 刚才这位大美女戴着墨镜 这摘了墨镜 真是令人更加惊艳 那双漂亮的凤眼 多看一眼 都感觉自己灵魂都要被吸进去了 真是太好看了 周姐心中感叹 难怪能生出南妙西 这么漂亮可爱的女儿 大美女美艳的红唇勾起 那勾魂射破的美目 也弯成了月牙 我刚才回来见客厅里没人 就知道 这丫头肯定是带你们上来 参观他们兄妹俩养的宠物了 午餐我已经安排上了 等会儿咱们就能开饭了 就别在这里吹冷风了 咱们还是下去喝喝茶 坐着歇一会儿吧 周姐虽然也是女人 但也被这美丽的笑容谎花了眼 这个时候 自然是美人说什么是什么 当即便二话不说 带着摄像小刘一块进了电梯 回到了刚才喝茶的客厅里 南妙西应该跟母亲关系特别好 一见到妈妈就立马扑了过去 粘在妈妈身上 到了客厅 大家各自坐好 南妙西就乖乖地坐到了小凳子上 重新清洁了茶具 开始泡茶 南母面上一直带着笑容 十分热情地跟周姐说话 让周姐有些受宠落惊的 只感觉大美人的声音 听起来都让人如沐春风 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见到你我才明白了 难怪妙妙这么漂亮 原来是因为 母亲是一位绝代家人啊 周姐的彩虹屁张口就来 把南母夸得眼着嘴倾笑出声 小周别那么夸张了 我也就是长得比一般人 好看一点点而已 在我眼里 小周也是非常漂亮的 昨天妙妙回来就跟我说了 她说 昨天她偷偷跑去一高门口等她哥哥 遇到了的很好很漂亮的大姐姐 怕她自己回家不安全 还特地把她送了回来 今天就算你没有来找我 我也是打算等 妙妙下午放学 一起去上门拜访 好好感谢你的 这丫头被我们宠坏了 胆子那么大 一个人就敢跑那么远去 也不跟家人说一声 要不是碰到了 你这样善良又美丽的女孩子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说着话 南母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满脸的担忧 南妙希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赶紧撒娇认错 我都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吗 就别说人家了 周姐被南母的感激 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其实她也没做什么 更何况 因为南妙希的出现 让她的昨天的直播热度 比预计的高了好多倍呢 您言重了 我不过就是举手之劳 这么漂亮可爱 又有礼貌的小朋友 我相信 任谁也不会想让她受到伤害的 其实周姐也理解 南母为什么会这样说 光是看住处就能想象得到 南家应该不是一般家庭 这样家庭的孩子出门的危险 比起普通人家的小孩 其实是更高的 华潭均亭别墅小区 距离沪城一高纳 可是有十几公里的距离呢 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独自一人越过小半个城市 去一个她几乎没有去过的地方 这件事光是想想 就让孩子父母感到害怕 还好孩子安全到家了 不然还不知道 家人要怎么着急恐慌呢 南母对周姐充满感激 说话的时候 都全程带着 美丽不可方物的笑容 周姐一开始 面对这样的美人贵妇 还是比较紧张的 聊了一会儿才发现 对方其实平易近人 也很温柔 这让她也慢慢放松了下来 聊到宠物的时候 周姐问出了自己 一直有些疑惑的问题 冒昧地问一下 妙妙还这么小 但我看她的宠物 都是蛇啊 蜘蛛啊这些 真的好吗 南母闻言和善地笑了笑 并没有因为周姐 这么直白的问题 而感到冒犯 她宠溺地摸了摸 南妙戏的小脑袋 笑着说道 她呀 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接触这些了 那时候看到蛇说 人家是大香肠 张嘴就要咬着吃呢 周姐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就听南母继续说道 其实这些蛇 都是很温顺的 也是妙妙 她哥哥特意挑选出来 送给妙妙的 一点都不需要担心 现在正在直播中 南母这话 可谓是一旦掀起千层浪 这话我这么不信呢 谁家会让小孩 年纪小小的 就跟毒蛇打交道 不是亲生的吧 开玩笑 哪有这么吹牛逼的 我才不信呢 大多数蛇 虽然没有十分明确的 领地意识 但毒蛇大多数 都有强烈的攻击性 怎么可以跟小孩子 放在一起啊 楼上说的不完全 黑曼巴蛇和泰潘蛇 都是有很强的领地意识的 尤其是 在他们产卵的时候 领地意识尤其强烈 其他生物稍微靠近 都会被攻击 我约 看见楼上说的 我更害怕了 父母要是没大病 肯定不会让自己宝贝女儿 跟那种可怕的东西 放在一起 直播间 众人先是震惊 再到不信任 到现在的口诛笔伐 觉得南母 就是在说谎吹牛 南母看不到弹幕 不过也看出 周姐不太相信她的话 拍了拍南妙西的小闹道 妙妙 去把你的相册 拿来给你小雨姐看看 让别人看看 你这小皮猴小时候 是怎么欺负潘潘的 妙妙被自己妈妈 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 还是颠颠地跑去 拿来了相册 小雨姐你看吧 这些就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翻开相册 才看到第一张照片 周姐就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她刚才在南妙西 去拿相册的时候 也看到了弹幕上的那些质疑 此时看到照片 就询问了南母 这些照片 可不可以给直播间的观众们看 得到允许之后 摄像师小刘才把镜头 对准了周姐手里的相册 就见照片里 是个粉雕玉琢的小娃娃 头上扎着两个可爱的小啾啾 还戴着个生日帽 赤着脚坐在地毯上 胖乎乎的小手里 抓着一条十来厘米 拇指粗细的小蛇 正在往嘴里塞 这张照片 是我三岁生日的时候拍的 哥哥把潘潘送给我 我以为是好吃的 就放进嘴里了 南妙西不好意思地 跟周姐解释 这张照片当时的情况 直播间 刚才一个个 还在不停质疑南母那些话的谁友们 此时都震惊了 居然还真有人 让自己那么小的女儿 接触毒蛇啊 我截图对比过了 照片上的蛇 就是泰潘蛇的幼年体 这一家人还真是恐怖 这个蛇小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不过掉我身上 我也是要跳激光雨的 在众人的震惊中 也有人特立独行的 切 这么小的蛇 有什么可怕的 跟个小丘影似的 有什么大不了 看把你们吓得 这话一出 立马就遭到了许多谁友的狂队 让你读书你非要碾猪 没文化就别说话好吗 真是大言不察 你是不知道 所谓毒蛇 天生就是带毒的吗 说人家是小蚯蚓 一口就能让你全家升天 真是笑死 你该不会以为这么说 就显得你胆子很大吧 其实只会让人感觉到你的无知 被众人这么连番怒对 那人灰溜溜地逼了脉 再也不敢 发表什么睿智言论了 之后也有不少弹幕 表示蛇是冷血动物 没有感情 就算当宠物从小养 也是养不熟的 虽然得到了一小部分水友的附和 还是没有太多人认同 毕竟人家三岁 就开始养的蛇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那条叫攀攀的泰攀蛇 对南妙溪那么亲密 肯定是有感情的 所以 大家都觉得 这种说法 并不太能站得住脚 周姐他们又聊了几句 男母就说去 厨房看看菜品的准备情况离开了 又喝了两杯茶 周姐 有些坐不住了 她本来就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 刚才又听着母女俩 多次提到了那个 从未路过面的哥哥 这让周姐心里 一直都像是 有个钩子挠式的痒痒 真想知道 那位哥哥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问了南妙溪 得知她哥哥 今天出去了不在家 让她有些失望 不过转念一想 或许可以去南妙溪 她哥哥房间看一看啊 说不定能看到 什么非同一般的东西 周姐看着南妙溪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忍不住地问道 妙妙 在你口中 哥哥那么厉害 让我很好奇哦 你能不能带姐姐 去哥哥房间参观一下 之前周姐 开口询问的事情 南妙溪 几乎是完全没有任何拒绝的 本以为只是参观一下 房间这样的小事 对方应该 也会同意的才是 谁知对方 甚至都没有犹豫 直接坚决地摇了摇头 不行哦 小雨姐 周姐有些意外 下意识地脱口问道 啊 哥哥的房间 不可以参观吗 刚刚南妙溪 明明已经要带他们 参观各个房间了 只不过是被打断了而已 按照刚才的参观行程 难道不是会继续上楼的吗 南妙溪还是摇头 说道 不是不可以参观哦 如果小雨姐 想去的话 我是不会阻拦的 只是我不会带着小雨姐去 这个回答 让周姐更加疑惑了 就听对方继续说道 哥哥的房间里 有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 好吓人的 妙妙可不想去 只要小雨姐胆子够大不害怕 当然是可以去参观的 我肯定不拦着 周姐本来还疑惑 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忌讳 没想到听到的是这样的答案 这让周姐瞬间想到了 认识南妙溪之后 见识到的那些东西 黑曼巴蛇 漏斗形蜘蛛 蓝毒剑蛙 蛇雕 蓝顶梅冬 石头鱼 还有陆地上最毒的毒蛇 泰潘蛇 这里面哪个不是剧毒之物 别说看见了 光是听着这些东西的名字 都让周姐感觉不寒而栗 可这些动物 在南妙溪手里 却比小猫小狗 都还要乖巧温顺 现在得知 南妙溪哥哥的房间里 有让她都感觉到可怕的东西 那会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啊 周姐甚至都有些不太敢想象 那会是个什么画面 直播间的水友们 看着小美女说完那句话之后 周姐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 甚至眼尖的 还看到周姐手臂 和脖子上的鸡皮疙瘩 汗毛都立了起来 不敢面对南妙溪漂亮的大眼睛 撇过头去说了声 没事 我就是随便问问 不是真的想去 一个个的都笑得不行 哎呀 天不怕地不怕的周姐 从见到这小美女之后 脸都丢尽了 这辈子的鸡皮疙瘩都掉完了 真是笑死 你看周姐那个反应 也太搞笑了吧 哈哈 明明是周姐自己说想去的 结果人家妙妙说 让她去 她又耸成这样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周姐呢 周姐这不是耸 只是从心而已 哈哈哈哈 不一会儿 午餐就已经准备好了 南母过来招呼几人 去餐厅用餐 餐厅就在客厅旁边 走了几步就到了 看清楚大餐桌上的菜色 着实又把周姐给震惊了一把 满桌子色香味 巨全的美味佳肴 简直都赶上 人均上万的高档料理餐厅了 光是看着菜肴的色泽 闻着香味 都能想象到 这得有多好吃 身为千万级网红的周姐 家底也算丰厚 好东西也是吃过的 自然知道 这一桌子绝对都价值不菲 摄像机被放在了餐厅的一角 调整好角度之后 摄影师小刘也被邀请入了座 这个角度 只能看到南母曼庙的背影 让水友们一阵阵失望 之前拍摄的时候 小刘都是按照要求 没有让南母过脸的 可让这些直播间的水友们 着急死了 只不过他们也知道 即便是周姐直播 那也是要尊重当事人的隐私的 人家不想上镜 自然就不能自作主张 周姐看到直播间 不少人要求 见识见识小美女的妈妈 长什么样 直接就当做没看到 美滋滋地 跟着养眼的母女俩 一起用起了餐 吃着饭 南妙溪说她放暑假了 想要回老家去过暑假 但是回去老家了 就没有小朋友跟她玩了 觉得有点孤单 听着南母安慰女儿 周姐心中思绪不断翻滚 刚才她看过直播间的数据了 这次直播 比起昨天的热度 也不遑多让 可见南妙溪是个 很有话题热度 简直可以说 是自带流量的小仙女 周姐本来就很喜欢 这个可爱的小姑娘 现在更觉得 自己应该跟对方 有更深入的合作交流 于是便开口说道 我听妙妙说 老家是在景宁啊 我姑姑家其实就是景宁的 暑假我刚好也要去看我姑姑 不如到时候 就跟妙妙一起去吧 南母本来还因为女儿说 没人陪她玩有些担心呢 这就听到周姐说 可以陪着妙妙一起 瞬间眼睛一亮 这妖巧 好好好 妙妙可喜欢你了 要是能跟你一起回去 肯定会很高兴的 是不是啊 妙妙 南妙溪也十分惊喜 用力地点了点头 好啊好啊 可以跟小鱼姐一块回老家玩 真是太好了 南母肉眼可见地开心 十分热情地跟周姐说着话 你别看妙妙在人前那么乖巧听话 时间久了就知道她是个皮猴了 到时候可是要辛苦你了 到时候 小鱼姐是不是可以跟妙妙同吃同住 天天陪我玩了 南妙溪见母亲 直接同意了她和周姐一起回乡下老家 当即高兴得不得了 兴奋地想要再次确定 谁知南母却没有想她想的那样点头 而是解释道 傻妙妙 你小鱼姐到时候 当然是回人家姑姑家里了 就是跟你同路一块回景宁 南妙溪原本兴奋的小脸 听到这话一下子就垮了下来 啊 这样啊 那好吧 见到女儿失落 南母面上的笑容也略微淡了一些 妙妙乖 乡下老家也是有小朋友的 你那么可爱 肯定没多久就能认识新朋友了 妙妙对母亲笑了笑 接受了这个安慰 不过显然没有刚才那样高兴了 周姐看着眼前画面 有些不忍 谁能放任这样一大一小两个美人 在自己面前不开心呢 其实我回我姑姑家 就是帮她带点东西过去 没什么要紧事 当然可以陪妙妙一起住了 到时候妙妙可别嫌弃 天天都能看到 我就好了 周姐这话一出 餐桌上的母女俩 都瞪大了眼睛看了过来 妙妙是激动的 南母却是有些不好意思 那怎么行呢 小周啊 我知道你是好心 但是老家环境很恶劣的 你不用为了迁就妙妙 就这么委屈自己 南母显然是觉得 周姐会这么说 就是因为看到妙妙得知 不能跟她一起住 时候失落的表情 这可不行 怎么能让别人 为了迁就自己女儿 而做出这么大的让步呢 还想继续劝周姐 不料对方却摆了白手 您别担心 我小时候每年放假的时候 都会回老家的 肯定住的惯 都是小问题 周姐拍着胸脯保证 让南母也不好再说什么 好吧 那到时候就要辛苦你了 我们家妙妙大部分时候 都还是很乖的 她要是调皮 你尽管教训就是 哪有吗 妙妙一直都很乖的好不好 南妙西撒叫着反驳母亲的话 饭桌上的气氛 很快又变得其乐融融 周姐和南母两人 商量了一下具体的时间 约好了到时候 一块从护城出发 开开心心吃完了这一顿饭 双方互相交换了一下 私人联系方式 也算是交下了彼此这个朋友 南妙西的学校 放假得比较早 也就是这两天了 既然答应了 到时候要跟他们一块回老家 周姐自然要回公司 跟老板汇报一下情况的 告别了南妙西 周姐带着小刘一块 去了公司 老板在办公室里 看着今天周姐的直播数据 还是挺满意的 虽然没有昨天那么高 但热度还是保持了下来 因为这场直播 持续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第二天才把剪辑版的 弄好放了出去 大家一看 标题是去那个 满身毒宠的女孩家采访 一个个都好奇地点 进视频 想看个究竟 这次视频的浏览量 比起第一期 那也是不慌多让 老板甚至都想让周姐 再去人家小女孩家几趟 最好能拍出一个系列来 周姐当然不会同意 人家也有自己的正常生活 总不能因为自己是网红 需要热度 就一直去打扰别人吧 被周姐拒绝 老板有些不太高兴 又看到周姐这么快 就申请几天后休假 就更加不高兴了 不行 现在你正有热度 这个时候休假 岂不是浪费了 刚拉起来的流量 你这么做 对得起公司 给你买的那么多推荐位吗 老板板板着脸 严肃地训斥周姐 周姐可不是那种好脾气的人 再说了 粉丝多热度高的人 腰杆子就是硬 他直接就呛声回对 该做的工作 我都已经做完了 人家可是住在华潭军亭的 别说是我了 换任何一个人 你觉得敢随便去打扰他们吗 还想让我跟到 人家小姑娘学校去 你觉得 这种家庭的孩子上的 会是普通学校吗 你敢私自去吗 能不能有点常识 不经过别人允许偷拍 是违法的 老板被周姐这 毫不留情的一顿狂队 气得吹胡子瞪眼的 可对方又说得有理有据 让他有些无法反驳 只能往别的方面发火 老板很想指着周姐 鼻子直接开骂的 可人家是有千万粉丝的大网红 也是公司里顶门利户的 大摇前述 老板就算心里气得要死 也不能彻底跟对方撕破脸 得罪了他 忍着满肚子的怒气 老板问道 那你说 你现在热度这么高 你休时要假 什么事情这么要紧 非要现在去办 周姐撇了撇嘴 淡淡地道 家里有事 要回老家一趟 老板听到这话 立马警惕了起来 你不会是要回老家相亲吧 我告诉你 咱们合同上是有规定的 合约期间不经过公司允许 不能私自谈恋爱 结婚 周姐翻了个白眼 妾 老板你想哪儿去了 我还用得着相亲 我要是想找对象 什么样的找不来 都说了是私事了 而且 我也不是单纯只休假 到时候 我会跟妙妙一起回老家 到时候 路上拍点素材回来 也能剪个视频发一期 周姐想的是 跟男家打好关系 最后以后能够细水长流 而老板这边 则是想着杀鸡取卵 趁着现在有热度 狠狠地把南妙西身上的 所有利益全都榨干 根本不在乎 对方会不会因为 他们的做法 而有什么怨言 两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 自然会产生 这样的矛盾分歧 周姐告诉老板这件事 也是想让老板知道 让她休假 也是有利可图的 老板却是眼睛一亮 你是说 到时候 你会跟那个小女孩 一块回老家是吗 周姐点点头 我也可能会在妙妙家里 住几天 所以多申请几天假 老板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简直就是两眼放光 刚才的愤怒 全都一扫而空 脸上满是笑容 什么假期不假期的 这都是小事 我肯定是不能不 给周姐这个面子的 我直接给你批半个月的 待薪休假 你觉得怎么样 周姐被老板这话 说得惊住了 有些没反应过来 对方这是什么意思 就听老板将她的想法 说了一遍 简单来讲 就是想让周姐 回老家的时候 带上他们团队的人 直接从路上就开始直播 最好住在小女孩家里的时候 也每天都直播 趁着这次热度还在 能多播一次是一次 争取能继续保持 现在的流量 周姐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不过老板也知道 周姐这人吃软不吃硬 为了利益 自然也可以弯得下腰 她说好话哄着 最后跟周姐说 这些其实就是一些 比较正常的工作 也没有让你 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你完全可以 询问一下当事人 他们要是同意你 就没什么好拒绝 得了不是 老板这话 让周姐有些动摇了 她本来就是想着 跟南妙西回家的路上 在争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拍点素材回去 既然老板都这么说了 也不是不行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周姐当天便回去打电话 和南母进行了一下沟通 南母对此 倒是没有什么不同意的 只是要求 不能透露老家详细的地址 之类一些非常合理的要求 周姐全都欣然同意 这些即便是南母不说 她也不会那么去做的 过了一个星期 到了双方约定好的时间 周姐早早地 就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 助理开着公司的车 载着周姐和摄影师等人 一块来到了华潭军艇 直接接到过业主的吩咐 保安自然没有阻拦 来到南家门口 周姐一下车 就看到了等在门口的南妙西 小鱼姐 你来了 一看到周姐 南妙西就高兴地迎了上来 今天她穿着一条 冰蓝色的蓬蓬裙 头上用铜色系的发带 在马尾边上 扎了个大大的蝴蝶结 看起来真是可爱极了 周姐轻易地摸了摸 南妙西的小脑袋 任由她牵着自己的手 往家里走 啊 你妈妈现在不在家呀 周姐有些意外 南妙西嘟着嘴 不是很高兴地点了点头 对啊 本来我们都已经收拾好东西 在等小鱼姐过来了 结果妈妈突然接到了个电话 要去公司处理一些 很重要的事情 经过南妙西的讲述 周姐心里有些堵 看样子 南母现在是走不开了 难道这次计划 就要这么夭折了吗 心中轻叹一声 周姐都有些能预感到 这是要是告诉了老板 那老头不知道 要怎么暴跳如雷呢 好吧 那也没有办法 咱们只能下次再一块回去了 周姐虽然有些失望 但也没有太过在意 有些事情 可能就是缘分不道 所以办不成 也抢求不来 大概是看到周姐面上的表情 有些失望 南妙西抿着小嘴 心里也有些不好受 突然就见南妙西眼睛一亮 像是突然想到了 什么好主意 小鱼姐 其实也不用下一次 这次也还是可以的 周姐也重燃了希望 看向南妙西 等着她继续说 就听对方说道 既然妈妈要忙工作 那就我就直接跟你一块回老家 不就好了吗 这样 妈妈可以继续工作 我们也可以开开心心地一起玩啊 周姐听到这个注意 有些迟疑 南家的千金小姐 怎么能单独跟着自己这个 才见过几次面对陌生人 一块去那么远的地方呢 她家里人 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吧 周姐把自己的担忧 跟南妙西说了 就见对方拍着小胸脯 跟周姐保证 这事就包在她身上了 半个多小时会后 周姐招呼车上的摄像师和助理 过来帮忙搬行李 只能说 不愧是南家备受宠爱的小公主 带着两个超大号的卡通行李箱 周姐本来想自己提下去的 结果试了试发现 自己做不到 只能让其他人来帮忙了 直播间开启 大家看到的周姐 站在一栋很漂亮的别墅前 旁边还有个超级可爱的小萝莉 咦 周姐这是在哪啊 怎么还有这个小美女在 周姐今天直播 是要带着小美女一起吗 小美女今天带蛇了吗 哇 今天妙妙这条裙子 好漂亮啊 求个链接啊 楼上有钱啊 这条裙子我刚好看到过照片 正版要13万5 我约 就这么一条小裙子 13万 好吧 听到价格我已死心 谁友们呼呼啦啦地涌入了直播间 看到眼前画面都十分不解 七嘴八舌地问着情况 周姐表示 他们现在是要回老家去 刚好他和南妙溪的老家离得很近 就决定一起回去 不少谁友都大呼 两人有缘分 没想到 在一高门口的意外偶遇 居然还让两人成为了朋友 看着一大一小两个美女的友爱互动 不少人都还是挺喜欢看的 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这世上大多数人 还都是喜欢看美好的人事物的 就在直播弹幕和主播温馨互动的时候 突然有人发出了疑问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周姐和人家小姑娘 也不过才认识了十天吧 这就能单独一块出行了吗 这条弹幕的出现 立马引发了许多人的讨论 对啊 这多少有点不符合常理了吧 谁家家长心这么大 能让孩子随随便便 跟不熟悉的陌生人出门 之前看直播我就说了 怀疑这小女孩 不是她爹妈亲生的 从小就把她 跟那些有毒的东西放一起不说 现在还根本不管她的安危 周姐会不会是悄悄 把人家小孩骗出来的啊 我才不信 家长能同意呢 我要是有这么可爱的女儿 肯定护得跟眼珠子似的 怎么会放心这样 看着弹幕上七嘴八舌的 都是说这个问题的 周姐有些无语 开口解释了一下 我是经过了妙妙家长的同意 才和她一起回老家的 不存在任何的欺骗 隐瞒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虽然周姐这么说了 但并没有让众人相信 还是有人发出质疑 你光嘴上一说 怎么证明人家家长同意过的啊 小孩还这么小 虽然也有人帮忙说话 但还是很快 就被淹没在了质疑声中 很多人都认为 周姐这么做不合适 就在此时 一条一千块的醒目流言 让众人瞪大了双眼 我可以证明 因为是我亲口同意的 看到这条醒目流言 众人一片哗然 在谁友们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发这条 醒目流言的ID 刷了一整套梦幻礼物 众人震惊不已 这可真是大手笔啊 一整套梦幻礼物 是包括梦幻城堡 梦幻星球 梦幻火箭 这些最贵礼物的 加在一起 价值差不多就有15万了 谁友们赞叹着这位的豪爽 脑子也快速转动 很快就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这个该不会就是 妙妙的妈妈吧 真牛批啊 这是个刚注册的小号 应该是专门来看 周姐直播的吧 厉害啊 一出手就是15万的礼物 应该是妙妙妈妈无疑了 就见那个ID 又发送了一条 一千块的醒目流言 大家可不要欺负 我们周姐和妙妙哦 我可是都能看得到呢 此言一出 众人才想起 刚才那么多弹幕 质疑周姐的画面 原来人家妙妙妈妈 一直都在看着直播呢 他们还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关心人家家长 是不是太心大了 就这么放心的 让才几岁的孩子 跟这个认识不过 十天的陌生人出远门 直播间里 顿时不少谁有 都乖乖地认起了错 说自己刚才多心了 他们应该相信周姐的人品的 这个小风波 很快就过去了 几人也都把行李 装好坐上了车 周姐这两是她自己的车 坐着比较舒服 她和妙妙坐在后排 用手机自己开直播 助理在前面负责开车 行李和一些直播设备之类的 就在后面那辆公司的车上 这让直播间谁友们 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还以为 周姐是要让穿着 蓬蓬裙的可爱小公主 跟他们那么多人和设备 挤在小面包车里呢 在车上 为了不让观众们觉得很无聊 周姐就讲起了 刚才和南妙溪 在家里发生的事情 你们是不知道 我刚才喊妙妙下楼的时候 是被怎么吓了一跳的 原来南妙溪跟周姐 表示她可以一个人 跟周姐一起回老家之后 就哒哒哒地 跑到了楼上自己的房间 去给母亲打电话去了 周姐也不知道 母女俩都说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 就接到了南妙打给她打电话 南妙告诉周姐 妙妙说的事情她同意了 让她放心带着妙妙去就好了 交流之下 周姐才知道 原来是那个机灵的小家伙 给出的主意 说周姐可以开直播 妈妈在手机里 不就能一直看到他们了 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这个消息对于周姐来说 那简直就是 天上直接掉了馅饼了 本来在来的路上 还在想着 开直播这事 不太好开口呢 过来之后 知道南木有事去不了 以为这事已经黄了 谁知道峰回路转 居然是南妙溪 自己要求 让她开直播的 还真是柳暗花名又一村呢 周姐自然是满口答应了下来 这事 她还有些求之不得呢 确定了 要继续跟南妙溪一起回老家 周姐就想着 要不要帮小姑娘 收拾一下行李什么的 结果坐电梯上了 楼喊南妙溪的时候 一开电梯门 就把她给震住了 就见南妙溪纤细的脖子上 挂着一条金棕色的大围巾 那围巾 还丝丝地吐着杏子 眼神不善地看向了她 眼角余光 还看到南妙溪手腕上 缠着那条黑曼巴蛇 周姐当即就浑身僵硬 站在原地不敢动了 这还不算 就见女孩 居然还从自己口袋里 掏出了一只像一颗蓝宝石一般的蓝剑毒啊 苗 妙妙 你怎么把她们都 都带在身上了呀 周姐的声音 都有些颤抖了 就见南妙溪嘟着嘴巴 娇俏地说道 还不是外面太热了 我就想 把她们都挂在身上 这样能凉快些呀 周姐咽了口口水 心里疯狂尖叫 这可不行 这要是同意了 那可就要全程都跟这些东西待在一起了 车厢就那么小一点 到时候 她可是连跑都没地方跑了 怎么会呢 姐姐车上的空调效果非常好的 坐在车上 肯定不会感觉热的 好说歹说的 才终于让南妙溪打消了 全程让这些小东西 挂在她身上的想法 说到这里的时候 周姐还后趴地拍了拍胸口 一副松了一大口气的样子 弹幕上这时候 已经笑疯了 周姐讲得十分生动 把直播间的水友们 逗得前仰后合的 明明只是回忆一下 我都看到周姐手臂 上得鸡皮疙瘩了 笑死 听着我都已经有画面感了 周姐当时肯定都要吓哭了吧 妙妙也太可爱了 居然要那泰潘蛇 当围巾降温啊 周姐说她强调了好几遍 自己的车空调很好使 笑死我了 空调差点就不如蛇好使了 在弹幕的一片嘲笑中 南妙溪小声地询问周姐 姐姐 你一直对着手机说话 这就是在直播了对不对 周姐点了点头 之前在南妙溪家里那次 对方就问过她 为什么总这么喜欢 对着手机讲话 周姐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还是十分认真的 跟南妙溪解释她 这是在直播 直播就是可以让其他人通过手 就看到她现在在做什么 虽然当时女孩 还并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 不过看得出她还是理解了一些的 毕竟她都能用这个来说服妈妈 可见小姑娘虽然年龄小 但还是非常聪明 逻辑十分清晰的 周姐做直播这么久了 还是很会找话题的 一路上倒是也不无聊 看着窗外的风景 一点点地从高楼大厦 变成了矮楼小屋 最后又变成了田园和树林 周姐的心情也越发地放松了下来 护城距离仅宁有三百多公里 其实也不算太远 不过因为是乡下 再下了高速之后路 就开始不是很好了 前几日这边下过雨 路上更是坑坑洼洼的 要不是周姐 这辆车的抗震效果不错 恐怕两个坐在后座上的人 都要被颠得飞起来了 整体来说 这一路上也还算是顺利 除了半路上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 南妙溪把太盘蛇拿出来放风 差点吓哭周姐的小助理这件事 还好有导航 不然这地方还真不一定能找得到 开车的助理拉起手刹 感叹一声 周姐他们这一路 先去了姑姑家一趟 把父母要给姑姑带的东西放下 吃了炖午饭 就继续开着车朝着南妙溪老家去了 虽说周姐姑姑家和南妙溪老家 都是紧名的 但路不好走 老家的位置又太过偏僻 一直到下午四五点才到了地方 六月份的护城气温 已经能达到三十五六度了 本以为离开了空调 下了车肯定是酷热扑面而来 谁知道打开车门出来 发现居然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预料之中的滚滚热浪 反而空气还让人感觉十分清爽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如此难得的清新空气 周姐只觉得 自己的五脏六腑 仿佛都被净化了一遍一般 入墓地是大片大片的绿色 光是看看周围的环境 周姐就感觉 一直盯着手机屏幕 而有些干涩的眼睛 得到了缓和和治愈 小玉姐稍微等一下哦 她们很快就会过来接我们了 她们现在停车的位置 在一个岔路口 这里大概是因为前几日下雨 有一棵树倒在了路上 因为这里已经属于深山里了 即便是有导航 也不知道除了这条路之外 还能从哪里到村子里 只能联系男母 通知老家的家里人 过来接一下 在这样的深山里 自然也不用害怕 拍到什么路标之类的 暴露具体地址了 周姐大大方方地 拍摄着周围的秀丽景色 给直播间的观众们看 哇 周姐这是到了什么风景区吗 这里看着真不错呀 郁郁葱葱地 看着就是比高楼伶俐的 大城市舒服呢 周姐这是来休假的是吧 羡慕啊 不是风景区哦 这里就是妙妙老家附近的山了 这里真的很漂亮呢 能生活在这种环境里 肯定身体很好 周姐跟弹幕互动了几句 就和南庙西拉 着手东走走西看看的 果然如女孩所说的 不一会儿就几个男人过来了 他们一看到南庙西等人 就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不过说的是 方言口音有些重的普通话 周姐只能连蒙带猜的 猜测对方是什么意思 勉强对着话 谁有门看着这一幕 真是乐开了花 他们的方言我能听懂 人家问周姐吃没吃午饭 周姐回人家路上还挺顺利 笑死 哈哈 这就是传说中的跨服聊天吧 真是乐死我了 周姐还跟人家比划上手势了 这是打算手语交流啊 村民们看起来好热情啊 真是个不错的好地方呢 在周姐和村民们 一阵激通压讲之后 对方跟助理和摄像师他们 一起齐心合力地 将那棵挡路的树抬走 清理了一下路面 很快就可以正常同行了 重新坐回车里 周姐悄悄跟南庙西说 自己听不懂他们的方言 小姑娘笑嘻嘻地安慰周姐 放心吧小玉姐 这个简单 之后你哪句听不懂了 就悄悄拉我一下 我小声给你翻译 得到南庙西的保证 周姐立马安心了不少 很快 一行人就到了村里 在南庙西的指点下 车停在了一处院子前 因为院子在楼梯上面 还有围墙 下了车并没有太注意到 是什么样的房子 直到周姐 拉着南庙西的小手 一步步地走上台阶 跨过门槛 从敞开的红漆大幕门里 走进院子 一下子就愣在了原地 只有进来才知道 这个院子居然这么大 光是从大门口到房子正厅 就得有个百十米 院子里错落地 种着花花草草 左边是一个里面 立着一座小假山的池塘 池塘缸里 鸡尾胖乎乎的井里 摇摇摆摆地在池中游动着 院子右边 则是一块很宽阔的空地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当中的那一架鞦韆 啊 我的小鞦韆 想死我了 南庙西兴奋地 冲着鞦韆就跑了过去 坐在鞦韆上 吊着的精致小木椅子上 一晃一晃地 就荡了起来 哈哈哈哈 小鱼姐 你也来啊 这个鞦韆可好玩了 看南庙西玩得开心 周姐也笑着抬腿走了过去 不过她并没有坐在鞦韆上 而是站到了南庙西身后 轻轻地帮她推着鞦韆 控制着力度 不让她当得太高 穿着漂亮小裙子的可爱女孩 坐在精致的小鞦韆上 后面还有个美女 一脸温柔笑容地 帮她推着鞦韆 身后 还有盛开着的一层 从各色与美人 这画面唯美的 让直播间的谁友们 一个个都直呼受不了 老天爷啊 以前我都get不到周姐的颜值 现在我终于误了 真美啊 这画面也太棒了吧 真是每一帧都可以截图下来 直接当瓶宝啊 一时之间竟然有些不知道 该羡慕谁了 妙妙也太可爱了 哇 我一定要生个跟妙妙 一个可爱的女儿 周姐周姐 老婆老婆 我在现场 我是池子里的其中一条警理 真是美极了 多看一眼 都能原地生鲜了 楼上的笑死我了 你就是个生鲜吧 哈哈哈 直播间热热闹闹 现场也十分热闹 等助理等人 把行李都拎上来的时候 从气派正屋里 也出来了一行人 见到南妙熙一个个 都高兴得不得了 热情地招呼着众人进去 又是问路上 辛不辛苦累不累的 又是帮拿行李的 热热闹闹的 把众人带到屋里休息去了 天色很快就黑了下来 南妙熙很快就玩得累了 也饿了 妙妙总算是饿了 我们早就 给你准备了好吃的了 换个衣服 咱们赶紧一块去吧 一个婶婶听到南妙熙说 立马就过来招呼大家 一块去吃饭 周杰本来以为在乡下 吃的肯定都是些家常菜了 看着这里的环境 都能预想到 肯定能吃到 各种天然无污染的美味佳肴 没想到被领着到 吃饭的地方时 周杰直接就被震惊了 连直播间 一直都在看直播的观众们 也都被震撼到了 周杰等人 被带到了一处 村里的大广场上 广场上居然有 好几个篝火队 周杰和谁友们 完全都想象不到 村里为了欢迎他们 居然专门搞了个篝火晚会 看到村民们一张张 灿烂热情的笑脸 周杰等人也都被感染 不由自主地融入了他们 大家一边吃着烤肉 一边唱着歌 围着篝火跳着舞 这还是周杰第一次 参加村里面 自己搞的篝火晚会 这种热闹的氛围 还真不是电视节目上 那种刻意为之的 节目效果能比的 跟着大家一块唱歌 唱的嗓子都有些哑了 南妙西也玩得非常开心 和大家一块 围着篝火快乐地跳舞 大家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那豪爽的模样 光是让人看着 都感觉到了幸福 篝火晚会也进行了直播 谁友们真是羡慕坏了 恨不得当场就订机票过来 跟周杰他们一块唱一块跳 一直到深夜 这场热热闹闹的欢迎晚会 才算正式结束 周杰跟南妙西手牵着手 一块回老宅去 大概是因为 跳舞跳得太高兴了 体力好费太大 刚洗漱完一沾床 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周杰还没睡醒 房门就被敲响了 家里已经给准备好了 一桌子早餐 喊她起来吃饭 在别人家住 肯定是不能赖床不起的 起来洗漱吃了早饭 周杰就把直播又给打开了 看到自己直播间的情况 周杰都惊呆了 你们这是 多住在我直播间了是吧 我这才刚开播 就这么多人在了 周杰周杰早上好 今天是不是终于可以见到 妙妙她哥哥了 对啊对啊 我惦记了一晚上了 什么时候去采访妙妙她哥哥啊 我也想看看 那位能送给三岁小女孩 泰潘蛇的神人 到底长什么样 看着一条条弹幕划过 周杰才突然想起来 还有这么回事 昨天篝火晚会的时候 南妙希跟她说 今天早上 她哥哥也会回老家来 到时候 他们就能一起玩了 直播间的谁友们也听到了 一个个都兴奋得不得了 只要南妙希在镜头里的时候 总能听到她念叨着自己哥哥 包括周杰在内 大家都没有见过她口中的哥哥 都好奇得不得了 听南妙希说 今天早上就能看到她哥哥了 一个个都兴奋地订了闹钟 和特别关注 只要周杰一开播 他们立马就能第一时间到场 昨天玩得实在是太嗨了 要不是看到谁友们的弹幕 周杰都要忘记这回事了 找到南妙希 两人现在已经很熟了 周杰直截了当地问道 妙妙 昨天你说 哥哥今早就会回来了 我们什么时候 能去采访她一下呢 南妙希文言瞪大了眼睛 拍了一下脑门说道 哎呀 我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没有跟哥哥说 周杰有些哭笑不得 谁友们也一阵无语 原来除了直播间的水友们之外 这些当事人们 居然没有一个记得 他们昨天自己答应的事情 南妙希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跟周杰说道 小玉姐可能还要晚一点才行了 我忘了 跟哥哥说采访的事情了 刚才吃了饭 就去后山玩去了 每次哥哥去了后山 都要好久才会回来的 她口中的后山 指的是村子西面的那座山 听说面积很大 林子也很深 不过具体情况 周杰并不是很了解 听到南妙希说 她哥哥去后山玩了 就以为只是普通的山 于是便提议道 那我们也一起去后山好了 找找哥哥 顺便还能看看山里的风景 谁知南妙希却一张小脸 十分严肃地摇了摇头 不行哦 小玉姐 村里的后山 是方圆百里最危险的地方了 普通人进了山 基本上都是会有去无回的 我们是不可以去的 周杰等人 还有直播间的水友们 都不太相信 小姑娘怎么这么说啊 她哥哥都能随便去后山玩 怎么周杰 去就要有去无回了呀 就是啊 这也太夸张了吧 都现代社会了 一个村子的后山而已 能有什么危险的 是不是妙妙不想 让周杰采访她哥哥呀 所以才会这么说 周杰去后山看看 她肯定是夸张了的 在水友们的质疑声中 也是有理智的声音的 是不是妙妙 没把太盘蛇拿出来 你们就忘了 她不是普通小姑娘了 此言一出 弹幕上那些质疑声 一下子就进了声 是啊 他们怎么忘了 南妙希根本就不是 什么普通小孩 那可是跟陆地上最毒毒蛇之一 太盘蛇一起长大 把黑曼八蛇当手镯 太盘蛇当围巾 蓝毒箭 蛙当发卡的狠人啊 虽然没见过她哥哥 单从南妙希的言语之中 也能猜到 她哥哥肯定只会更加不简单 不过还是有人觉得 不过就是山里而已 不一定就像女孩说的那样危险 怂恿着让周杰去看看 让他们也长长见识 这种弹幕一出 很快就被理智的粉丝 喷得闭了嘴 这根本就是 怂恿别人去送死 这时 那位给大家科普了 好多次的科研员发言了 我建议周姐 不要随便去深山 的确很危险 与其去冒险 不如好好参观一下 妙妙家的这处老宅 相信一定会有惊喜的 这条弹幕周姐看到了 觉得对方说的还挺有道理 毕竟之前南妙希 就已经给过她太多次惊喜了 这里可是她的老家 十有八九 能有更大的惊喜 在等着他们发现 妙妙啊 后山危险 咱们就不去了 要不你带姐姐到处转转吧 对了 你和哥哥有没有在老家这里 养什么宠物啊 姐姐有点好奇 很想看看 南妙希听到周姐说 想看看她的宠物 十分惊喜 原来姐姐其实也喜欢 我们的小宠物啊 之前我还以为 姐姐害怕他们呢 周姐略有些尴尬 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 就听南妙希继续说道 不过姐姐这次可能看不到了 啊 怎么了 南妙希有些失落地叹了口气 哎 那些宠物们都在后山呢 我们已经很久不住在这里了 没有人为他们 所以他们就都走了 直播间众位谁有 本来还以为会听到什么理由呢 万万没想到 居然是这个 一个个的 都有些哭笑不得 听着妙妙的意思 她和哥哥之前 是喂养的野生动物啊 哎呦 刚才妙妙那个小表情可爱死了 真想掐掐她可爱的小脸蛋 野生动物可不能当宠物 小姑娘这个反应 真是笑死人了 周姐肉眼可见的失望了 哈哈 也挺可爱的嘛 意思就是说 答应了要让我们看哥哥的采访 现在看不到了是吗 怎么能这么言而无信呢 我昨天还刷了好多礼物呢 也不是人家故意言而无信的 这也不能怪周姐啊 弹幕上叽叽喳喳的 周姐却没什么心情看了 按照南妙溪的说法 他哥哥是要在后山 那么危险的地方 小住几日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那个 他一直都特别好奇的哥哥 不能采访南妙溪他哥哥 也看不到他说的那些特别的宠物 这直接让今天的直播 好像没有了什么看点 轻轻叹了一口气 周姐有些无力 那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对了 妙妙昨天不是说 今天上午有你喜欢看动画片吗 你去看吧 姐姐在院子里坐坐 南妙溪乖乖点点头 跟周姐打了声招呼 就蹦蹦跳跳去堂屋看电视去了 周姐这是朝着后院的小梁亭里走去 不得不提的是 南家这宅子属实气派 前面有池塘假山游乐设施 后面还有一大片的花园 也是亭台水泄的 这个小梁亭模样别致 坐在里面可以直接看到半个花园 昨天晚上聊天的时候 周姐就了解到了 这宅子的花园里 是错落的 种着不同季节月份会盛放的花的 就是为了每个月坐在花园里 都能看到院子里有花 有景 说这些的时候 直播间董藏的水友大呼牛批 能做到这一步 必定是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心理的 毕竟这么大的花园 按照那样的思路规划 还要看起来漂亮 着实是有些不太容易的 坐在凉亭里 把手机支架放在石桌上 轻轻叹了口气 但目见周姐情绪这么低落的样子 一个个的都心疼坏了 赶紧询问怎么回事 周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 是因为采访不到人吗 周姐别不开心啊 我给你刷礼物 我猜是因为 没看到那些奇心怪状的宠物吧 那就离谱 周姐明明怕那些东西 怕得要死 还这么上感着想去拍啊 我猜是老板要求的吧 看着哗啦哗啦滚动的弹幕 周姐抿着唇没说话 直到看见最后这条 一下绷不住了 哎 可不是吗 就是老板要求的啊 不然我怎么会主动去拍那些 虽然那些小动物 在妙妙跟前都特别乖巧 可我不是妙妙啊 跟那些东西 可没有从小到大的深厚情谊 真的很怕他们不高兴了 给我来一下 周姐对着镜头 轻声地说着 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 跟南妙西相处的时候 的确很开心 她也确实很喜欢 这个可爱的小朋友 但是 这几天她的压力 真的是太大了 就是有些人 天生就会特别害怕某些东西 不巧 周姐就是那种 天生就非常害怕蛇 和虫子的人 只要是有那种 冰凉凉鳞片的动物 周姐都很恐惧 一点都不敢靠近 甚至活鱼也是一样的 可那些蛇是南妙西养的 还是从小 陪着她长大的好朋友 她时不时地 就要跟自己的好朋友 亲近亲近 还想让周姐 也能跟她的好朋友 处好关系 只能庆幸 南妙西是个 很懂礼貌的小朋友 做事之前 都会事先征求一下 别人的同意 在周姐晚聚后 也并没有强求 这要是碰到个 不讲理的小孩 自己觉得没问题 就非要把手 往别人身上放的话 周姐恐怕早就跑了 再次长舒一口气 像是要把自己 心里的那些压力 都探出来似的 本来这次 我只是单纯地 想休个嫁回老家 给我姑姑那边 送点东西 然后陪妙妙玩两天的 但是老板觉得 之前我采访 妙妙的视频和直播火了 我觉得 必须要趁热打铁 继续这个热度 多找些话题内容 给你们看 还好妙妙和她妈妈 都很通情打脸 我跟人家说了直播的事情 人家都愿意接受 不然我恐怕连老板 给我的最基础的任务 都做不到 只是现在 没有什么话题可以播了 接下来的时间 大概就是比较平静的 下乡生活了 如果大家不爱看 我也不强求 周姐即便是面对镜头 说话也十分坦然 把自己要做什么 想要的是什么效果 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大家 也表达了自己现在的心态 即便是做不到 也没有办法 有些事情 并不是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本来我是深情的休假 想着来放松一下的 老板知道 我会和妙妙一起回老家之后 就说 给我批带新休假 让我每天 还继续开着直播 直播我现在是开了 不过并没有老板想象中的 那么有话题 有流量有热度 希望他到时候别怪我就好 这也不是 我能控制得了的 如此坦诚过后 周姐以为会看到直播间 立马少许多人的 没想到大家都没有走 反而还来了更多人 周姐哀声叹气的 是不是感觉压力太大了呀 不用管老板怎么说 你把自己能做的 尽量做好就行了 资本家是这样的 说什么带新休假 你这根本就是出差吗 就是啊 谁家休假 还要继续保持日常工作呀 这就是剥削 谁友们纷纷对周姐的老板口诛笔伐 还有不少出言安慰开导周姐的 也有刚刚进入直播间 不明情况的粉丝也发了些奇怪的弹幕 听说周姐在直播间深情告白了 我来看看 对对对 跟我告白了 我接受了 这以后就是我老婆了 楼上痴心妄想 我和周姐是不会离婚的 看着这几条搞怪的弹幕 周姐哭笑不得 郁闷的心情也很快被驱散 刚想再说点什么 目光就被花园角落的一株植物所吸引 在凉亭一角 有一层到大腿高的植物 卵状椭圆形叶片一层层拔高 每一层都有极朵或担子或微黄的小花 那些小花看着好似一个个风铃一般 很是可爱 一下子吸引住周姐目光的 是花朵间探出来的一个个紫道发黑的圆圆果实 那些果实很像是深色的生鱼果一般 光是看着都能感觉到应该挺好吃的 周姐这会儿刚好有点渴了 之前光顾着心情低落了 也没太多感觉 这会儿只感觉口干舌燥的 她平日里就挺喜欢吃圣女果小番茄 现在正口渴着 看到这么可口的果实 不免有些心动 她拿起手机从台阶上走了下去 来到了那一株植物跟前 哇 刚才在凉亭里就觉得 这边的果子很像番茄 现在离得近了 看着更好吃来 周姐有些惊喜地看着那一片圆溜溜的果实 红的发紫 紫的发黑 光看着都觉得肯定超级甜 伸手摘下了一颗 用白皙纤长的手指拿着 放到手机镜头面前 展示给直播间的观众们看 你们看 我第一次见到 颜色这么深的小番茄啊 以前我吃过的颜色 最深的是那种深红色的 红里透黑的那种 那个是我吃过最甜的小番茄了 这个颜色这么重 感觉看着就好甜啊 我这就尝尝 也算是给大家做个测评吧 说着 周姐就拿着那颗紫黑紫黑的小果子 站起了身 抬头四处张望着 她记得之前在后面花园 看到过一个水龙头来着 刚才她可是闻到 一股微微的臭味了 说不好 可能是之前有人 给这小番茄浇过肥料 那吃之前 可要好好洗一洗才行了 周姐 把手机拿在手里 在后花园走着 嘴里 还不忘了跟谁有门解释 自己现在要找点水 把果子洗一下再吃 光顾着看路了 完全没有看到此时的弹幕 其实就在周姐注意到 那个紫色的圣女果实 直播间里 也有人注意到了 这位网友是林业部门的 也能算得上是 一位植物学家了 发表过多篇 有关植物研究的论文 在业内小有名气 她并不是周姐的粉丝 只不过闲来无事 无意间进入到了这个直播间 一进来就看到一个女生 坐在户外的凉亭里 神情有些低落 在坦诚地剖白自己的想法 植物学家对这个 并没有太多兴趣 刚想滑走 眼角余光 就瞄到了周姐身后 郁郁葱葱的植物 能把这么多种 不同花季的植物 如此错落有致地 种植在同一个园子里 立马引起了 这位植物学家的兴趣 毕竟有些植物 是不能种得太近的 它们彼此之间 互相会有影响 相生相克 就比如丁香和薄荷 这两种植物 就不能种在一起 它们开花 都能散发出 很强烈的气味 这种气味 会影响彼此的生存 如果非要种在一起 就只会导致丁香和薄荷 都不会开花了 再比如玫瑰和木稀草 这两种植物 也是相互排斥的 如果非要种在一起 最后的结果 只会是木稀草叶子枯萎 玫瑰花中毒凋敝 能够恰如其分地 将许多不同品种的花草 种在一起 光是在规划的时候 所耗费的心思 恐怕都不是寻常人 能够搞得定的 植物学家认真的 看着周姐背后的那片植物 正看得出神时 就见镜头被她拿了起来 虽然这女主播 长得还挺好看 但植物学家 此刻更想多看看这个花园 正打算发弹幕 多拍一拍那些植物的 谁知就看到女主播 来到了一株带果实的 小棺木从前面 一开始植物学家只觉得 这些果实看着很眼熟 一时之间竟有些想不起来 那是什么植物了 就在周姐说 要去找个水管 洗洗果子吃的时候 植物学家猛然一惊 背后都冒出了一层冷汗 连忙发出了一条弹幕 千万别吃 那不是圣女果 是癫痫 有毒有毒有毒 不能吃 因着直播间人数比较多 弹幕滚动的速度也快 导致这条弹幕 很快就淹没了下去 看到人很少 周姐因为在走路 自然也是没有看到的 植物学家很着急 她刚才也听到 这女主播的话了 知道她们这是在 深山老林的乡下老家里 想来如果真出什么事了 要去医院 恐怕不可能会那么及时 这东西 要是真让人吃了 那可是要出人命的 为了一条人命 植物学家一咬牙 充了一百块钱 买了条醒目留言 把刚才的弹幕 用一百的醒目留言 又发了一遍 这次加粗加大颜色鲜艳的 醒目留言一出 立马引起了 其他水友们的注意 有些人按照这个名字一查 也是一阵心惊 水友们自然不会希望 周淑仪因为不认识 而务实读过丧命 立马自发地 将那位植物学家的画 复制粘贴 发送了出去 这些人一开始数量是不多 但复制粘贴的人多了 大家都意识到了什么 也跟着复制粘贴 周姐这时已经找到了水管 她把手机支架 放在水槽旁边 打开水龙头 洗起了果子 直播间的水友们 简直都要急死了 一个个一边复制粘贴 发弹幕之余 嘴里都在念叨着 周姐看弹幕啊 赶紧看弹幕啊 奈何屏幕另一头的周姐 这会儿正专心地洗水果呢 根本就没有留意到 直播间封了式的弹幕刷屏 她摘了好几颗呢 每颗可都要好好的洗一洗 洗干净 也拿给南妙西尝尝 水友们急得眼睛都红了 这次可不像上回在一高门口了 那个地址位置清楚 知道周姐有危险了 还能报警 找警察叔叔帮忙 现在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周姐在哪里的下乡村庄 想帮忙都使不上力气 只能发发弹幕 期盼着周姐能看一眼手机屏幕 终于洗干净了 这些果子水灵灵的多好看 周姐将掌心里洗好的 颠且果子展示在镜头前 嘴里还念念叨叨着 自己之前吃过很多品种的圣女果 不知道这种的还不好吃 捏了一颗就要往嘴边送 不知道是不是有太多水友 都在祈祷着 让周姐看看弹幕 致使周姐有所感应 抬头就朝着水池旁边 正在直播的手机看了过去 看着密密麻麻飞速而过的弹幕 周姐无奈地猝起了眉头 她也想多跟水友们互动 但眼睛盯着快速滚动的弹幕 没一会儿就会感觉头晕眼花了 可她又不能跟水友们说 少发点弹幕 作为一个主播 只有粉丝愿意跟她互动 才能保持更高的年性 忍着眼韵 看了一眼弹幕 她现在口渴得不行 决定就先看一两条 互动几句就吃果子 谁知就这一眼 直接就把手里捏着的几颗圆溜溜的果实 吓得掉在了地上 弹幕上清一水的 全是同样的弹幕 千万别吃 那不是圣女果 是颠浅 有毒有毒有毒 不能吃 周姐在看清楚弹幕的内容后 只感觉背后的衣服 一下子就被冷汗浸湿了 之前看到南妙西手里的那些毒蛇石 的确是害怕 汗毛倒树 鸡皮疙瘩起一身 可现在是真真切切地知道 若不是冥冥之中的感应 让她想起来看一眼直播间弹幕 恐怕这次真的就要死了 就算害怕蛇 也知道有南妙西在 多少也能算有些保障 可现在她身边 可是一个人都没有 要是真的稀里糊涂地 把这些有剧毒的癫茄 吃进了嘴里 恐怕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被人发现 到时候 说不定她的尸体都已经凉透了 想想刚才 她都已经把洗好的果子 放在嘴边了 幸好吃之前看到弹幕上的内容了 要不然 越想越是后怕 周姐连忙退后了好几步 离地上那些刚才还觉得 看起来很好吃的小果子远远的 生怕沾上一点边 就会变得不幸 甚至手都开始不自觉地 站立发抖 一股劫后余声的感觉涌上来 噎得她 居然有些窒息的感觉 扶着凉亭柱子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哒哒哒哒 有远寂静的脚步声 在耳畔响起 周姐抬眼看去 穿着粉色小裙子的南妙西 一路小跑了过来 咦 小玉姐 你刚才跑步了吗 怎么看着这么累啊 周姐这会儿 嗓子眼还觉得堵得慌 一时之间 竟有些说不出话 南妙西眨了几下大眼睛 见对方没有回答 她也不慎在意 小玉姐累了 就好好休息一下 我就是过来摘点果子 说着 不等她有什么反应 南妙西 就已经蹦蹦跳跳地 跑到了刚才周姐 摘果子的灌木丛跟前 本来就惊魂未定的周姐 此时看到可可爱爱的南妙西 居然在摘有剧毒的果子 瞬间再次吓得心脏狂跳 深呼吸了两口气 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可还是掩不住面上的焦急 妙妙 你摘那个要做什么 南妙西大概是没想到 周姐会突然叫自己 声音还那么着急 有些不解地回过头 看到周姐额头上 浸出一层薄汗 脸颊微红 声音也有些沙哑 南妙西就是个小朋友 也没想那么多 以为周姐真是口渴了 想吃果子 小玉姐 这个果子虽然好看 但是你可不能吃哦 不是妙妙小气不让姐姐吃 是这个果子很苦 而且有点臭臭的 真的不好吃的 小玉姐要是想吃水果 我让厨房那边给你准备 周姐居然一时半会儿 有些没明白 南妙西是什么意思 只大概知道 对方是并不打算 吃这个果子的 也就放心地松了一口气 不过直播间的弹幕 此时却已经是炸开了锅 好家伙 我咋有点没听清 那小姑娘说的啥呢 我惊了呀 妙妙说 那个果子是苦的 还带点臭 这是不是代表着 这小丫头 吃过这种果子啊 等会儿 这不对啊 刚才不是都在说 这种果子叫癫癫 有剧毒不能吃吗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妙妙家里养了 那么多带毒的东西 现在又说 吃过毒果子 该不会是因为 它百毒不清吧 楼上说的 好像有点道理啊 在观望观望 这么大一点的小孩子 怎么可能会是 什么百毒不清 小说看多了吧 我的评价是 不如周姐尝一口试试 看看是不是 真如妙妙说的那样 果子又苦又臭的 楼上心是真毒啊 癫癫的确有毒 而且根据记载 癫癫可以入药 味道的确味苦 气微臭 周姐这会儿 已经缓过来了 她直起身子 慢慢走到南妙溪旁边 心里对那些 叫癫癫的果子 还是心有余悸 虽然就是个小果子 周姐还是决定离远点 她就站在距离 南妙溪两米远的地方 询问道 姐姐不吃 我知道这些不能吃 你摘她干什么 南妙溪手上动作没停 一个个地继续下来 果子放在小小的提栏里 头都没回地回答 我在屋里看电视的时候 隐隐约约听到 大白的声音了 她肯定就在附近 大白可喜欢吃这个 球球果了 我多摘点 去喂给大白吃 听到女孩轻松愉快的语调 即便是看不到 此刻她的表情 也能想象到 她俏丽的小脸 此刻肯定带着 开心甜美的笑容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清晰地听到南妙溪的话 不由地都躁动了起来 大白是什么 周姐快问问 她大白是什么 我也超级好奇啊 能吃含有剧毒的果实 到底是什么动物 虽然我也很好奇 但是又有些害怕知道答案 对啊对啊 我也是 之前看到的那些妙妙的宠物 我都害怕得要死 这些都是 看过以前 关于南妙溪直播的水友们 也有些新来的观众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 都十分好奇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她样的宠物 肯定跟她一样可爱吧 周姐等会儿 跟着她一起聚会时嘛 让我们也看看小可爱 楼上那些弹幕 太耸人听闻了点吧 这么好看的小朋友 会养什么可怕的东西啊 真是莫名其妙的 知道真相的群众们 看到这种弹幕 一个个都幸灾乐祸地表示 希望你们一直都在直播间里 好好等着看小可爱吧 相信妙妙口中的小可爱 能够蒙到你们 其实 周姐和大部分的网友想法 都是类似的 她也相当好奇大白 到底是什么 毕竟之前见到的 南妙溪的小宠物 都那么的特立独行 这个大白 虽然之前并没有听她提起过 但周姐也相信 肯定不会是什么 普普通通的小动物 一想起之前做好的计划 周姐立马来了兴致 便开口提到 妙妙现在就要 去喂大白了吗 姐姐能不能跟你一起去 我也想看看大白 南妙溪摇了摇头 现在还不行哦 我听到的大白声音很小 应该是去后山深处玩去了 果子 要现在摘下来晒一晒 等过两天 大白从深山里出来了 就可以喂了哦 周姐的心情 真是起起又落落 早上本以为 今天可以采访 南妙溪她哥哥的 结果错过了 不仅没采访到 甚至连她哥哥的面 都没见到 她想吃个果子 没想到还是个 有剧毒的毒果 要不是弹幕救命 她真可能今天 就交代在这了 刚才又听南妙溪 说起一个叫大白的 看样子 应该是她喂养的小动物 以为能有点直播话题了 没想到 还要等两天之后 才能见到 周姐只觉得有些无奈 常常叹了一口气 看着妙妙摘了半天 果子都没有一点事 她也放心了不少 走上前去 帮着一起摘了起来 南妙溪用来装果子的 小竹篓并没多大 不一会儿就装满了 好了小雨姐 这些应该就够了 哥哥说 吃东西一次不能吃太多 吃多了会不舒服的 周姐点点头 你哥哥说的对 妙妙真怪 得到夸奖 南妙溪养着笑脸 朝周姐甜甜一笑 随后打开了自己的贴身小胯包 小手在里面掏了掏 看样子 是打算拿什么东西出来 周姐看到南妙溪掏口袋 之前的记忆 再次涌上心头 之前被南妙溪装在包里的 那可是黑曼巴蛇 和漏斗形蜘蛛啊 现在这是准备 从兜里掏什么出来 想到此处 周姐不自觉地后退几步 想跟南妙溪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了这一幕 不少人也都跟周姐的想法差不多 大家不由又紧张 又好奇了起来 想知道 这回南妙溪能从小胯包里 掏出什么离奇的小动物来 我堵两根辣条 是条蛇 楼上也太扣了点吧 我直接堵半包 是蜘蛛 只能说 你们多少有点缺乏想象力 我才是毒蝎子 我堵两包辣条 很有可能是狼猪 你们也太夸张了吧 这么好看的小美女 怎么可能随身带那些东西啊 楼上 你这个假粉丝 你肯定是没看周姐之前那几次 关于妙妙的直播吧 网上有网友自己录评 劝你去看看 再来说这个话 弹幕上吵吵嚷嚷的 并没有影响现场的这两人 周姐也提起了心 不敢离得太近 又因为想拍下南妙溪拿出来的东西 也不敢距离太远 就这么有些 纠结地盯着对方在胯包里的手 半秒都不敢错过眼神 在众人的瞩目之中 毫无所觉的南妙溪 终于把白嫩嫩的小手从胯包里拿了出来 不过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她手里并没有拿任何昆虫或者小动物 而是捏着一只通体银白的白玉哨子 因为镜头是对准了南妙溪的手部 自然让直播间的众人都看到了 不等他们好奇发言 就见南妙溪已经将那白玉哨子放在了唇盼 嘟起小嘴吹了起来 嗶嗶 的哨声悠扬响起 这声音让包括周姐和直播间的众位观众都惊奇不已 大家清楚地看出 那只哨子是玉石材质的 这种玉石哨子就是个装饰品或者小百件什么的 没想到真能吹响 更没有想到的是 这白玉哨子不仅被吹响了 而且声音还这么悠扬婉转 带着些空灵听在耳朵里 让人感觉那么的舒心 周姐本来还紧张忐忑的情绪 在哨声的安抚下渐渐的平静了不少 那股畏惧也随之渐渐消敏 南妙溪一手跨着小竹篓 一手拿着白玉哨子仰着头对着天空吹着 虽然不是个曲子 却让人感觉好像就是在听一件乐器的演奏一般 众人纷纷沉醉其中 只想让这优美婉转的空灵声音 能够多持续一会儿 不过毕竟是吹哨子 肺活量再大也不可能一直吹 不一会儿南妙溪就停了下来 众人也从那美妙的声音里回过了神 弹幕一下子就爆发了 真不敢相信啊 刚才那是哨子的声音 这也太神奇了吧 我还以为玉石哨子吹不响呢 居然这么好听 周姐周姐 能不能再拍一下那个哨子 让我们看看啊 我去 我也有个跟这个挺像的玉哨子 可是我的这个就吹不响 是不是有什么技巧才能吹响啊 周姐能不能让妙妙出个教程啊 这也太好听了吧 上个链接 我也想要 大家除了感叹刚才那段哨声的好听之外 还有不少人都请求周姐 让她能给白玉哨子拍一下特写 让他们好好看看 光是听这声音 就感觉这哨子不是反品 周姐拿着手机拍摄的 自然看到了直播间的这些弹幕 妙妙 直播间的观众们 都很想看一下你的哨子 你能不能给大家看一看 南妙妙乖巧地点了点头 好啊 怎么看啊 周姐有些哭笑不得 你就把哨子放在手里 我用手机拍一下就好 南妙妙往前一步 乖乖摊开手掌 把掌心的哨子 展示在了镜头面前 白玉哨子 有成人食指大小的 外形雕刻 成了一节一节的竹节 造型栩栩如生 若是换成绿色 放在竹子堆里 恐怕都要以假乱真了 玉石质地银白透亮 没有半分杂质 能看得出 这肯定是一块 好料子雕刻出来的 在大家赞叹 这哨子做工精细的时候 一个人的弹幕 让众人结实一惊 这个哨子可不得了啊 从现在能看出来的特征 我有八成把握 能确定 这是一只 纯正的汉白玉哨子 看着质地 成色 款式和造型 很有可能是汉墨的东西 这弹幕让不少人 纷纷侧目 不由得都再次把目光 转移到了白玉哨子上面 纷纷想要看出 那弹幕说的所谓 做工款式 成色质地之类的东西 奈何他们这些门外汉 又怎么看得出来什么 只能看出来 这白玉哨子 的确挺好看的 这玉也挺透亮的嘛 除此之外 别无其他 我是做古董鉴定的 虽然没见到实物 不能百分百确定 这就是汉墨的物件 但也能打包票 这一定是个老物件了 有一些谁有看到 对方如此自称 立马就点进 人家的主页去看 发现果然如 对方所说的那样 人家账号里发布的内容 全都是关于 宝物鉴赏的 什么花瓶 百箭 古董字画的 鉴赏的东西还挺全 只是并不是 所有人都相信 大家就在弹幕上 吵了起来 这位老哥还真是 搞古董的啊 他说的可能是真的 哇靠 妙妙什么家庭啊 居然随随便便 就能拿出来一个古董啊 啥家庭啊 我不信 我也不信 就看一眼 就能确定是古董了 我咋这么不信呢 确实不太好 让人幸福 我看他主页了 这位老哥 还有专业认证了 你们觉得看不出来 是因为 你们不专业好吧 一个个的 都要用自己的认知 去判断别人的能力 真是逆天 在吵吵嚷嚷的弹幕之中 之前那位水友 终于再次发了言 如果愿意卖的话 你给我个地址 我今天就飞过去 我保底可以出500 如果确定了 真的是汉墨的宝贝 那我愿意出1500 这条弹幕 把不少人都看得傻了眼 500 那我出600 这哨子声音好听又好看 我也想要 楼上呢 你是傻了吧 人家这位老板说的是 500个W 可不是500块钱 啥 我是不是眼睛花了 这么大点的小东西 就能卖1500万 1500万不算很高了 如果真的是汉墨的东西 价值可以更高的 先不说1500万了 就保守地来说 这不是汉墨的 500万 那可是500万 所以 刚才一个九岁小女孩 从自己随身的 可爱小包包里 掏出了一只 至少也能值500万的古董 还随随便便地 就给吹响了 众人的震惊之中 周姐内心 也是一片震撼 她才刚缓过来 几分心神 就看到那位说 想买白玉哨子的人 又发了一遍 刚才的弹幕 这表现 分明就是相当看重 非常想要了 周姐咽了口口水 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 跟南妙希说一声 妙妙 直播间的观众里 有一个说 很喜欢你的哨子 愿意出很高的价格买下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周姐心里有些复杂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如果这东西 真如弹幕上所说的那样 是个古董的话 那几百上千万的价格 南妙希一个小朋友 肯定是做不了主的 如果她想要卖掉的话 就得联系家长了 也不知道南母那边 现在忙完了没有 有没有在看直播 看没看到现在的弹幕 不等周姐再多想什么 就见南妙希 十分果断地摇了摇头 不行哦小于姐 不管是谁 我都是不会卖掉的 给我再多钱都不行 周姐其实也不是特别意外 毕竟对方 就是个几岁的小朋友而已 可能并不知道 很多很多钱代表着什么 不过还是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呀 那位观众承诺的价格非常高 咱们来的时候 坐的那辆车都可以买好几十辆了 南妙希还是摇了摇头 再多也不行哦 这个小勺子 是我哥哥送我的 是他第一次打暑假公挣到的钱 全用来给我买这件礼物了 周姐了然地点点头 哥哥第一次打暑假公挣的钱 的确是有纪念意义的 从平日的相处中能看得出来 南妙希对她的哥哥很崇拜信任 对方送的礼物她 肯定都十分珍惜吧 不过不同于周姐的理解 直播间的水友们 全都觉得无语极了 不是吧 这话 我咋这么不信呢 那可是一千五百万 这都不要 暑假打工 能挣几个钱啊 就算全都用来买礼物 买到的东西 又值多少钱 我就说什么狗屁古董 肯定是假的 搞笑死了 一千五百万 比不上几年第一次打工挣钱啊 我也打暑假公了 两个月赚了四千块 谁跟我换个一千五百万啊 我猜这小丫头肯定知道 自己手里的东西是假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古董 所以才不敢卖吧 我相信赵师傅的眼光 他有时候会给人直播鉴定宝物的 那个哨子肯定不一般 我约 那要是真的 岂不是说妙妙他哥哥 捡了个天大的漏啊 在大家众说纷纭之中 那位想要买下白玉哨子的水友 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关于其他弹幕说的那些 他都并没有放在心上 坐在金丝楠木的雕花茶几根前 轻拧了一口手中的雨前龙井 轻叹一口气 光是从刚才的几个镜头里 他就能看出 这白玉哨子很势不凡 若是真的能以一千五百万拿到手 那也是他占了大便宜的 不过 对方既然这么坚定地选择不卖 他也不可能抢求 只能叹一句 可惜 自己跟那宝贝没有这个缘分 几个价值千元以上的礼物刷了出去 让直播间的众位水友们惊讶连连 以为这位是非要让周姐 帮他争取这个买古董的机会呢 结果就见对方发了的一千块的醒目留言 人与宝物之间 讲的就是个缘分 既然小姑娘不卖我 那就是 我与宝贝无缘 不过还是要感谢周姐 让我能有幸仔细观赏这汉白玉哨子了 这人如此做法 让那些吵吵嚷嚷的弹幕 都消停了不少 一个个的 都为这位赵师傅的大气 点赞鼓掌 周姐把这位水友的发的弹幕的前前后后 都小声地跟南妙西说了一遍 小姑娘虽然懵懵懂懂的 但也明白了对方的善意 冲着镜头甜甜一笑 又展示了一下 那个汉白玉的哨子 啊 怎么回事 就在此时 天上突然掉下来了 不知道什么东西 砸在了周姐头上 惹得周姐惊叫一声 有东西掉在自己头上 把周姐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 就抬手朝头上摸去 结果摸到了一手黏乎乎的东西 把手拿到眼前一看 差点没把周姐气死 手指上居然是一片黑白相近的鸟屎 换作平时 周姐这个时候 恐怕都已经跳着脚 破口大骂了 这死鸟 哪儿拉屎不好 居然在她头上拉屎 不过估计到现在 是在南妙西面前 她不能那么放肆地暴露本性 毕竟在小姑娘眼里 她可是个温柔善良 美丽大方的大姐姐 而且 她要是真的暴怒发火 把人家小姑娘吓到了怎么办 只能忍着心中的怒火 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脏话 又咽了回去 咬牙切齿地说道 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鸟 怎么到处乱拉 真是的 要不是她死死攥着的拳头 手背上青筋都蹦出来了 都以为周姐并没有太生气呢 嘎嘎 啾啾 头顶上又传来了几声清脆的鸟叫声 谈不上多月儿 更何况周姐这会儿正在气头上 刚才周姐跟南妙西说话的时候 就把直播用的手机 放到旁边的台阶上了 两人就坐在树下面 这后花园里有好几棵树 树冠都茂盛得很 能遮阴避阳 坐在树下乘凉聊天正正好 没想到 她们才坐下说了没几句话 就遭了这样的无妄之灾 周姐真是既生气又委屈 还恶心得不行 抬起头想看看到底谁是罪魁祸首 谁知刚扬起脸 就看到几道蓝色的影子一闪而过 随后眼睛里 就见着一坨白白的东西 再次从天而降 周姐大惊失色 连忙想躲 可是 这会儿躲 已经躲不开了 只来得及错开了一点位置 让原本差点就直直掉到 她脸上的鸟屎 又落在了头发上 弹幕看着这一幕 简直都要笑疯了 哈哈哈哈 怎么这么像电影里的情节啊 真是太搞笑了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刚才周姐要是不及时躲那一下 第二坨鸟屎 就要直接掉进她嘴里了吧 我眼泪哗嘟 要笑出来了 一个人怎么能这么倒霉啊 两坨鸟屎都砸头上了 哈哈 那鸟该不会是故意的吧 不然怎么拉得那么精准啊 我看院子别的地方 也没有鸟屎啊 周姐这是在小孩子面前 不敢跳脚骂街吧 我看她憋的脸都杖子了 周姐别憋着了 发挥你的特长 把那些傻鸟 全家老小都问候一遍啊 我看见周姐手臂上的青睛了 这是恨极了呀 真是又可怜又好笑 哈哈 直播间里一时间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人人脸上都带着笑脸 除了周姐 南妙熙看到周姐 这副狼狈愤怒的样子 一开始也是觉得有些好笑的 不过在看到周姐 有些微微泛红的眼眶时 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了 想起老师说过的那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 如果那些鸟屎 是掉在自己头上的 自己能笑得出来吗 想到这里 南妙熙也撅着嘴 有些不高兴了 她抬头看着茂密的树棺 大声喊道 你们怎么这么不礼貌 快点下来道歉 不然我再也不跟你们玩了 女孩的声音清脆悦耳 回荡在整个花园里 直播间里 刚才还在嘲笑周姐的谁友们 此时听到女孩的话 一个个不由地又笑了起来 小孩子就是小孩 还要让鸟下来道歉 看得出来 妙妙跟周姐的关系 真的好好啊 看见周姐鸟屎临头 妙妙立马就心疼了 我以前也被鸟屎砸过 真的好恶心的 别的小孩都笑我 就我朋友小胖 帮我吵鸟丢石子 我一辈子都会把小胖 当最好的朋友 真羡慕周姐 能有这么可爱的小伙伴维护啊 虽然妙妙这个行为有点搞笑 但是真的好可爱啊 大家都觉得 南妙溪指着天说 要让小鸟下来 给人道歉的话 就是小孩子脾气 想要为自己的朋友 出头的同言同语罢了 全都没有把这话当一回事 嘎嘎 啾啾 天空又传来了几声鸟叫 就像是 在对南妙溪的话 有所回应一般 就见南妙溪继续 对着天上喊道 别狡辩 做错事情了 就是要跟别人道歉 快点下来 不然 我真的再也不理你了 还不等大家惊奇 那些鸟 居然真的会回应小女孩说话时 让它们无比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就见几道蓝色的身影 呼呼地就从上方飞落了下来 正正落在南妙溪面前的小暗机上 还抖了抖自己身上的羽毛 直播间的所有观众 包括周姐在内 全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就见那是一只只蓝色的大鸟 最大的从头到尾 差不多都能有一米左右 浑身皆是纯粹的古蓝色羽毛 每根羽毛都十分富有光泽 展翅时 能看到翅膀内侧的羽毛颜色 更深几分 它们的眼睛一圈 还有如弯钩一般的黑色鸟会下方 是十分显眼的亮黄色 这个颜色的搭配 看上去也十分漂亮 其中最大的那一只蓝鸟 眨了眨小眼睛 回头瞥了周姐一眼 就转过头去 凑近了南妙溪 周姐正处于惊诧之中 跟那鸟来了个片刻的对视 居然从对方的眼神中 就觉得自己这么跟一个动物计较 有失身份 一口气哽在胸口 真是上不去下不来的 难受极了 见到这些大鸟都飞下来 停在自己身边挨得那么近 南妙溪也没有丝毫地害怕 她指着周姐 对领头最大的那只蓝鸟说道 小金刚 快点跟姐姐道歉 小鱼姐是我的客人 你不可以那么没礼貌 被叫做小金刚的蓝鸟 十分不情愿 她朝南妙溪挪动了几步 用脑袋蹭了蹭女孩的肩膀 那模样很是亲密 像是撒娇一般 南妙溪看到小金刚这动作 丝毫不为所动 依旧板着小脸 一副你不听话 我就真的不理你了的架势 小金刚被南妙溪的眼神 看得低下了头 那小模样看着好像还挺委屈 直播间 众谁友们都在等着那只大鸟的反应 想象着 这只通人性的鸟会怎么道歉 对不起 在场的 只有周姐和南妙溪两个人 而刚才那句对不起的声音 并不像是他们俩其中任何一个的 在众人无比惊诧 和怀疑的目光中 就见那只被叫做小金刚的大蓝鸟 再次用脑袋 蹭了蹭南妙溪的肩膀 刚才说 对不起的那道声音再次响起 这次说的却是 我已经道歉了妙妙 即便是再怎么不敢置信 所有人也都确定了 那只鸟居然真的说 化 了 周姐也惊呆了 甚至连生气都忘了 就定定地看着那只 还在南妙溪身边蹭啊蹭的大蓝鸟 就听到它真的像人似的 语气很温柔地 在跟南妙溪寒暄 妙妙 我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了 想你想你 南妙溪也伸出了手 摸了摸大鹦鹉身上柔顺光滑的羽毛 我也想念你们啊 所以一考完 是我这不就立马回来了吗 一个人类小朋友和一只蓝色大鸟 嘀嘀咕咕地 说了好半天的话 都是在互诉中常 讲述着自己平时 都是如何思念对方的 说着说着 南妙溪眼角余光看到了 还呆呆站在对面的周姐 又想起了刚才的那一幕 嘟着嘴巴 又教育起了蓝鸟 小金刚你这次做得太不对了 怎么能把臭臭往客人头上拉呢 这样做太不礼貌了 知道吗 哥哥以前不是教过你吗 跟人类相处时候 一定要有礼貌 小金刚蓝色的脑袋摆了摆 很人性化地露出几分无奈 好了好了 我不是跟他道歉了吗 还要我怎么样吗 周姐这会儿终于反应过来了 这居然是一只不仅通人性 而且还会说人话的鸟 不但如此 从南妙溪的话里 还能听出这鸟也是知道 什么叫礼貌的 心里的火一下子又窜了上来 指着小金刚就怒道 你是故意的 小金刚头微微转向了周姐几分 抬了抬眼皮 露出了个不屑的表情 虽然不狠不想承认 但周姐不得不面对现实 她居然被一只鸟翻白眼瞪了一眼 周姐再次被震惊到了原地 直播间的水友们 此时的情况也都跟周姐差不多 一个个也都震惊得不得了 老天爷啊 这还是鸟吗 也太聪明了吧 歪歪歪 这只鸟怎么回事 建国之后不许成经不知道吗 这是什么鸟啊 好神奇啊 它说话一点都不像鹦鹉 就像真正的人类一样 就是就是 我驾养的八个 说话声音一听 就是鹦鹉学舌 这鸟为什么能说得这么好 确实神奇啊 这鸟居然可以准确地 用人类的语言动作 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 有点不可思议啊 就在直播间 众人震惊于小金刚会说话的时候 其他几只一起飞下来的蓝鸟 也都纷纷开了口 见到妙妙开心 妙妙回来了 看到咯咯了妙妙 妙妙摸摸头 那几只蓝鸟的声音都很相似 听起来都像是男人的声音 其他几只虽然没有小金刚那样 可以很流畅地说一整段话 但几个字几个字的短句子 还是能表达得非常清楚的 他们就像是 在老家留守的小朋友 看到放暑假回老家玩的小伙伴 轻轻热热地打着招呼 弹幕再次炸开了锅 我约 震惊我全家 一只会说人话的鸟 就已经够不得了了 这一群居然都会说人话 我数了数 加上那个最大的 一共六只呢 居然都会清楚地说人话 这是都成精了吗 这是什么鸟啊 又好看又聪明的 我能不能养一只啊 谁认识啊 快点科普一下 我现在对知识非常渴求 动物成精了 需不需要报警啊 我电话都已经准备好了 在众多弹幕之中 还是那位之前搞生物研究的研究员 出来给大家进行科普了 这是一种鹦鹉 学名叫紫兰金刚鹦鹉 是鹦鹉之中最大的一种了 想养这种鹦鹉的朋友 我劝你快点打消这个念头吧 这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宾威物种红色名鹿里的保护动物 是一种随时面临灭绝的珍稀动物 这种鹦鹉体型大 智商高 但天敌众多 且一只鸟一生只认一个伴侣 产卵后不容易存活 这才越来越少 根据我了解到的资料 紫兰金刚鹦鹉 在几年前就已经宣布 全球只剩下70多只被圈养着 野外种群差不多 已经完全灭绝了 这位研究员的科普 还是相当令直播间的众人幸福的 毕竟之前他为大家科普的内容 都十分准确 而好多水友们 也都去看过这位研究员的主页 知道人家是专业人士 这样的科普 自然只要相信就是 没什么可质疑的 那几条弹幕透露出来的信息 也很让众人震惊 此刻围在南妙西身边的 几只鹦鹉的脚上 翅膀上并没有任何标签 或者记号什么的 很明显就是野生的 可这野生的紫蓝金刚鹦鹉不是已经宣布灭绝了吗 怎么这里还有好几只 而且看这样子跟人类那么亲近 这是被驯服了吗 周姐这边也看到了弹幕上的科普内容 心里也是受到了不小的震撼 所以说 刚才在他头上拉屎的 是全球宣布野生族群灭绝 只剩最后几十只的 比大熊猫还少的珍贵保护动物 一时间 周姐都有些不知道 自己是该生气 还是该感觉到荣幸了 就在周姐心中思绪万千之时 就见两只紫蓝金刚鹦鹉走到了他面前 张开翅膀 头向下低 就像是人类那样 一块给周姐鞠了个弓 在周姐震惊无措的表情中 两只鹦鹉鞠完了弓直起身子 齐声地说了一句 对不起 不说是一只鸟了 在人类之中 这种鞠躬道歉的行为 也是很有诚意的 把周姐整个人都惊呆了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依旧处于完全的震惊当中 刚才他们都在激动地发着弹幕 基本上都没怎么注意 这几只鹦鹉是怎么回事 只有少数人知道 鹦鹉之所以会再次如此郑重地 跟周姐道歉 都是南妙熙的功劳 周姐对面前大蓝鸟的郑重道歉 十分震惊 虽然脑子一时间没有反应地过来 但已经条件反射地说了句 没 没关系 见到犯了错误的鹦鹉们 得到了当事人的原谅 南妙熙开心地笑弯了眉眼 一双信眼 此时像个月牙一般 笑眯眯地搂住了道完歉 回到他身边的那两只 小金刚 来没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哦 要是哥哥知道了 肯定也会为你们骄傲的 那两只道歉的鹦鹉 这会儿也一改之前 垂着脑袋的丧气模样 兴高采烈地仰着头 用弯钩一般的鸟会侧面 轻密地蹭了蹭南妙熙白熙的脸颊 哈哈哈哈 别蹭了 哈哈 你毛毛砸到我脖子了 好痒啊 哈哈 南妙熙被大鹦鹉们 逗得哥哥直笑 鹦鹉们也非常高兴 这会儿 已经开始围着他 蹦蹦跳跳地转圈圈了 大概是会说话的鹦鹉太难得了 这几个鹦鹉 就好像是画牢一样 一直叨叨叨个不停 直播间的观众们 本来还正处于对鹦鹉会说话 还会乖乖跟人鞠躬道歉的震惊之中 却在看到现在的场景 一个个人均不惊 南妙熙今年九岁 个子在同龄人中不算高 大概只有一米二左右 这些鹦鹉里最高的那只 都有一米高了 站直了看起来 几乎跟南妙熙差不多大小了 一群大鸟 看起来真是又可爱又滑稽 好了好了 不要再转了 我脑袋都要被你们转运了 南妙熙身手摸了摸 手边最近的一只鹦鹉的脑袋 让人恍惚地从他脸上 看到了一抹慈爱 被摸了脑袋的鹦鹉 也是一脸享受的晃了晃脑袋 蹭着对方的掌心 包括周姐在内 直播间的所有观众 看到这一幕都不由得心口发软 善良好看的小朋友 可爱友善的小动物 这大概就是最治愈人心的存在了吧 大家的嘴角都不自觉地勾了起来 露出了一母笑 周姐看着这么一堆鹦鹉 围在南妙熙身边 一个个都伸着头等着要女孩摸摸 也一步步地挪了过来 面对那些蛇呀 蜘蛛啊之类 有些恐怖的宠物时 周姐微微懦懦 别说靠近了 甚至恨不得多伸两条腿 能逃多远逃多远 但这种长得好看 又毛茸茸的小动物 还是对大多数女孩子很有吸引力的 周姐此刻就非常想帮帮南妙熙 她显然有些忙活不过来了 谁知周姐才小心翼翼地伸手过去 就被对方一歪头躲了过去 周姐本来还有点小兴奋 小期待的 结果突然被躲了过去 让她一下愣住了 手也很尴尬地停在了半空 就见那只歪头躲她的鹦鹉 甩了甩脑袋 跟你又不熟 别摸我 那声音里满是傲娇和不屑 周姐真是被惊的眼珠子都瞪大了 直播间的水友们反应也是差不多 都是又惊讶又觉得好笑 这些鹦鹉真是成精了吧 居然连跟你不熟这种词都会啊 其实这几个鹦鹉 都是我大学同学 考试的时候坐我前面 6666 现在除了抠6 我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这是鹦鹉吧 是吧是吧 不是有人穿着玩偶服假扮的吧 鹦鹉为什么要躲开周姐啊 求求周姐摸我吧 我不躲的 鸟就是鸟 那么大的美女要给摸摸 居然这么不识好歹 鹦鹉的审美 大概跟人类不一样吧 我们觉得好看的她们 不一定觉得美啊 我猜是因为 周姐今天衣服的颜色太单调了 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妙妙穿得多可爱啊 老婆你等着 我这就给你下单 七彩鱼网袜 直播间的弹幕逐渐歪楼 周姐这边却没有看到她们的发言 有些不服气地插着腰 指着那只鹦鹉说道 还不是要多来往多接触才能熟 你上来就拒绝 怎么才能熟起来 对于怎么制造节目效果 周姐也是相当有经验的 果然 这话一出 直播间的弹幕 全都被哈哈哈哈填满了 本以为鹦鹉听不懂这么复杂的语言 不会回复周姐这话的 谁知那只鹦鹉真的像人一样 择了一声 语气更加不屑了几分 拜托 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好不好 而且我有老婆了 请你自重 本来只是想简单说几句调侃一下 搞点节目效果的周姐 此时被这些话 直接雷得外焦里嫩 当场实话了 直播间这次 真的是笑疯了 哈哈哈哈的弹幕 足足罢评了好几分钟 才渐渐出现其他的内容 我真是笑发财了 这鹦鹉也太搞了吧 周姐你说 你惹谁不好 人家有老婆 哈哈哈哈 女人 请你自重 哈哈哈哈 我已经做成表情包了 真的笑死 我老婆再也爱想摸别人老公 被对方要求自重 要不是亲眼看的直播 我肯定不相信 这是真的 请快点 把这七视频剪出来吧 孩子着急想再看一遍 陆屏以上传为博 哈哈哈哈 能看到这个名场面 真是此生有幸啊 哈哈哈哈 说了让你自重 乖乖回来吧老婆 直播间 谁友们各种调侃嘲笑 看着周姐那副风中凌乱的模样 大家笑得更大声了 连南妙西 也被大鹦鹉和周姐之间的互动 逗得捂着嘴咯咯咯 笑得乐不可知 与直播间 谁友们的欢乐盛腾不同 京都生物科学研究院内 不少学者们 都被突然爆出来的这一发现 惊到了 紫蓝金刚鹦鹉 可是在好几年前 国际上就已经宣布了 确定野外野生族群 已经彻底灭绝 只剩下仅存的几十只 被各国小心翼翼地圈养着 结果万万没想到 居然在一个娱乐主播的直播里 看到了紫蓝金刚鹦鹉的 野生族群身影 这对生物研究戒而言 绝对是一个重磅发现 几乎所有相关的研究专家学者 都连夜开始研究这一话题 被认证灭绝的生物族群 再次出现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这一场直播 也算是让众人开了眼界了 那些从来都不关注 生物科学的人们 也都因为直播间水友的科普 知道了什么是宾威保护动物 因为之前直播间里有人说 紫蓝金刚鹦鹉的野生族群 已经灭绝了 让许多不明就里的水友们 自己抛弃千读查了资料 本来在直播间里 笑笑当道的大家 看到那些关于野生动物 灭绝资料时 回想起那些活力满满的大鹦鹉 其实在看这场直播之前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 世界上还有一种鹦鹉 叫紫蓝金刚鹦鹉 而且在几年前 就已经灭绝了野外族群 观众们大多都是年轻人 他们或许都不太明白 一个物种的灭绝 对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 现在因为看了几场周姐的直播 看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生物 让许多人对这些 都产生了不小的兴趣 这场直播一直持续到了中午 南妙西从厨房拿了一些坚果 给大鹦鹉们喂了一些 等到他们也要吃午饭的时候 才依依不舍地和鹦鹉们告了别 不同于直播间的娱乐欢快 京都生物研究院里 却是忙忙碌碌 甚至研究院的院长 也是一夜未眠 他是曾经做过 有关于紫蓝金刚鹦鹉的 深入研究的 因此对这种鹦鹉 多少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感在 在得知紫蓝金刚鹦鹉 野外种群彻底灭绝的时候 院长当时就十分难过惋惜 现在又听到了 有关这种鹦鹉的消息 不免内心又澎湃了起来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只要一闭上眼睛 脑海里就全是那一只只 美丽的蓝色身影 虽然研究所里 也是有紫蓝金刚鹦鹉的标本在 但每每看到标本 院长心里都很不适滋味 即便是把标本做得 再怎么栩栩如生 也终究是个僵硬的死物 始终不能跟灵巧可爱 活力满满的活体相比 院长坐卧不安 躺着也睡不着 最后天不亮就起了床 眼睛里满是红血丝 看着手里的照片 陷入沉思 这几张照片 都是手下的研究员 按照他的吩咐 从那些网上传的 直播录屏里截下来的 被清晰放大的照片里 一支支的 全都是院长一辈子 都忘不了的蓝色身影 他们的外形特点 就像是刻印在了心里 只一眼就能认出 这绝对就是紫蓝金刚鹦鹉 并不是什么亚种 再三思量 院长打电话 叫来了助理 让他一大早就安排人 去跟那位女主播公司的 工作人员进行交涉 他一定要尽快找到 周杰所在地方的位置 亲眼见见 这些活生生的紫蓝金刚鹦鹉 助理本来正安静地 听着院长的吩咐 把要求一一记下 打算等会儿就去执行 没想到 最后院长居然说 自己要亲自去一趟 这可把助理吓到了 他连忙开口拒绝 不行啊 院长 医生说了 您最近的身体情况不太乐观 必须要安心静养才行 老院长宁正国 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 再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 因为前半生兢兢业业的工作 科研工作又相当耗费精气神 让他不过六十多岁 就已经白发苍苍 看着有些老太隆重了 前些天觉得不太舒服 去医院检查了才知道 他身体的问题又加重了 必须要少操心 少烦恼少忧思 最好什么都别管 安安心心静养 才能稍微恢复一些 康成伟除了是老爷子的工作助理之外 也负责照顾他的生活 这个时候说什么也不愿意松口 我已经查过了 那位女主播 顾及到小女孩家的个人隐私 关于去那小山村的路线 是一点都没有透露出来 现在只知道是在锦宁市 从京都到锦宁 那可是有1700多公里啊 您的身体现在可经不住 这么长途跋涉了 医生说了 您现在的身体必须要静养 您不听我的 难道还不听医生的话吗 助理康成伟 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地劝了 可却丝毫没能动摇 老爷子宁正国 想要去亲眼看看 紫兰金刚鹦鹉的决心 他伸出有些干枯的手 拍了拍助理的肩膀 成伟 你跟了我也有十几年了 应该是了解我的 你觉得我现在这状态 能静得下心来吗 能不优似多虑吗 你拦着不让去 我知道是为了我身体考虑 可我不亲眼看到他们 又怎么能吃了下饭 睡得着觉呀 老院长字字句句 情真意切 眼神浑浊却坚定 助理沉默了半晌 这才终于松了口 您要非得去我 也拦不住 但您要带上小送医生 路上也得听我安排 见对方同意了 老院长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 好 都听你安排 即将退休的老院长 要出远门的消息传出来 科研院的研究员们 一个个的都震惊不已 他们也多少听说过一些 关于老院长身体情况的消息 以为对方会安静地 在所里带到退休 然后直接去疗养院养老的 没想到这么大年龄 身体又不好 居然还要这么折腾 跑上千里路出差 不过在得知是发现了 已经灭绝了野外种群的生物 再次被发现 一个个的立马都来了精神 纷纷表示 自己也要跟老院长一块去 只是每次出差的名额 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让整个科研所的所有人都一起去 最后还是让老院长 自己挑了几个研究员随行 周姐第二天刚开启了直播 没一会儿 就收到了公司那边打来的电话 啊 这么突然吗 谁要来啊 不行不行 这是我不能做主 就算我人已经在这了 直播也已经开了 这也是在别人家里 我肯定是要争取人家同意才行啊 对 现在不能告诉你 知道了 你等着吧 我去问问 再给你回电话 刚进入直播间的谁友们 就看到周姐正在打电话 一个个都有些不明 所以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就见周姐挂了电话 就直接去把自己带来的助理和摄影师 都叫到了一起 十分严肃地训着话 如果有人找你们打听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绝对不能随便透露 不然后果非常严重 明白吗 助理小张和摄影师小刘 被周姐的话 说的一时之间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 还是听话地点点头 知道了周姐 几人合作时间也不短了 彼此之间多少也算有些了解 得到了他们的保证 周姐点点头 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去找了南妙希 此时 南妙希刚吃过早饭 正坐在大大的娱乐室的沙发上 看着投影在荧幕墙上的动画片 周姐到的时候 见对方看得那么专心致志 有些不忍打扰 不过想着自己的事情有些紧急 只能压低声音 叫了南妙希几声 啊 怎么了小雨姐 南妙希拿起遥控器 按下了暂停 转过头问去 看到周姐一脸不好意思的表情 有些诧异 小雨姐试过来找妙妙 一起看动画片的吗 这一部也很好看的 周姐摆了摆手 虽然觉得有些冒昧 但还是开口解释了起来 不是的 姐姐是有事情要跟妙妙说 两人坐在沙发上 周姐把刚才公司 给她打电话过来的事情 跟南妙希说了一遍 等着对方的答复 本以为小朋友要考虑考虑 或者打电话问问妈妈 才能决定的 谁知 她却眼睛亮晶晶地 立马点了头 当然可以啊 周姐有些猛 怀疑是不是自己没说明白 或者是南妙希没有明白 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怎么连想都不想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呢 于是就又耐心地 跟小朋友解释了一遍 就见南妙希点点头 我听明白了的小雨姐 就是有专门研究 生物的叔叔伯伯 看到了小金刚他们 非常想要来亲眼看看他们 对不对 周姐点了点头 这么说也没错 南妙希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 姐姐 你别看小金刚 那几个很调皮 其实 他们真的都是很好很好的鸟 小金刚跟我说过 他们的朋友很少 所以很喜欢跟我一起玩 现在 既然有人那么喜欢他们 不远千里都愿意亲自过来看看 我当然同意啊 我希望我喜欢的朋友们 也能被更多的人喜欢 让大家都知道 我的这些朋友 都是特别好 特别可爱的存在呢 周姐完全没有想到 南妙希会说出这么一番话 也因为小朋友的赤子之心 感觉到振振感动 或许只有这样纯洁干净的心灵 才会让人感到 如此的真诚炽热吧 你是我认可的朋友 我就希望全世界都能知道 你有多好 这样的心态 能做到的人 真的很少很少 也很难得了 周姐十分愿意守护这份 真诚热烈的心 好 既然你同意了 那我给妈妈那边打个电话 如果妈妈也同意的话 我就把地址 告诉那几位研究员叔叔伯伯 好吗 南妙希用力点点小脑袋 当然可以啦 姐姐快去打电话吧 周姐拿起手机 走到门外 去打电话去了 南妙希按下遥控器 刚才的动画片又继续播放了起来 直播间的水友们 此时也是一片沸腾 其实大清早的 正常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都不会有多少 但周姐的直播间 简直就是个例外 毕竟这两天 看过周姐直播的都知道 最近的直播 都是在南妙希 这个可爱小姑娘 老家的大宅子里进行的 这种地方 对于那些常年生活在 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的 水友们来说 着实是有些新鲜的 更何况 看着周姐的直播 时不时的 就能看到点让他们 无比新奇的东西 南妙希这个漂亮可爱的小朋友 简直是太能带给观众们惊喜了 就比如此时此刻 在听到南妙希小朋友 讲的那一段话之后 不仅是周姐 直播间里的众人 也深受感动 我 我小时候 要是也能有像妙妙一样的 好朋友就好了 这家人的家庭氛围 一定非常好 只有生活在三观正常 充满爱的家庭里 才能教育出这样的孩子来 我就知道 一上网就能看到 有人骗我生女儿 以后我的孩子 要是能有妙妙一半 聪明可爱 懂事乖巧就好了 老婆老婆 咱俩也生个妙妙这样的闺女吧 只有孩子身上 才能看到这样的天真帅直吧 真是可爱 其实妙妙的那些宠物朋友 我都非常喜欢 我也想去看看 真的 带我一个 我也要去 周姐周姐 求个地址啊 我去帮你跟昨天 那几只大鹦鹉掰头 肯定不让他们在欺负你 还有我 还有我 带我一个 组队家一 组队家 别忘了我 组队家身份正好 周姐此时已经打完电话回来了 看到直播间 全都是要周姐告诉他们地址 他们也要来看看的水油弹幕 周姐笑了笑 安抚着大家的情绪 各位家人们 大家都淡定点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 谁会想看到 这么可爱的妙妙失望呢 我明白 大家都想让妙妙知道 她的那些小动物朋友们 很受大家欢迎 很多人都喜欢他们的 但现在 我这边的情况呢 大家应该也清楚 希望家人们也能理解一下我 这话一出 刚才不停刷着 要求周姐告诉他们地址的水友们 都渐渐消停了下来 但凡这两天都看过直播的 自然都知道 周姐现在是在南淼西的老家 来这里的一路上 为了保护男家的隐私 都没有过任何关于路段信息的泄露 这是周姐坚守的底线 也是老粉们 不管黑子怎么骂 都坚定喜欢周姐的原因之一 周姐虽然平时脾气火爆 人也不算很聪明 但她真诚善良有底线 偶尔也能流露出 自己温柔的一面 这样的女主播 只要多了解了解 谁又能不爱呢 大家都纷纷跟周姐表示理解 不会无理取闹 绝对支持周姐工作 不愧是我的粉丝 就是像我 都这么通透豁达 充满智慧 哈哈 在周姐爽朗的笑声中 又迎来了直播间 水友们的一片善意嘲笑 就在众人正其乐融融之际 周围突然按了下来 居然停电了 现在时间 大概是中午一点多 已经停电了快三个小时了 中午虽然停电 但老宅子厨房 自然有不需要电的土灶可以用 没有空调 这大中午的实在是太热了 娟子神给大家做了冷面吃 用地窖里的冰块冰镇的汤 大家吃过之后 果然凉快了不少 可是在六月天的大中午 气温三十七八度 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 即便是刚吃过冷面 也维持不了多久 吃完饭不过一会儿 众人一个个都热得汗流 加倍了起来 直播间也在告知了 水友们停电了之后 暂时关闭了 毕竟直播设备耗电部说 散热也挺厉害的 在这么热的时候 谁也不想再多来点热量 南妙西小朋友 这时候也有些热得受不了了 用手里的小手绢 擦了一下流到脖子上的汗 刘孩已经湿答答地 贴在了额头和脸颊上 整张小脸红扑扑地 皱着秀气的眉头 整个人都没了精神 小玉姐 真的好热啊 什么时候才会来点啊 周姐用扇子给两人扇着风 文言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刚才她让助理小张去问过了 说是村子里的电路出了点问题 现在已经在维修了 不过还不能确定 具体什么时候能够修好 见周姐摇了摇头 南妙西无奈地长叹一声 夏天真的是好热啊 声音落下 屋里就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只能听到 大家因为太热而喘气的声音 在所有人都祈祷着 能快点修好电路 赶紧来电的时候 南妙西小朋友 突然从沙发的凉席上蹦了起来 有了有了 小玉姐 咱们一块去我的秘密基地吧 秘密基地一定很凉快的 看到小姑娘双眼亮晶晶的模样 周姐心念一动 想也不想地点头同意了 好啊好啊 咱们现在就去 南妙西为自己突然想到这个好的主意 高兴得又蹦又跳的 小玉姐我跟你说哦 秘密基地是哥哥找到的 我们俩谁都没有告诉呢 那里特别好玩 你去了肯定会喜欢的 周姐连忙把兴奋的 蹦蹦达达的小姑娘按住 抽出几张纸巾 又给她擦了擦汗 好 那咱们就去秘密基地 让姐姐好好长长健身 助理小张表示 他们的设备什么的 都还要有人守着 就留了下来 毕竟那些设备都价值不菲 还都是由小张来负责管理 要是丢了或者坏了 他可都是要负责的 周姐也不抢球 就带着摄影师小刘 跟在南妙西身后 一块出发了 几人出了宅子 就顺着村里的路 一直朝西边走 路过来的第一晚 举行篝火晚会的大广场 依旧继续往前 一直走出了村子 看着周围慢慢没有建筑物了 周姐不由地好奇了起来 这基地不是在村里啊 走在前面火力满满的 南妙西点了点头 对啊 还要继续往前走哦 在山里面呢 周姐闻言 心里一个咯噔 看着看着前方的小路 那分明是往山里去的 想起之前南妙西跟她说过 后山是这方圆百里最最危险 绝对是有去无回 普通人绝对不能去的地方 可现在他们这个方向 是要去后山的吗 周姐有些紧张 啊 妙妙你不是说后山里非常危险 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吗 南妙西听到周姐这么紧张的语气 笑嘻嘻地回答 没有了 我怎么会带你们去后山呢 哥哥说 这边就是村子外的一个小土铺而已哦 大概是因为从认识到现在 南妙西从来都没有说过假话 所以现在听她这么说 周姐原本紧张的心情 立马安稳了不守 那就好 你别走那么快了 来伞下面 周姐快走几步 追上在小路上 蹦蹦跳跳的小朋友 把她揪到遮阳伞的阴影下面 妈妈说 让我这几天好好照顾你 可不能让你就这么在太阳底下晒了 到时候等妈妈来了 看到个小眉球 肯定要生我气的 姐姐也是关心你啊 你可不要嫌我烦 你看你这么白嫩的皮肤 一直晒太阳会被晒伤的 南妙西笑嘻嘻 任由周姐拉着自己的小手 小一姐 你跟我哥哥好像哦 总喜欢念叨我 周姐还在念叨的话一顿 随即脸上也露出了个笑容 可怜他们身后 扛着摄像机的小刘了 看着前面彼此关心的两人 委屈巴巴地撇了撇嘴 哎 别人姐妹情深 只有她是个晒成黑炭 也无人关心的苦逼工具人 在征得了南妙西的同意 在上山的时候 小刘就把直播间打开了 开到周姐开播了 不少观众立马涌了起来 看到直播画面里 是正在走山路的周姐和南妙西 一个个都好奇了起来 这是在做什么啊 我看天气预报了 今天紧紧户外温度可是38度 这大热的天 你们爬山啊 周姐该不会是脑子热糊涂了吧 这种天气要是在山里中暑了 是要出人命的 之前停电了是还没来电吗 现在什么情况 直播间众人十分不理解 周姐他们这是要去做什么 直播画面之中的山林景色 也还是挺养眼的 引来不少水友夸赞 不过大多数人还是在劝周姐他们 不要在这种温度之下 进行户外活动 认为这样会有危险 建议他们快点回村里去 不过周姐现在正忙着走山路呢 没有空看弹幕 自然也就不知道水友们的那些劝告 妙妙 还要再走多久啊 我怎么感觉 咱们已经距离村子好远了呢 南妙西文言停下脚步 其实这是你的错觉哦 小于姐 咱们并没有走出村子多远的 不信你回头看 周姐听到这话 下意识地随着对方的指引 回过头去看向来时的路 他们走的这条山路 是一路向上的 果然就如同南妙西说的那样 这是村子附近的一处小山坡 周姐回过头去 看到的就是远处变得有些小 但还能看得很清楚的村庄 叹了口气 看来是他有些太缺乏运动了 那咱们还要再走多久啊 南妙西脚侠一笑 其实也没有多远了 翻过前面这座小山丘 就能到了 啊 这么远啊 顺着眼前的小路看去 他们站在一个小山坡上 继续往前走 就是下坡了 可是下坡之后 又会是一个斜斜的上坡 按照南妙西的说法 他们这就是要翻过两座小山 才能走到啊 南妙西歪了歪小脑袋 可爱地说道 对啊 就是因为别人都找不到 所以才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哦 当初哥哥第一次 带我来秘密基地的时候 可是绕了好几圈才到的呢 现在的路 还是哥哥后来 费了好多功夫开辟出来的 听他讲得兴致盎然的 周姐也认真听着 心里不禁有些感叹 南妙西明明是个 娇娇软软软的可爱小朋友 居然能走这么远的山路 一点都不较累 他这个二十几岁的成年人 现在连个孩子都比不过了 还真是有点惭愧呢 听着前面两人的对话 直播间里的水友们 也渐渐明白了 现在到底是要去做什么 想让周姐不要再往山里走的水友们 也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认真地随着直播镜头 一起看起了 这城里见不到的秀丽景色 站在山坡顶上 镜头抬高 由静置远入目所 即全都是一片片 郁郁葱葱的绿色 光是看着 就让人感觉心旷神怡 即便是列阳高照 但站在这高处 感受着轻浮山岗的微风 盈盈掠过 浑身的燥热和湿闷 好似都被随风带走了一般 周姐站在原地张开双臂 五间山林中的空气是清新又温暖的 深呼吸着 感觉身体内的浊气 都好似被洗地干净了似的 短暂停留片刻 一行人便继续顺着小路走了下去 后面的路上进了林子 基本上已经不必再打遮阳伞了 茂密的树冠 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偶尔有阳光从树叶缝隙之中倾泻下来 变成地上摇摇晃晃的斑驳光点 这些光点随着树木的枝压 草丛一起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如同在山间游荡的小精灵 在水林中嬉戏玩闹着 这里真美啊 周姐看着入木地景色 不禁感叹着 感觉好熟悉 好像我小时候看过的 哪部电影里的画面 周姐这话 立马也引起了直播间里 不少谁友们的回忆 能看周姐视频的 大多数年龄跟她都差不多 想来她们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 大概也应该是一致的吧 有的说是龙猫 天空之城 有的说是人参亡国 七色鹿 再往前走 耳畔隐隐传来 阵阵流水的花花声 迎面吹过来的风 都让人明显感觉更加清凉 妙妙 前面是有河吗 周姐忍不住询问 南妙熙却神秘一笑 摇了摇头说道 小鱼姐你猜 说完就蹦蹦跳跳地往前跑去 见小朋友居然学会卖关子了 周姐也脚下不停 迎着让人感觉清凉舒适的微风 也跟了上去 耳边的流水声越来越大 走过这段小路 眼前书弟豁然开朗 周姐发现 她刚才其实猜对了一半 这里的确是有一条河的 但也不止有一条河 居然还有一座瀑布 离得近了 刚刚那哗啦啦的流水声更大了 瀑布水势奔涌 宛若一条灵活的蛟龙 从高处急速而下 冲击着石壁 翻滚着落下 毫不留情 狠狠撞击在瀑布下方的水面上 翻涌出片片白色浪花 就像是瀑布下 开着一层层白色的绣球花一般 那些见舍而起的水珠 在阳光之下晶莹透亮 竟是在河面上 折射出了一道彩虹桥 在周姐这个角度看去 那彩虹桥颜色鲜艳 宛若实质 要不是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 周姐都要以为 那真的是一条能过人的美丽彩虹桥了 南妙西蹬蹬蹬地跑到了小河边 兴奋地朝着周姐他们招了招手 周姐本来还沉浸在这样难得的美景当中 此时看到南妙西已经跑到河边了 吓了一跳 连忙也把腿追了上去 追到女孩跟前 一把抓住了她白嫩的小手 妙妙 河边会有危险的 你一定要紧紧牵着姐姐的手 千万不能掉下去了 知道吗 周姐的声音很严肃 南妙西眨拔了一下大眼睛 乖乖地点了点头 直到拉小于姐 见南妙西如此乖巧 周姐紧张的表情和缓了许多 她之所以会这么紧张 也是因为 从前亲眼看到过小孩子溺水 还记得 孩子被救上来的时候没了知觉 孩子的父母抱着她的身体 哭得撕心裂肺的 这件事对周姐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之后每次看到有小孩子 靠近河岸边的时候 都会下意识地紧张 非常害怕 他们会掉到谁里去 此时拉着南妙西的手 赶紧跟河边拉开距离 你放心吧小于姐 我会游泳的 这里的水很浅 我小时候还跟哥哥一起 在河里摸过鱼呢 大概是看出了周姐的担心 南妙西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 跟对方保证 自己绝对不会有事 不等周姐再说什么 女孩就指着瀑布的方向说道 小于姐 你看那边 再爬过那座山 就是后山的范围了 顺着南妙西的指引 周姐看向瀑布 这是一条很宽的瀑布 高高地耸立在山崖之上 按照南妙西的说法 瀑布后面还有一座山 只要翻过去 就是那个危险到进去 就有死无生的后山了 眼前这座瀑布 就像是最忠诚的守卫 在此地作为一座天然的屏障 守卫着后山 不让人类随便进入 打扰那里的安宁 小刘的拍摄技术很好 此时她将镜头对准了瀑布 缓缓推进 直播间的观众们 顶略到瀑布的壮观 看着画面中的浪花翻滚 水友们仿佛也感受到了 那清烈甘甜的山间清泉 感受到清凉的林间微风 轻轻拂面而过 真的好美啊 比我之前去的景区还美 这地方要是开发成风景区收门票 我也去啊 对对对 这才是真正的自然风景 比那些景区的美万倍 大自然还真是鬼斧神工啊 众水友们不停夸赞着 这里风景有多令他们震撼时 南妙西已经蹦蹦答答的 在周围来回溜达着完了 周姐为了保证她的安全 一直拉着手不放 突然 眼角余光扫过一处 眼神瞬间就被吸引了过去 周姐此刻的内心是有些震撼的 她从前是个游戏主播 每天大多数时候都是宅在家里 坐在电脑前面打游戏 开直播 即便是有需要出差的工作要做 那也都是在室内的 曾经也跟家人朋友 一块出去旅游过 那些匆匆一撇的景色 却从来都没有在她的记忆里 留下什么痕迹来 可此刻看到的这一幕 周姐相信她这辈子 恐怕都难以忘却 大概是在河畔边上 灶热的空气都被流动的河水给带走了 不再能感觉到半分暑气 浑身的汗都被清凉所取代 南妙西跑来跑去地溜达着 周姐怕她会有危险 时时刻刻都跟她周围 刺客南妙西停住了脚步 蹲下身摘花 周姐则是站在原地下意识地 看向了瀑布的方向 先前并没有发现 这瀑布与她在网上看到的那些视频图片 有什么区别 此刻却被震撼住了 瀑布花花流淌 溅起重重白浪 瀑布后的山峰高高耸立 在其身后 瀑布两旁淋漓着高大茂盛的树木 从周姐现在所在的这个角度看去 那瀑布就好似在一片巨大贝壳正中 闪耀着灼灼光辉的巨大明珠一般 耀眼夺目 璀璨迷人 周姐自认文化程度不高 在面对如此美景的时候 心中思绪感慨万千 想赞美的话脱口而出 最后只化作了两个字 卧槽 摄影师小刘一直站在不远处的一块大青石上 拍摄着周姐两人 镜头随着他们的身影移动 此时见到周姐突然站在原地 满脸震惊 口中又出发惊呼声 以为是出了什么事情 连忙抱着摄像机就跑了过来 周姐怎么了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不是有什么危险 她出来之前 可是被小助理再三交代过的 在野外一定要看好这一大一小 千万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在以为出了什么变故的时候 小刘下的心脏都要从嘴里蹦出来了 焦急地盯着周姐 见她也没出什么问题 眼神一转又看向了蹲在旁边摘花的小小身影 刚想开口询问是不是南妙西出了什么问题 结果就被周姐一下拽住了袖子 快来 小刘 你站在我这里 快快快 小刘不明所以 被周姐拽着也不敢反抗 亮枪两步就站在了周姐刚才所站立的位置 你看 朝那边看 周姐指着瀑布的方向 想让小刘也接受一下来自大自然的震撼 顺便还拿走了小刘手里的摄像机 对准了她的脸 直播间的众人 此时也是一脸莫名其妙 刚才还看周姐看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变成周姐拍摄像师了 在直播间众人的注目之下 就见小刘先是满脸迷茫 随着眼神聚焦 瞬间变成了一副完全被震惊到的模样 卧槽 小刘也是情不自禁地 发出一声和周姐一样的感叹 这可把周姐乐坏了 哈哈哈哈地笑个不停 小刘好一会儿 才从眼前看到的画面回过神来 就看到周姐笑得花枝乱颤的 一时间又迷茫了起来 周姐则是把摄像机塞回到小刘手里 还一边笑着说道 小刘你不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吗 怎么一开口也就只会说个卧槽啊 哈哈哈哈 小刘被周姐嘲笑得满脑门的黑线 好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只能含含糊糊地说道 我先拍摄 周姐也没为难她 白白手示意让她拍景色 直播间里的水友们 不明就里都有些着急 一个个竖着弹幕问周姐到底是怎么了 在卖什么关子 有的人实在忍不住 还发醒目留言询问情况 周姐看到了那些弹幕并没有及时回复 而是跟大家说别着急 你们接着看就是了 小刘在周姐的示意下 将镜头缓缓地从她转到了瀑布的方向 直到角度跟刚才的一样时 直播间里陷入了短暂的安静 所有弹幕在那一刻 好似全都被屏蔽动态了一般 没有一二个人说话 几秒钟之后 弹幕彻底爆发 卧槽卧槽 刚才我还纳闷呢 现在终于明白 周姐和小刘刚才为什么会说卧槽了 真的是卧了个大槽 这是什么 这是我不用买门票就能欣赏到的景色吗 周淑瑜 我命令你三秒钟之内 把你所在地的所有资料都发给我 立刻 我也去过无数景区 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奇观啊 丝毫没有人工刻意为之的痕迹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自然景区啊 没想到我只是随便看的直播 居然就能看到如此美如仙境的画面 多拍点 这个主播我就关注了 殷勤彩幻光明灭 株莲翠卷千堆雪 奈何本人没文化 一句卧草走天下 周姐看着满屏的弹幕 笑呵呵地跟大家互动着 聊了几句 发现南妙西还在埋着头摘花 周姐也不禁好奇地仔细看了过去 刚才那明珠瀑布的画面 着实是把她震撼到了 那样壮丽绝美的奇景 让她根本无法将注意力 再多分给其他地方一点 以至于只知道南妙西在摘花 却并没看清 这边的花朵 都是些什么模样 这一眼看过去 才发现边上的高大的树木下面 一丛丛的 全都是各色鲜艳的花朵 看起来好像还都不是一个品种的 在一起堆堆叠叠的 看着还挺有一种错落的美感 周姐家也养过一些花花草草 不过都是爹妈他们种的 周姐自己顶多能帮忙浇浇水 她连兰花和绿花袋里的草都分不清 更别说认识 眼前这些各色鲜花的种类名字了 只能糊弄着 跟直播间的观众们介绍了一下 这有一地的花 很红 很好看 谁友们前一刻还沉浸在大自然的魅力之下 此刻一下子被周姐的介绍给逗得笑喷了出来 连小刘都没忍住 笑出了声 周姐这介绍说明还真是朴实无华 就在此时 周姐的目光突然被一株略有些奇怪的小花给吸引住了 那是一株看起来还算比较低调的植物 它的叶子很大 上面还有一些绒毛 花朵又很小 花叶的比例看起来有些奇特 每一朵花都 有五片白色或淡紫色的花瓣 花瓣上有一条条十分明显的不规则纹路 那些纹路从深紫色的蕊心之中蔓延而上 纹路里的紫色渐渐变淡 这种花周姐第一眼看去 其实是觉得她一点都不好看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心里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想要靠近的冲动 就好像有个声音一直在她耳畔悄悄地说 走过去吧 看一看那些特别的小花 摸一摸花瓣 你会发现她不为人知的美 周姐脚步缓缓移动 朝着那一株小花挪了过去 手向前伸着 看那样子好像是想直接折下一朵 直播间的水友们看到这一幕 纷纷嘲笑了起来 周姐刚才那么粗糙地介绍美景 现在又要折一朵这么粗糙的花了吗 文化程度在这放着 你没什么词汇可以形容 自己看到的东西我理解 现在怎么还审美都有问题了呢 老婆你别想不开啊 那小野花又不好看 你摘它干嘛呀 还是妙妙眼光好 我盯了半天了 妙妙摘得花多 好漂亮啊 周姐求求你 跟人家小姑娘学习学习 什么叫正确审美吧 在一众人的嘲笑之中 突然有一条醒目流言 明晃晃地亮在了所有弹幕的最上方 醒目的亮黄色 立马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千万不要碰这个花 这是天仙子 有毒的 刚才还在嘲笑周姐的水友们 看到这条弹幕 一下子全都炸开了锅 也跟着刷起了 让周姐不要碰那些花的弹幕 可周姐此时并没有看直播屏幕 小刘那边是用摄影机拍摄的 也没有看到那些弹幕 一时之间 众人的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 紧张着急到不行 要不是技术不允许 不少粉丝都想分分钟冲破屏幕 到底现场去拯救周姐了 此时的周姐就像是鬼迷心窍了似的 就是觉得眼前的小花看起来很顺眼 特别想要靠近 想要摸一摸 就在她的手即将碰到花瓣的时候 突然一阵伴着冰凉水汽的冷风迎面吹来 这阵冷风 直接把周姐吹得打了个哆嗦 随即脑子一下 就清醒了过来 她迷茫地眨了眨眼睛 又仔细看了一眼眼前的小白花 只觉得莫名其妙 明明这么普通 甚至有点难看的小野花 她怎么就会突然那么想摘一朵呢 真是奇了怪了 周姐挠了挠头 有些不解地左右看了看 旁边的花都比这个好看 她的审美绝对没问题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正在周姐疑惑不解之时 她下意识地朝着直播的手机上看了一眼 就看到已经快要结束的那条醒目流言 瞳孔的 惊得放大了 谁友们见周姐没有真的摸上那朵花 都松了一口气 结果在听到周姐 讲述她刚才的奇怪感觉时 心又都提了起来 纷纷议论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是这山林之中 有什么鬼怪妖精 不等谁友们发表自己的睿智猜测 刚才发布醒目流言的那个ID 就给众人做起了科普 这种花叫天仙子 也叫梁荡 茄科植物 有大毒 天仙子的表皮 如果产生破损 她的枝叶会快速蒸发 有很强的置换性 切记一定要远离 只不过是简简单单两句话 让周姐看得遍体生寒 现在心里的疑惑都解开了 她刚才心里莫名其妙地 想要靠近那花的冲动 原来是中招了 周姐呆呆地立在原地 手脚发凉 若不是刚才 恰巧有一阵风吹过来 她可能真的就把花摘下来 说不定都已经塞嘴里咽下去了 正在摘其他小花的南妙西 也发现了 这边好像情况不太对 走了过来 看到周姐前方不远处的天仙子 皱了皱眉头 连忙一路小跑着 来到周姐旁边 把自己手里摘的那一把 各色鲜花 塞到了对方手里 小鱼姐 给你花花 这些花花都香香的 好看又好闻 你不要摘那个臭臭的 花了好不好 南妙西微仰着小脸 一脸期盼地看着周姐 那小模样可招人心疼了 周姐被可爱的小朋友 这么一撒娇 刚才身上的恐惧和寒意 都驱散了不少 见南妙西的眼神 是看向的刚才那个天仙子 连忙点头 好 我们都别摘那个花 那花不太好 南妙西见周姐这么配合 就十分高兴地 把手里所有的花都她手里 小鱼姐就把这些花花都拿上吧 我刚才在河边 铺了点水珠到上面哦 花花看起来水灵灵的可好看了 周姐这时 也发现了 手中这一捧鲜花上 那一颗颗圆滚滚的水珠子 星星点点的阳光 透过高耸的树叶缝隙落下来 将那些水珠子 都映射得一一生辉 整个花树看起来都更好看了许多 周姐这才后知后觉的 意识到了什么 刚才是南妙西在小河边上 扬起了水花 所以才会有清风 夹杂着冰凉的水汽 扑向她这边 这才让她从天仙子的 迷幻作用下清醒过来的 可是 想明白了这一点 周姐心里又冒出了个念头 让她感觉有些奇怪 觉得这是不是也太巧了些 此时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有不少人都反应了过来 纷纷发表弹幕 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 真是吓死我了 差一点我就见不到 我可爱的周姐了 我 周姐也太大意了点吧 在野外那些植物 是随随便便就能碰的吗 不认识 就不要随便碰 楼上的 你是不是眼睛瘸了 耳朵瞎了 没看到刚才大佬科普吗 没听到周姐说 自己是被置换了吗 不要吵架不要吵架 只要人好好的 没事就好了 真是吓死人了 这两天看周姐直播 我都要心机梗塞了 又碰到这么危险的事情了 可是我还是觉得 周姐是没好差 周姐看着弹幕上的内容 真是无语极了 她暂时有点不太想 理会那些水友了 刚想说些什么 就听到南妙西的声音传来 小雨姐 小刘哥哥 你们稍等我一下 两人虽然不知道 南妙西想要做什么 但既然对方都开口了 他们肯定是会同意的 好 等着你 你还要再摘点花吗 周姐的问题才问出口 她就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此时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都目瞪口呆地 看着自己的手机屏幕 有些人甚至还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不敢相信 他们看到的画面是真的 就见可爱的小丫头 迈着自己的小短腿 蹬蹬蹬几步 就跑到了那一株天仙子跟前 没有半分犹豫 眼皮子都没多眨一下 直接伸出 手抓住了天仙子的筋干 咬着牙 两脚错开 小胳膊一使劲 竟然直接将那一株天仙子 连根带虚地 从地里拔了出来 卧槽 卧槽 不是 刚才那位大佬 不是给我们科普说这玩意儿 有大毒吗 真的假的 骗人的吧 会不会是大佬记错了 其实这东西没毒 我是植物生物技术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你完全可以相信 我说的 虽然很遗憾 但这的确是有剧毒的天仙子 我不信 妙妙肯定会没事的 直播间里 一顿鬼哭狼嚎的 惋惜和伤心难过 周姐刚才也是看到了 直播间里 关于天仙子科普的那几条弹幕的 此刻看到南妙西徒手去 拔掉了有剧毒的天仙子 吓得他 心脏猛然皱缩 目自欲裂 三步并坐两步 就跑到了南妙西身边 赶紧抖了抖他的小胳膊 让他把手里 抓着的天仙子精干丢掉 妙妙你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到 哪里不舒服 上手疼不疼 周姐现在满脑子 都是弹幕上那具天仙子有大毒 眼神都慌乱不已了 无论如何 她都绝对不能让南妙西 在她面前出事 不管对自己 还是对南妙西 又或者是对南母 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出现 就算之前曾经见识到过 小姑娘养的那么多毒虫 但这可是毒花呀 跟毒虫可不一样 植物不像小动物一样 有自主意识 而且 现在南妙西还是一直出手 把整颗天仙子 都从土地里连根拔了起来 周姐对植物花草并不太懂 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 植物的毒液 会不会伤害到孩子 南妙西看着周姐 那么紧张地检查 自己手掌的模样 虽然有些不太明白为什么 但也知道 对方这是在关心自己 小姑姐干嘛这么担心啊 我没事啊 翻来覆去地检查了 南妙西那双白嫩的小手 确定没有丝毫破损和红肿之后 周姐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皱着眉头 悬着的心 依旧没有彻底松下来 妙妙 你干嘛要扯这个 万一伤到 你自己了怎么办 面对南妙西 周姐难得的语气严肃 小姑娘眨巴着 自己水汪汪的大眼睛 有些无辜地说道 这个花花太臭了 留在这里 把别的花花也染臭了 所以我才想把它拔掉的 这是我那个坏蛋哥哥 故意弄在这里的 以前没开花的时候 倒是没发现 今天可让我逮到了 哼 南妙西嘟着小嘴 一脸傲娇地 控诉着自己哥哥 不过控诉也就只有那一句了 接下来她第二句话 就又成了对哥哥的夸赞 不过哥哥还是比较有眼光的 除了这个 其他的花花我 还是都很喜欢的 嘿嘿 南妙西小朋友的这些表现 简直又蒙翻了一大群人 直播间 众人纷纷直呼阿伟死了 锤兄顿足地痛恨着 为什么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不是自己的妹妹 这简直太可爱了好吧 一个个的感觉 自己的心都被融化了 明明很讨厌那种 在他看来臭臭的花 知道是哥哥搞的恶作剧 让他讨厌也没办法 只能无能狂怒 结果还没愤怒一下呢 立马又多云转情 说起哥哥的好来了 这样的小朋友 这样的妹妹 谁能不喜欢 在大家都被南妙西的表现 所折服的时候 有人的内心 却掀起了汹涌的波涛 直播间里 刚才为大家科普天仙子的那位 是专门研究植物生物的 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导师 他手上也是有好几篇 比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刊登在知名学术杂志上过的 在植物生物研究方面 也算是专业人士了 他现在眼睛里哪儿 还能看得到漂亮的周姐 可爱的妙妙 只能看得到 周姐手里的那一捧各色野花 这一捧花 他已经仔细辨认过了 除了其中作为点缀用的 普通小野花之外 其他的哪几种最好看的 他居然每一种都认不出 到底是什么品种 他可是专门做植物研究的呀 不过 就是小姑娘随随便便 在山林里采摘的一棚野花而已 他居然能都不认识 这个认知 对于一名植物研究专业的人看来说 真的有些太匪夷所思了 等等 刚才那小姑娘说了什么来着 她说那些花拳 都是她哥哥给弄出来的 这么大一片花海啊 全都是她哥哥弄的 植物研究专家 内心被深深震撼到了 瀑布旁边的山林之中 上方是耸立的高大树木 下方就是由各种形态 各种新装 各种品质的鲜花组成的花海 尤其是刚才镜头拍摄小女孩的时候 一闪过的那些画面 即便是闪过的速度比较快 但眼间的植物研究专家 都看在了眼里 那里真的是有好多种 极其美丽的花朵啊 作为高等学府的 植物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他能拿到手里 做研究的稀有种类植物 已经很多了 虽然知道学无止境 这世上肯定还有许许多多 他还没有学到的植物知识 可从来没有想过 会在因为无聊 才随便打开的直播间里 就见到了这么多 植物研究专家不想承认 但也不得不承认 他心里现在酸得要死 这一整片野外花海 可比他实验室的专业实验花谱 还要更让他在意 这些要都是他的就好了 直播间的众位水友们 还在不停地给周姐和南妙溪小朋友 吹着彩虹屁 只有植物研究专家 一个人羡慕的冒酸泡泡 周姐这种级别的大网红 自然有不少铁粉 其中就有不少粉丝 会自发地把周姐的直播情况录屏 发在网上 等到直播结束之后 第二天也能在直播平台 找到直播回放 植物研究专家 打算等明天了 好好找一找直播录像 把那些他不认识的花花草草 全都截图下来 一个一个地好好研究一下 现在周姐手里捧着的这几朵 她已经成功录屏了 她一边心里酸来酸去的 一边继续看着直播画面 看到直播间里 那群大聪明谁友们 一个个地还在那吹彩虹屁呢 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他们所在的直播间里 居然能看到那么多 稀有神奇的植物吧 想到这里 植物研究专家心里的情绪 得到了不少安慰 颇有一种 众人皆醉无毒性 众人皆酌无自卿的感觉 这种感觉 让她兴奋极了 手里捧着平板 在实验室里 兴奋地来回转悠 这可惊动了不少 实验室里的其他人 老师 您这是在干嘛 老师怎么这么兴奋啊 刚才我怎么好像看到 老师正在看周姐的直播啊 你去问问 快去 不行 咱俩猜拳 说得去 几经询问 实验室里的其他人 才终于明白了 他们的导师 究竟在兴奋些什么 在他们看到直播间 那几种花的截图时 一个个也都瞪大了眼睛 哇 老师 你也太给力了吧 这么多稀有品种啊 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这都是什么花 基本属性怎么样 在学生们的夸赞中 这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心里还是挺满意的 不过在听到学生们后面说的 他脸色 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 内心犹豫了片刻 还是咬着牙 承认了自己 其实也全都不认识 什么 连老师 你都不认识 这些花的品种吗 植物研究专家 闭了闭眼睛 还是点了点头 他就知道 承认自己也不认识 肯定会让学生们 被他的专业能力 产生质疑 但他是搞研究的 做不出那种 胡扯瞎边的事情来 即便是对自己有影响 还是承认了 谁知预想中的质疑 并没有怎么出现 反而是学生们 一个个也都兴奋了起来 老师 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 一起研究 没学过的植物品种了 专家看着自己 学生眼睛里 亮晶晶的神采 不由得有些恍惚 随后接二连三的学生 都跟着追问 都是同样的想法 让这位专家导师 眼睛里也充满了神采 好 咱们一块学习研究 实验室里很快忙碌了起来 无论是导师 还是学生 又或者是助手 都开始了疯狂查资料的状态之中 植物研究专家 把平板放在一旁 上面还播放着周杰的直播 他们埋头狂查资料 可始终都没有什么收获 这让专家心里 不由变得更加复杂了起来 难不成直播里出现的那些植物 都是什么尚未被发现的新品种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他可要快点想办法 联系这位主播才行了 还在山林间的周杰等人并不知道 因为他们今天这场直播 让某地的一个实验室 忙得焦头烂额了 他正拉着南妙溪的小手 在河边慢慢溜达着 在一处河岸边 有块平坦的大石板 南妙溪跑过去 蹲在石板上 府下身居起一盆水 给自己洗了一把脸 来这里的路上 可也是出了不少汗的 清冷的山间水流扑在脸上 之前的那些粘腻的汗水 瞬间就被洗刷了得干净 小鱼姐快来快来 洗把脸真的好舒服的 南妙溪招呼着周姐过去 一大一小两个美女就在河边 给自己洗了洗脸之后 说说笑笑的又玩闹了起来 你手指沾点水弹我一下 我也把手湿一湿回敬你一下 晶莹剔透的水珠在空中飞舞 阳光的照射下 就像一颗颗璀璨透亮的钻石 两人的笑容都那么美好 不怨出汗的小刘 认真的拍摄着眼前的画面 直播间的观众们完全没有想到 刚才还是两人休息整顿呢 这怎么一转眼 他们就被可爱暴击了 两个好看的人 在一起做可爱的事 看起来实在是太过赏心悦目了 哇 这就是传说中的世纪名画 细水的少女吧 真的好美啊 我好像看到了 我老婆和我闺女 楼上醒醒 谁尿黄 快自醒她 我尿黄我来 那明明是我老婆闺女 截图了截图了 真是每一针都绝美 决定了 我的毕业作品 就画这一幅了 楼上的 画完了能不能卖给我一幅 我想挂在客厅里 天天都能看到 若说原本吹彩虹屁的 都只是那些周杰的粉丝 那现在就是有更多偶尔看到直播的路人 也加入了进来 在如今短视频和奇葩直播盛行的年代 这样的画面实在是太难得 太美好了 周杰这个全网认可的哑巴新娘 颜值自然是美的说 当年那也是女团出身的 长相身材都绝对是一流的 南妙西虽然只有九岁 但也是个绝对的美人胚子 小小年纪眉眼间已经能看得出来 长大后会有多么倾国倾城 尤其是现在直播平台推荐位上 跟周杰直播间并排推荐的 是个整容脸的擦边网红 两相对比 简直让周杰这边的直播 看起来更加清新脱俗 美好温馨了 小鱼姐 这个小河水很浅的 咱们要不要下河去摸鱼啊 周杰文言连连摇头 她虽然女团出身学过跳舞 但运动细胞真的不怎么发达 现在还是在直播 她真怕刚一下水脚下打滑 失去平衡就栽河里了 作为大网红 周杰多少也是有些偶像包袱在的 妙妙宝贝乖 姐姐不会游泳 就不下河了 妙妙刚想开口 说她会游泳 她要下水 就被周姐直接堵了回去 我记得妙妙说 你会游泳 那可不可以陪在姐姐身边保护我啊 我怕会掉进去 说着还撒娇似的 睁着无辜的大眼睛 冲着南妙西眨了眨 漂亮姐姐的撒娇请求 谁能顶得住啊 南妙西自然也不例外了 那我给小鱼姐那点 吃了就能变美的好东西吧 南妙西撂下这话 转身就跑了 任由周姐在后面喊她 也不见停顿一下的 这小家伙腿不长 跑得倒是还挺快的 周姐连忙起身 就要去追 突如其来的你追我敢 在面前上演 小刘竟然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 还是周姐没听到身后的脚步声 连忙朝着小刘大喊 你愣着干嘛 快点跟上啊 咱们可别走散了 小刘这才恍然反应过来 扛着摄像机 把腿就朝周姐那边追了过去 周姐在南妙西身后 一路尾随着 口中喊着让她停下 南妙西却只是稍微减速了几分 不停地招呼着周姐 小姨姐 你快点跟上 我带你去看好东西 几人越过花海 穿过东边最为密集的丛林 这里已经没有道路了 完全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在林间强行烫出一条路来 还好周姐因为怕太晒 就要求南妙西和自己一样 穿着长袖长裤出来的 要不然 光是穿过林子里这些灌木丛 恐怕要在小朋友 白皙娇嫩的胳膊腿上 划满伤痕了 周姐走得十分吃力 跟在后面还扛着摄像机的小刘 也差不多 没一会儿 就已经开始累得呼吃带喘了 南妙西也是个懂事的孩子 她明显感觉到 身后的两人速度变慢 自己也不任性 脚步也慢了下来 小玉姐 小刘哥哥 加油哦 再往前走一点交道了 听着软软诺诺的月儿童声 为自己加油 周姐和小刘顿时觉得 自己身上似乎又涌上了不少力气 他们奋力地在灌木丛中往前冲着 在各种跋涉过后 终于越过了最难走的一段路 看到眼前的画面 周姐和小刘都有些傻了眼 刚刚光顾着 在跟人差不多高的灌木丛里跋涉了 根本就没有看到 前面居然是这样的 这里居然别有洞天 在这山林深处 竟藏着一棵如此巨大的参天大树 就好像是凭空出现在这里的一样 让人惊叹不已 周姐忍不住上前比量了一下 这是一棵巨大的榕树 看着树干的粗壮程度 恐怕要二三十个成年男人 才能够环抱地过来 妙妙 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 怎么没看到这边有榕树啊 周姐越想越觉得有些不太对 他们就算一直埋头赶路 如此巨大的榕树 怎么可能一点都看不见呢 就见南妙西黑黑一笑 没有说太多 但也算解释地说了一句 哥哥说这是一种什么障眼法 大榕树的树冠宽广茂盛 在榕树边上 有好多矮矮小小的小树苗 小树苗的树干 差不多也就只有成人手臂那么粗 上面却已经结满了果子 每棵小树苗的枝头上 都点滞着片片红色 那是一颗颗晶莹剔透 圆润可人的红色果实 看起来就像是枝头 接了一串串浑圆的红色小葡萄 周姐看着眼前 这片堪称神奇的地方 不由呆愣住了 眼睛不由自主地 在这片仿若 独立于世外的小天地之中 来回环视着 小刘这会儿 虽然也处于震惊之中 但也从没忘了自己的本质工作 手里的摄像机 还在尽职尽责地工作着 直播间的观众们 和周姐她们一起看到了 眼前如此奇观 水友们看到 小树苗上的那些红红的果子 不由得都猜测了起来 那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是神秘果 不过也有人反对说 不是的 大家众说纷纭的 一时之间 也看不见个准确的答案 除了这些争论 是什么果子的水友 更多人则是和周姐一样 沉醉于此地的景色 本来以为那片 如同明珠珍宝一般的瀑布 就已经足够令人惊艳了 可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样宛若 世外先进的地方 不少人都赞叹 这里真的好像那些 电影动画里 唯美的天堂 南妙西这会儿 已经蹦蹦跳跳地 跑到了那些小树苗旁边了 伸手就从枝头 摘下了一颗颗的果实 毕竟是个小孩子 手比较小 摘了三四颗 就已经有些拿不下了 手里塞满了 小朋友也不勉强 拿着果子蹦蹦跳跳地 又回到了周姐身边 小鱼姐 给你 将手掌在周姐面前摊开 几颗红彤彤的果子 就出现在了她面前 南妙西给的东西 周姐下意识地就接了过来 然后 就对上小姑娘 亮晶晶 盯着她的眼睛 那分明是等着她 当场吃进嘴里呢 周姐看着手里 圆溜溜的小果子 又看看面前的南妙西 一时之间竟犹豫了起来 她可还清清楚楚地记得 癫茄那个事呢 要不是运气好 看到了那些提醒她 别吃的弹幕 恐怕这会儿 她都已经凉透了 癫茄就是圆溜溜的 紫红紫红的 看上去就像是很可口的果实 她就是因为光看外表 不了解实情 差点上了的大笔档 南妙西是个很聪明的小朋友 她见到周姐迟疑着不吃 突然扶植心灵的 就明白了为什么 小鱼姐 你是不是想起 之前花园里 我要喂大白的那个黑果子了 周姐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就听南妙西继续说道 之前我不让你吃 是因为那个黑果子 真是不好吃 苦不拉几 还有些臭臭的 这个果子一点都不苦 姐姐放心吃 就好了 周姐本来心里就有些害怕 这东西有毒 现在听了对方这个解释 心里就更没底了 直播间的大佬们可是说了 那个癫痴可是有剧毒的 吃了会出人命的 结果那样剧毒的果子 在南妙西口中 就只是因为它又苦 又臭才不能吃 并不是因为有毒不能吃 那是不是就是说 现在这个红彤彤的果子 的确不苦 但并不能确定 到底有没有毒 周姐试探地询问南妙西 妙妙 你知道这个果子 叫什么名字吗 南妙西歪着脑袋想了想 随即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别人管这个叫什么 我都是管它叫好吃果的 周姐秀眉微醋 心里担忧不已 不过面对南妙西 并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说道 那咱们 先问问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看看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果子叫什么 怎么样 肯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是第一次见这果子 我还挺好奇 想知道 它到底叫什么呢 南妙西自无不可 好呀 其实我也想知道呢 两人的眼神 奇奇地都转向了摄像机镜头 看向所有正在看着直播的观众们 周姐的话 让同样不认识 这果子的谁友们 也充满了期待 所有人都注视着弹幕 期待着刚才那位植物研究专家 能够再出来 给大家科普一下 等待了片刻 终于再次看到了 专家的ID出现 不过弹幕的内容 却让众人都有些失望了 我也不认识 建议不要吃 这位植物研究专家 刚才正在埋头查资料 不过也听到了周姐说的话 她抬头 看着平板上的直播画面 对着周姐手心里捧着的 红彤彤小果子 一阵分辨 有点找不到头绪 看了看距离周姐 不远处的小树苗 看着那些没有多少 可辨识方向的叶子 又开始质疑起了 自己这么多年 对植物生物的研究学习 怎么直播里这么多植物 她都不认识啊 见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自己的答案 专家也没了办法 只能实话实说 她要是不懂装懂 随口乱编 说不定真会出什么事 如果这果子真的有问题不能吃 她给出的答案不对 那是有可能会真的造成 些不太好的后果的 即便可能会让别人觉得 自己的专业知识 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专业 也不能对自己说的话不负责任 弹幕上果然出现了几条嘲讽的 还说自己是什么 专门研究植物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呢 结果连个小果子都不认识 身份肯定是编的 不过大部分的水友 还都是比较理智的 这几条弹幕一出 立马就被一群人对了 说这种话的人真可笑啊 你知道是什么吗 自己也不知道 还嘲讽别人 这几个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你们知道 全球植物至少有四千一百万种吗 就算是专业研究人员 也不可能全都认识吧 这是妙妙哥哥种的 妙妙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果子 你在那叫什么 说别人身份是假的 你又是什么身份 来给我们科普科普呗 看到不少人都在维护自己 专家心里感觉到了几分安慰 他也发出了自己的看法 虽然很抱歉 不认识这是什么果子 但我的确是在职的植物生物技术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这只是一个身份 并不代表我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 学无止境 还有不认识的植物生物 只能说我 还需要继续学习 这种果实我目前并不认识 只能给出一旦自己的桌件 大家在面对不认识不了解的植物生物时 最好不要随便触碰食用 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可知的伤害 专家的发言引来了许多人的附和 大家纷纷发弹幕劝周姐不要随便吃 不过也有许多人都十分诧异 居然连这样的植物专家都不认识 难不成这是什么非常稀有 少见的新品种吗 此时周姐正拿着果实 眼巴巴地看着直播手机 想看看有没有大佬给科普呢 结果看到专家说自己也不认识 还劝他不要吃 这就尴尬了 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毒没毒 旁边还有南妙西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 真是让周姐有些进退两难了 小鱼姐观众们怎么说啊 有没有人知道好吃果到底叫什么啊 南妙西甜甜诺诺的声音响起 周姐感觉心都被软化了 看了眼弹幕 看了眼手里的果子 又看了眼南妙西 周姐深呼吸了一口气 仰起一个笑脸对小朋友说道 观众们说 他们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果子呢 咱们就还按你的叫法 叫它好吃果吧 南妙西也不感觉失望 点头同意 好啊 那姐姐快尝尝吧 好吃果真的好好吃的 周姐顿了顿 原本还想再说些什么的 可是一对上小朋友那双亮晶晶的毛子 就再也抵抗不住了 点了点头 眼睛一闭就粘起一颗果子丢到了嘴里 立马引来直播间水友们的一片惊呼 大家可是都在劝周姐不要吃的 没想到 她最后还是吃了 这不由得 让大家都担心了起来 周姐心里虽然紧张 但还是觉得 自己应该不会出事的 毕竟南妙西说了 这是她哥哥专门给她种的树 哥哥肯定不会害她 而且小朋友还给这果子起名字 叫好吃果 说明她肯定是自己 吃过这果子的 既然南妙西吃过了 都没事 只觉得好吃 那周姐吃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只是周姐大概是忘记了 南妙西还说过 癫奇的果子 又苦又臭不好吃呢 她的这个逻辑 放在南妙西身上 大概是不太成立的 不过这会儿 周姐已经完全顾不得那些了 本来抱着 视死如归的心情吃的果子 完全没有想到 情况却比她想象中的 更好上许多 红彤彤圆溜溜的小果子 入口之后 就尝到一股香甜 等她将果子咬破 那比哈密瓜 还要甜蜜的味道 立马一下 就在口腔之中 迸发而出 果实汁水充盈 鲜嫩脆爽 咬开之后 富裕的果香 立马肆意而出 周姐只觉得 自己嘴里和鼻腔里 都充满了那种清香的甜味 这种味道 跟她从前吃过的 所有水果味道都不一样 水友们还都阴阴期盼着 周姐吃完果子之后的反应呢 就见周姐双眼放光 又忍不住往嘴里塞了一颗果子 好像是不够 吃完嘴里的 又把最后两颗 也放进了口中 水友们都梦了 着急得不得了 怎么看着 跟我想象的结果不太一样呢 别光顾着吃啊 说词啊 你倒是说词啊 所以 到底味道怎么样 我看着也好想尝尝啊 周姐咽下最后一口 这才看向了镜头 一脸惊喜地跟水友们介绍 哇 你们真的想象不到 真的太好吃了 天啊 我这辈子都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果子 又转头对南妙希说 妙妙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 就得叫好吃果 真是太好吃了 南妙希见周姐这么喜欢 也高兴得很 又跑去树苗边上 摘了一大把 送到周姐面前 当然也没忘记 一边还在认真拍摄的摄影师小刘 给她手里也塞了几颗 周姐捧着一堆 好吃果 根本忍不住 一顿狂炫 这是我哥哥特意给我种的 吃了 就能变漂亮哦 啊 周姐正吃着果子 听到南妙希这话 有点没明白 是什么意思 就听对方又重复了一遍 小玉姐可以多吃点哦 哥哥说女孩子最适合吃这个了 虽然小玉姐已经很漂亮了 但吃了好吃果 还能变得更加漂亮哦 周姐有些梦了 认真地盯着手里 还没吃完的几个果子 看了好半天 这些果子看起来的确很漂亮 而且很香很好吃 可是说她 还有吃了 就让人变美的功效 周姐是不幸的 又不是什么鲜果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神奇的效果 弹幕这个时候 也因为南妙希的话 而闹闹哄哄的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果子 但把这说的跟个鲜果似的 也不太合适吧 哇 周姐都这么美了 能变得更美的果子 还是让我这种臭鼻吃吧 小孩子就是童言无忌 估计是他哥哥逗他玩的吧 听着好神奇啊 我也要在家种一棵这种果树 小孩子怎么能说谎呢 水果而已 干嘛那么吹啊 楼上没事吗 这就叫说谎吗 妙妙都说了 是他哥哥告诉他的 又不是他自己编的 大家不要吵了 我觉得妙妙哥哥的意思 可能是因为 这水果维C含量很高 所以吃了能美容吧 对的 我也这么觉得 维生素C可以抗氧化 抑制黑色素的合成 多补充维C 是能够变白的 都说一白遮白丑 变白了 可不就算是变美了吗 卧槽 好有道理 那意思是 不是所有维C含量高的水果 吃了都能变美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但抛开剂量弹疗效 可就是耍流氓了 要持续补充维C 才会有效果 周姐看了一圈弹幕 也注意到了这几条 觉得非常有道理 估计就是哥哥 想用这种方法 让小朋友多吃水果不挑食吧 毕竟看男母的长相 就知道 南妙希就该长得 这么冰雕欲拙 粉嫩可爱 一点都没觉得 这会是所谓 能美容的果子的功劳 这一路 他们走得挺久的 尤其是过来的路上 又跑了一身汗 这会儿开始觉得挺累了 南妙希应该是 看出来周姐的疲惫了 就拉着她的手 往榕树后面走去 妙妙 咱们还要去哪儿啊 周姐感觉自己的双腿 这会儿像是惯了铅似的 真有些迈不动步了 内心还感叹着 小孩子的体力 还真是好 南妙希甜甜一笑 咱们去那边坐会儿吧 哥哥亲手搭得也吹台子哦 也吹台子 周姐闻言来了兴趣 脚下的步子 都看着更轻快了几分 任由小朋友 牵着自己的手往前走 绕过了二三十个成年男人 才能合抱得住的 大榕树树干 看到眼前的画面 周姐瞬间眼睛一亮 哇 这就是你们的秘密基地了对吧 宽阔的树荫下面 被大片大片的叶子覆盖着 南妙希应了一声 蹦蹦跳跳地就跑了过去 把那些叶子脱开 露出了下面的东西 那里居然有个烤肉架 还有一圈平整石板围成的篝火坑 石板上还放着几个 看着就十分厚实的垫子 因为盖着大叶子 这些东西 尚全都鲜尘不染得十分干净 小于姐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南妙希把周姐 拉到垫子边上 让她原地坐下 然后自己就跑到烤肉架旁边 拖出来了个小箱子 打开箱子 看到里面居然有各种调味料 还有茶壶水杯什么的 小刘也累得够呛 这会儿也坐在了周姐对面的垫子上 调转摄像头拍摄着两人 就见南妙希把这个小托盘 将水壶和杯子都端走了 过了一会儿就跑了回来 水壶里已经装满了水 周姐一脸惊奇 咦 妙妙 你在哪儿弄的水 南妙希嘿嘿一笑 我不是说过吗 我和哥哥的秘密基地里 好东西可多了 那边有个小拳眼哦 周姐这一下可坐不住了 惊讶地撑着垫子站了起来 能带我们去看看那个拳眼吗 姐姐还从来没见过天然拳眼呢 小刘也知道 有素材可拍了 连忙也拿着摄像机站了起来 好啊 刚好小玉姐帮 我把哥哥冰在拳眼里的肉肉拿出来 咱们可以做烤肉吃哦 周姐眼神放光 中午太热没喂冷面 她也没吃几口 出来这么长时间 她早就感觉饿了 没想到居然还能吃到烤肉 惊喜地跟着南妙溪走过去 就见绒书另一侧的山壁上 有一处凹槽 上面盖着一片薄薄的石板 南妙溪走过去 轻轻松松把石板掀开 周姐她们就看到了 石板下正鼓鼓流出的清澈泉水 顺着水流 这才看到 下面是个比水缸大不了多少的水潭 里面的水清澈见底 能看到这个小水潭下面 有一个白色的东西 周姐伸长了手臂 将东西捞出来了一个才看清 这居然是个双层的大保鲜盒 里面整整齐齐摆满了穿好的串串 南妙溪解释道 哥哥每次回来 都会先在秘密基地放些烤串的 嘿嘿 哥哥说了 全眼的水温度特别低 保鲜盒抽了真空 放在冰水里 能保鲜好长时间呢 直播间的水友们 看到这一幕全都惊呆了 居然还可以这样 包括周姐在内的所有人 都对南妙溪的这个哥哥 越来越好奇了 根据小朋友自己说的 他家里的那些毒宠 都是哥哥带回来的 这个秘密基地 也是哥哥发现的 哥哥亲手布置的 这个哥哥 还可以随随便便 去那个普通人去了 就会有去无回的后山 听起来真是个神秘又危险的男人 真是让大家都 越来越好奇了起来 不过现在 这位哥哥还在后山深处 要再等个十天半个月 才能见得着 属实是让人白找挠心 只想让这一天快点到来 好让他们一读 这位神奇哥哥的真容 水潭里 一共有三个保鲜盒 被一块石头压着 沉在水潭最底下 刚才去捞保鲜盒的时候 周姐的确感觉到 这泉水真的很冰 可能只有十几度 守在水里时间久了 都会冻得麻木 真没想到 在野外 居然还能有这么个天然冰箱啊 听着周姐对着镜头 讲出了自己的感受 弹幕上已经有大佬 出来分析情况了 结合镜头里能够看到的画面 不少人都认为 这边山壁正好在 大榕树的阴影之下 不会被阳光直射 温度不会特别高 别看着水潭小小的 但却是活水 水潭下面 肯定是连接着暗河的 在水潭里的水 始终都是全眼里 涌出来的冰凉清泉 温度一直都能保持一个低温点 真空状态本来就可以保鲜 更何况真空保鲜盒 外面温度还这么低 里面的食物 至少二 三十天内 都能保持一个十分新鲜的状态 附近植物长势都非常好 有理由判断 是因为这里有地下河 水资源丰沛 土壤肥沃 榕树这种树 能长这么壮观 是需要非常非常多营养的 大多数时候 一棵大榕树附近 都会是寸草不生的 可这榕树之下 居然还能有不少花花草草 还有那种不知名的好吃果树 说明这里的土地 一定营养非常充沛 这一番分析 可以说是有理有据 种水有都相当幸福 周杰也是连连赞叹 这还真是个好地方 南妙西的哥哥 也是个妙人 连这种情况都能想得到 保鲜盒很大 里面的食物 都装在保鲜袋里 保鲜袋被抽成了真空 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盒子里 有荤有素 牛肉 羊肉 五花肉 还有土豆 茄子 金针菇 全都是烤起来就很好吃的东西 周杰看着还有腌制好的奥尔良鸡翅 真是开心极了 几人坐回到了篝火坑边上 小刘把摄像机固定好之后 也上手帮着忙活了起来 把烧烤网抬到水泉边上冲洗一下 又抬回来 放到已经点燃的篝火坑上面 南妙西把小童湖 放在了烧烤网上面烧水 等水开了 就从箱子里 拿出了一颗圆溜溜的茶团子 丢进了湖里 随着鸟鸟茶烟生腾而起 一股绿茶的清香 一下子弥漫开来 有眼尖的水友 也发现了南妙西的动作 惊呼不已 好家伙 秘密基地里随随便便放的茶 都是好几百亿颗的普尔龙珠啊 看到周杰脸上享受的表情了 这茶肯定超级香 我一定要买个能闻到味道的手机 明明在野外啊 居然还能这么优雅 羡慕了羡慕了 南妙西这边煮好了茶 周杰和小刘已经忙活着 开始烤肉了 箱子里还真是什么调料都有 即便是周杰两人烤肉技术很普通 有了这些烧烤料的加持 烤出来的串串 味道也不是一般的香 不知不觉 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 周围的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周杰正担心着 一会儿天黑了 会什么都看不见时 榕树树棺上 居然梳得亮起了好几盏灯 卧槽 什么情况 哪来的灯 这不是野外吗 怎么还有灯啊 好家伙 我就说 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 合着是搭的景啊 不对啊 这地方我看着 明明全都是纯天然的 居然还有露灯 抬头看着上方 几盏挂在树冠上的灯 周杰和小刘都是满脸错愕 南妙希跟两人解释 这些灯是哥哥弄的 他在树顶上 放了几个太阳能板子 设定的感应灯 天黑了灯 就会自动亮起来了 好家伙 还能这样 你哥哥真是个人才啊 真聪明 周杰情不自禁地夸赞 脱口而出 听到周杰夸自己哥哥 南妙希感觉好高兴 笑嘻嘻地 给对方倒了一杯茶 对啊 哥哥特别聪明 特别厉害 谁友们也全都惊叹不已 一个个的 也都羡慕得不得了 他们也好想 拥有一个这样的秘密基地啊 头顶的灯并不刺眼 光线还挺柔和 此时镜头里的周杰等人 都仿佛是被打上了 一层柔和的滤镜 烤串烤好了 三人一边喝茶 一边有说有笑地吃着烤串 周杰还时不时地 跟直播间的谁友们互动着 等吃完了的时候 天色已经彻底黑下来了 几人将他们造出来的垃圾 收拾了一下 有的清洗干净物归原味 有的直接装在垃圾袋里 等下带回去 全都收拾完了 周杰才看到外面的情况 在没有灯光的地方 白色的月光柔柔地 撒在周围的草木花叶之上 不知从哪生成起的萌萌雾气 临间还能看到 星星点点的萤火虫飞舞其间 这样的画面 看起来比上网那些 刻意调出来的滤镜 还要唯美无数倍 小刘见周姐看周围都看呆了 小刘也顺着她的视线看去 手里的摄像机也拿了起来 直播间众人纷纷赞叹 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为什么会有误啊 该不会有毒吧 周姐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对啊对啊 白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有雾气了啊 虽然很好看 但是感觉好危险啊 晚上的山林里 会有很多脏东西了 可怕 不敢看了 当然 除了大聪明之外 也有不少学霸型的水游 各位怕不是电视剧小说看多了吧 可不是林子里雾气就是有毒的 这是很正常很常见的自然现象 只要文化程度足够低 到处都是灵异事件 昼夜温差大 所以山里晚上都是会气雾的 尤其这里 还有地下河 空气湿度大 气雾是必然的呀 你们没发现 这里植物的叶子都很干净吗 因为雾气早上会凝成露水 把叶子都洗干净了 没看到妙妙哥哥准备的那个箱子 都是个防潮箱吗 这里晚上肯定很潮湿的 这一顿冷嘲热讽 一下子就让之前那些人绷不住了 双方一下子就撕了起来 看着弹幕上的纷纷扰扰 周杰忍不住扑哧一声 就笑了出来 好了好了 不要吵架 本来还挺浪漫的 被你们这么一吵 气氛都没了 刚才还在互撕的双方 全都立场一致 开始挤兑起了周杰 周杰大显神威 把那些挤兑他的水友们 都给对了一个遍 把坐在旁边看着的南妙溪 逗得哥哥笑得可欢快了 又互动了一会儿 周杰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好半天没听到南妙溪的声音了 回头一看 才发现 小姑娘竟然不知道 什么时候睡着了 想来也是 南妙溪从下午一点多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一路上又跑又跳的 还没有睡午觉 早就应该累了才是 小孩子本来就跑累了 这会儿吃饱了 自然就困得睡着了 小刘小声跟周杰说 我背着妙妙 咱们回去吧 我这有手电筒 周杰想了想 没有同意 就见周杰摇了摇头 挪到了南妙溪身边 把小家伙扶了起来 妙妙 来姐姐背上睡吧 姐姐带你回去了 南妙溪这会儿 困得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 迷迷糊糊地回应了一句 然后便乖乖地任由周杰 把她拉起来 背到了背上 别看周杰腰细腿长 看起来挺瘦的 实际上也是有些力气在身上的 而且 南妙溪也是个瘦瘦的小朋友 背起来倒也并不困难 小家伙趴在周杰背上 小脑袋歪着 呼呼地睡得正香 活了二十多年 也帮家里亲戚带过孩子 可现在这种感觉 周杰还是头一次体会到 软绵绵的小身子 靠在自己背上 一股股甜甜的奶香 从南妙溪身上传来 让平日里开朗活泼 不拘小杰的周杰 在此刻真是母爱泛滥 每个动作都看起来更加轻柔 手背在后面拖着小朋友 让她睡得更安稳些 不自觉地 面上露出了一抹 甚至称得上 是有些慈祥的笑容 此时 周杰将她的动作表情 全都清楚地拍了下来 直播间的水友们 都看到了这幅画面 一个个的 也都情不自禁发出赞叹 哇 周杰这样的表情 我还是第一次见爱 好像我妈不发脾气 看我时候的眼神 感觉有点温暖啊 我想我妈了 周杰以后有自己孩子了 肯定也能是个好妈妈吧 这画面看着还真是挺温馨的 这就是我老婆闺女 今天我有妙 亲自刺刑你 在水友们的嬉笑怒骂之中 周杰背着南妙溪 身后跟着小刘 几人一起回到了老宅 看着村里各处 已经亮起了灯光 看来电路已经修好了 娟子沈在 正在门口等着 一看到周杰等人回来了 连忙迎上前去 哎哟 周小姐 你们可算回来了 再也不回来了 都要去找你们了 小小姐睡着了呀 我来抱着她吧 娟子沈是守着老宅的阿姨 平时就是负责打扫打扫卫生 有人回来了 给做做饭 她看着趴在周杰背上熟睡的南妙溪 连忙伸手就想把人接下来 周杰小心翼翼地扶着 生怕摔着她 娟子沈把周杰的动作神情 都看在眼里 面上的笑容更真心了几分 南妙溪被娟子沈抱在怀里 周杰要跟着一块 将人送到卧室 我去打点水 帮妙妙擦一擦吧 她今天跑了一天挺困的 估计也不愿意洗澡了 娟子沈压低声音笑着说道 不用不用 周小姐 你们肯定也累了 都去洗漱一下吧 厨房里有我熬的绿豆汤 你们自己去喝点 小小姐这边我来就成 周杰文言也没有再抢求 只是跟娟子沈简单说了一下 妙妙和她们 一起在外面吃了烤肉和烤蔬菜什么的 就和小刘一块 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毕竟是人家男家的地盘 娟子沈肯定比她更加了解南妙溪 让对方去照顾妙妙 周杰也更放心一些 就算周杰再怎么喜欢妙妙 也只是个年轻姑娘 对怎么照顾孩子 还是没什么经验的 就不硬跟着了 省得忙没帮上 反而给人家添乱了 等洗完澡 喝了一小碗绿豆汤之后 周杰又去南妙溪房间看了一眼 娟子沈做事向来细心周到 此时妙妙已经换上了一身 柔软舒适的卡通睡衣 浑身清清爽爽地躺在了被窝里 周杰今天的活动量也有点大 这会儿已经感觉到了身上的疲惫 等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上时 感觉浑身的疲惫 一股脑的全都涌了上来 身子一歪 倒在床上不到半分钟 就进入了梦想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白天活动量太大的缘故 这一晚周杰睡得格外香甜 一直到天亮 周杰迷迷蒙蒙地感觉到了 身上好像有些黏黏乎乎的 费力地睁开眼睛 鼻尖隐隐传来阵阵臭味 前一刻脑子还有些迷糊的周杰 鼻子又动了动 确定了那臭味的确是真实存在的 瞬间惊醒 猛地睁开双眼 看着雪白的天花板 周杰的脑子一下清醒了过来 同时也是满心的疑惑 她的确还是在男家客房的大床上躺着 昨天睡觉之前 门窗都关得好好的 怎么会有臭味 哪来的臭味 周杰蹭的一下 从床上坐了起来 刚想好好找找 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知一坐起来就找到了 那些臭味好像 似乎或许 可能是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 随着人的彻底清醒 身体各个感官也都完全苏醒了 她明显感觉到 脸上也有些油腻腻的 伸手一摸 果然摸到了一手油 那些油腻之中 居然还有些脏脏的杂质 咦 这是什么 哦 周杰把手上摸到的那些脏东西 凑到鼻子跟前嗅了嗅 瞬间就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不好了 干呕了几下 什么也没有呕出来 这才掀开被子下了床 登登登跑到客房自带的卫生间里 这才从镜子里 看到自己现在的模样 身上到处都是油腻脏污 睡衣上都沾满了脏东西 正传来阵阵臭味 脸上平时最容易出油的T字区 现在更是油得没法见人 刮下来甚至都够炒个菜的了 啊 周杰忍不住发出一声尖叫 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一反应就是先洗脸 还好那些脏东西能用水冲掉 用洗面乃直直洗了两遍脸 周杰才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再去看镜子时 惊奇地发现 她的皮肤好像变好了不少 虽然周杰天生丽质 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 甚至连皮肤都比同龄人看起来更好 但做了好几年游戏主播 常年熬夜多少还是有些影响的 每次化妆都不得不多用点遮瑕 来挡住自己明显的黑眼圈 还有鼻翼上的黑头 脸颊上的毛孔 可现在 这些居然都不见了 啊 看清楚自己洗干净的脸 是什么状态的周杰 又忍不住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 昨天晚上她太累了 甚至都没力气护肤 直接就躺背窝去了 睡着之前还想着 今天早上起来 要敷个面膜才行的 谁知道醒来时就发现了 自己身上全是油腻肮脏 又臭烘烘的东西 一开始的时候 周杰真是吓坏了 还以为自己 这是生了什么奇怪的病呢 谁知道洗干净脸才发现 居然是福不是祸 黑眼圈彻底不见了 甚至连鼻头上那些 一点都不明显的黑头都消失了 整张脸上的毛孔 也全都小的 几乎看不见了 从前虽然也很好看 但素颜脸上 还是会有不少小瑕疵的 现在整张脸 都似乎回到了 十六七岁时候的状态 白皙娇嫩 宛若无瑕美誉一般 周杰见此 内心激动无比 赶紧把身上 带着臭味的睡衣脱掉 干脆利落地洗了两遍澡 擦干了身上的水珠 发现身上的皮肤 简直就像是 刚刚包了壳的鸡蛋 一般滑嫩 这几天 因为太阳晒得有点多 胳膊上短袖的位置 被晒成两个颜色 可现在整条胳膊 都变得白亮光滑 腰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这是返老还童了吗 摸着自己 宛若做了高级美容嫩肤 一样娇嫩的皮肤 周杰心思微动 周杰直播间刚一开播 那些订阅了 特别关注的水友们 就立马收到了提示 纷纷涌入了直播间 看到坐在凉亭下的周杰 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一样 我怎么感觉 周杰今天有点怪怪的 怪好看的 这话让你说的 我们周杰哪天不好看啊 虽然平了点 但脸没得说好吧 周杰看着跟昨天有点不一样 我又说不上来哪不一样了 咋肥斯 我也发现了哎 为啥会看着不一样呢 连夜整容了吗 我是觉得 周杰好像是年轻了 看着跟我上高中的表妹 感觉差不多啊 周杰从前是游戏主播 男粉丝更多一些 大部分直男基本上 都看不太出来 女生化没化妆 只觉得看着有差别 又不知道 差别到底在哪 不过很快就有 董行的水友 为大家解了货 卧槽 周杰这是纯素颜啊 一点没化妆啊 看着真的好清纯啊 好像我初恋 虽然不太想相信 但仔细看看 的确没化妆 跟皮肤状态 居然跟十几岁小女孩似的 为什么周杰卸了妆 比化妆还好看 为什么周杰皮肤这么好 我现在比生吞一盆柠檬还要酸 别说彩妆了 周杰这分明是连底妆都没打 绝对纯素颜 羡慕了羡慕了 求周杰发个护肤教程吧 跪求周杰的 把自己用的护肤品链接挂上吧 求求了 给你磕一个 别人卸了妆差别大事变丑了 你怎么卸了妆 还更好看了呢 周杰昨天晚上下播之后 是不是偷偷去美容院 做光子嫩夫了呀 周杰看着弹幕上的夸赞 心里偷笑不已 面上却装出一副惊讶的神情 哎呀 你们说什么呢 我昨天晚上下了播 洗个澡就睡觉了 连护肤都懒得做了 没有办法呀 人家就是这么天生立志难自怯 说完还俏皮地朝着手机镜头 来了个wink 一个美颜暴击把一众非常吃他颜值的水友店的浑身一颤 纷纷宣布以后 就是周杰的铁盐粉了 不过还是有心智十分坚定的理智水友 点明了真相 周杰面上这么轻描淡写的 实际上心里都已经乐开花了吧 周杰皮肤的确比昨天好了许多 甚至身上的皮肤都有改变 对对对 我有昨天直播的截图 放一起比较一下 周杰可比昨天白了一个度呢 我合理怀疑 周杰昨天下播之后做了什么 才让皮肤变得这么好的 没错 我以前也见过周杰素颜的样子 虽然也好看 但是有很重的黑眼圈 但是现在没有了 周杰看着弹幕上的内容 嘻嘻一笑 也没有否认他们的说法 在众人连连追问 周杰是不是晚上偷偷干什么了的时候 周杰只是神秘一笑 你们就继续好奇着吧 这是个秘密 嘿嘿 这些水友们一天不泣 他就浑身难受 周杰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报复了 见他不说 那些好奇心中的水友 已经急得抓耳挠腮了 弹幕上各种离谱猜测 有的说周杰晚上全身贴满美白面膜 有的说周杰是带着美白仪来的 晚上用美白仪了 有的说周杰洗澡用的沐浴露十万一瓶 效果特别好 甚至还有人直接在直播间打起了广告 说周杰用的是他们家的美白产品 周杰看得满头黑线 连忙白手 我没有 我不是 别瞎说 大家可不要被骗了 我可没用过他们什么东西 直播间里所有的广告 都跟本人没有任何关系 大家不要轻信 警方上当啊 周杰也始终没有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众人依旧满心好奇 不过谁有之中 还是人才辈出的 很快就有推理大师蹦了出来 开始头头是道地分析 最后做出了总结 周杰他们 现在在深山老林里 不可能连夜去美容院嫩肤的 其他荒诞不羁的选项 也都没在考虑范围内 猜测周杰现在的变化 最有可能的原因 说不定就是昨天南庙西 给周杰吃的那个好吃果的问题 这个猜测一出 立马在直播间里 引起了一片哗然 惊叹连连 有些谁有附和 觉得很有道理的 不过也有不少谁有觉得 那不过就是一些小小的果子而已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神奇的功效 表示完全不幸 周杰在开播之前 其实心里也琢磨过 但又不能完全确定 现在看谁有们这么说 心里也是一个咯噔 不过这种事情 也不好说得那么肯定 搞不好还会给南庙西 带来什么麻烦 只能无奈地回答 这个可能是有的 毕竟妙妙说的是 吃了便好看嘛 但是我也不能完全确定啊 大家听听就得了 不要随便出去乱说 周杰的话说得比较含糊 没有说一定是 但直播间的谁友们 听到这话 都仿佛是得到了 什么确切的答案了一半 一个个都震惊无比 一条问周杰 今天开了几斤美颜滤镜的弹幕滑过 周杰还没回答 就引来一群老粉丝的答案 你这个假粉丝 周杰从来都不开美颜的 看了这么多年 都没见过周杰开美颜 我见过我见过 周杰在别人直播间的时候 被开过美颜 那次我也看过 周杰那么好看的脸 被美颜滤镜 搞得像沾了俩假眼珠子的车座子 楼上太过分了 我也要看看去 众人纷纷讨论起了那次 周杰被迫开美颜滤镜的迥事 一个个都笑得面目全非的 周杰也想起来了那一次 还有粉丝专门把那张 她被美颜了之后的截图画了下来 发到了她邮箱里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直播间内外 亦是充满了快活的气息 大家也在欢笑之中 渐渐话题跑偏 把那些问果子相关事情的弹幕 都给淹没了过去 周杰今天就涂了点防晒霜就出来了 满院子溜达着 找南妙溪去了 南家老宅的前厅 除了南妙溪最喜欢玩的那些秋千 悄悄板等儿童娱乐设施之外 还有个约莫五米见方的井里池 本来周杰都已经觉得 院子里专门开辟出来个池子 养井里已经挺奢侈的了 万万没想到 人家老宅后面居然还有一方池塘 周杰一路走到了池塘边上 终于看到了南妙溪 小丫头正在池塘旁边来回跑着 离得近了才看到小家伙 这是在抓蜻蜓 看到周杰过来 南妙溪这才停了下来 挥着手打了个招呼 小雨姐尚无好呀 一看到这甜美可人的笑容 周杰一颗老母亲的心 就忍不住砰砰狂跳 又软得一塌糊涂 小雨姐来这边坐 坐在这里 能看到好多小蜻蜓啊 南妙溪拉着周杰的手 就往池塘边上的乘梁椅那边走去 两人并排坐在一起 周杰顺着南妙溪的提示 果然看到了好几只 不同颜色的小蜻蜓 这会儿的太阳正在慢慢升温 清晨的露珠 还没有被完全晒干 池塘上的荷叶上 晶莹的水珠摇摇晃晃 一朵朵半开不开的荷花 错落其间 坐在岸边面 朝着如此荷塘美景 身边还有个如此可爱的小朋友相伴 真是幸福得很 周杰跟南妙溪说说笑笑的 好不开心 聊着聊着 就说到了昨天的好吃果 周杰说 今天早上起来 就发现 自己好像变漂亮了 都是好吃 果的功劳 对着南妙溪一阵夸 小朋友听到自己 被喜欢的漂亮姐姐夸了 自然是开心得很 小雨姐喜欢的话 等哥哥回来 就让哥哥送你几株好吃果树吧 到时候 小雨姐直接把树种在家里 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了 周杰文言 真是感动极了 之前她还不能完全确定 自己的变化 跟那个果子有关系 现在看到南妙溪这样的态度 差不多就已经确认了 没想到这么神奇的好东西 妙妙这个可爱的小朋友 居然说 还要送给她几株 感动无比的周杰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将坐在自己旁边的南妙溪抱在怀里 巴唧就在对方 滑嫩嫩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 妙妙真是太好了 妙妙是我见过最漂亮 最可爱 最善良的小朋友 我最喜欢妙妙了 小女孩的脸颊 立即变得红扑扑的 眉眼也弯成了月牙 妙妙也喜欢小鱼姐哦 放在不远处的直播手机收音 并没有专业的直播设备好 谁友们没能听到 刚才周杰跟南妙溪 嘀嘀咕咕的说了些什么 就看到周杰突然高兴地 亲了南妙溪一口 而南妙溪则是脸红红地笑着 又说了什么 随后 一大一小两个美女 就抱在一起 笑成一团 画面看着温馨和谐得不得了 也让水友们抓心挠肝地好奇 两人刚才究竟是说了什么 奈何刚才 周杰为了让众人 能看到荷花池的美丽 所以把手机支架放在了身后 镜头没有拍到他们的正脸 那些想通过 淳于分析的对话内容的水友们 都没了机会 等周杰想起来 去看直播间弹幕的时候 不少人都在询问 可周杰的回答 却是嘻嘻一笑 就是不说 小刘这个时候 也带着专业摄像机过来了 周杰含吓呼呼地 将这个话题一笔带过 转头就跟南妙希说道 今天中午 姐姐打算亲自下厨 给你露一手 妙妙 你有没有想吃的东西 给一点菜哦 南妙希文言眼睛一亮 虽然娟子神的手艺也不错 但经常吃 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现在能换个口味 她当然开心 小手妈撒着下巴 做出一副思索的表情 那副认真思考的模样 逗得周杰和水友们 全都哈哈大笑 过了好一会儿 南妙希才终于做好了决定 小鱼姐 我想吃鱼 周杰文言 想也没想的 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好 鱼我也会做 清蒸的 红烧的 香煎的 我都可以做 那妙妙在家里等一会儿 姐姐去市场上 买几条鱼回来 做给你吃 说着 周杰就打算招呼 摄向小刘 一起去开车 准备去镇上的集市上买鱼 谁知他们还没怎么动作 就被南妙希阻拦了下来 不用不用 小鱼姐 不用去买鱼 咱们就直接在池塘里钓就可以了 池塘里有好多鱼哦 此言一出 周杰才恍然大悟 是啊 他们这院子里 守着个大池塘呢 居然还想着 要出去买鱼吃 的确是舍尽求远了 周杰正打算问问 南妙希要怎么钓鱼的时候 就见小家伙 登登登的一溜烟跑了 等回来的时候 手里正抱着一根长长的鱼竿 这是一根看起来很平长的鱼竿 大概有两米多长 南妙希不过一米二的身高 抱着这根足有他两个长的鱼竿 走着路都有些摇摇晃晃的 这幅画面正好被摄像机拍下来 被水友们看了个正正 大伙全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直呼妙妙真是太可爱了 周杰也是满脸笑意 从南妙希手里接过了鱼竿 不过下一秒就有些为难地说道 妙妙 我不太会钓鱼啊 南妙希眨拔了一下眼睛 小鱼姐别担心 钓鱼超级简单的哦 只要把鱼耳挂在鱼沟上 然后甩出去就行了 周杰文言连连点头 想着应该也是 但是钓鱼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好 那我等会就听妙妙指挥了 你让我怎么弄我就怎么弄 两人达成了共识 就一起坐下准备钓鱼了 南妙希从自己口袋里 掏出来了一个小盒子递了过去 小鱼姐 这里是鱼儿 看着递到自己面前的精致小盒子 周杰一时间有点不敢接 之前南妙希从口袋里 掏出蛇和蜘蛛的画面 再次浮现在了她眼前 周杰生怕这小盒子一打开 会是什么让她无法接受的恐怖鱼儿 犹豫了一下 周杰悄悄吞了口口水 将鱼钩拿到手里 笑眯眯地带着撒娇的语气说道 妙妙帮姐姐把鱼儿装上吧 南妙希不宜有她 高高兴兴地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自己打开了装鱼儿的小盒子 看清楚 里面不过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 像是面团一样的鱼儿 周杰默默地松了一口气 南妙希像玩橡皮泥似的 挖出来了一小块鱼儿 搓成了一小条 顺着鱼钩穿了上去 周杰趁着南妙希穿鱼儿的功夫 悄悄拿手机查了查钓鱼入门技巧 以免自己等会儿真是半点不懂 会在小朋友面前丢人 看了几眼 发现自己两眼一抹黑 怎么还得学会绑什么升级啊 怎么鱼竿 鱼钩还有这么多种分类啊 怎么鱼儿情况还得分不同季节 不同天气 不同鱼种来调整情况 打窝又是干嘛的呀 周杰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看来钓鱼这个门 他是有点入不进去了 只能按照南妙希的说的步骤 挂上鱼儿之后 直接把鱼钩甩进水里就是了 小鱼姐 接下来就握着鱼竿 坐在这里等着 等于飘动了 就可以开始收线了 南妙希简单地跟周杰讲解了一下 要怎么做 然后就颠颠地跑去厨房找娟子婶了 周杰此时坐在河塘边上 头顶上有娟子婶拿来的凉棚遮阴 旁边放着个小茶几 茶几上有几叠点心 还有娟子婶自己熬的冰镇酸梅汤 旁边还有南妙希 拿着个小风扇给她吹着风 这个配置 真是把直播间里 喜欢钓鱼的谁友们羡慕哭了 我钓鱼的时候 要是家里这么支持我就好了 钓鱼多好玩啊 别人都不理解我 周杰好好帮我们钓鱼老宣传一下 周杰钓鱼的时候 不动也不说话 真是我见过最美的样子了 妙妙绝对是所有爹妈 最想要的那种贴心小棉袄了 真是太知道心疼人了 羡慕得流口水 周杰此时没什么功夫看弹幕 不然恐怕又得把自己气得够呛 虽然这么说 会让钓鱼老们不高兴 但这绝对是周杰的真实想法 钓鱼好玩 好玩个屁 坐这儿一动不动地 为蚊子不说 还无聊地要死 为了不让南妙希失望 只能装出一副 钓鱼钓得很专注的模样 实际上心里都快愁死了 看了一眼表 发现从把鱼钩甩出去到现在 才不过刚刚过去了十分钟 周杰只感觉 仿佛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网上都说 钓鱼好处多多 能清静自然 放松身心 修身养性 钓到鱼之后 还能获得成功和收获的喜悦 周杰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这些好处 只感觉自己的内心越来越暴躁了 尤其是她承诺了 要给南妙希亲手做一顿大餐的 要是连一条鱼都钓不上来 还怎么给南妙希做她想吃的 正暴躁着 突然看到一只没有半分动静的鱼 飘动了一下 周杰一个机灵 瞬间坐直了身体 咬勾了咬勾了 快快快 一边喊着 周杰直接上手 抓住了鱼竿 生怕咬勾的鱼跑了 连忙就开始收绳子 让旁边的南妙希 拿钞网预备着 南妙希也有些紧张 双手握着钞网 随时准备好把周杰钓上来的鱼兜住 摄影师小刘 也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水面 打算捕捉鱼被钓起来的那一刻 毕竟是周杰头一次自己钓上来鱼 肯定是值得一拍的 周杰咬着牙 使劲拽着鱼竿 鱼线紧紧绷着 鱼飘已经完全沉入水面之下 半点看不见了 卧槽 这么重 肯定是个大的 周杰奋力地扯着鱼线 心里激动极了 虽然有点不相信自己能运气这么好 但还是期盼着 第一次钓鱼就能上来个超大个的 如果真钓上来个大的 南妙希肯定更崇拜自己 也能在直播间 那群天天对她的水友们面前 好好嘚瑟一下 越想越激动 周杰几乎是咬着牙 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再往上拽鱼竿鱼线 蹦 啊 随着一声轻响 跟周杰僵持不下的鱼线突然断裂 周杰也惊叫一声 摔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 还好这是个软椅 不然这下子 恐怕真要摔得不轻了 周杰呆呆地看着手里 已经断了线的鱼竿 当即傻了眼 池塘表面风平浪静 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下意识地 周杰朝着南妙希的方向看去 刚好小朋友的眼神也看了过来 就见两双迷茫的眼神 对视在了一起 呃 妙妙 姐姐真的是第一次钓鱼 周杰尴尬地笑了笑 企图解释一下 自己只是没有经验 不是人没用 南妙希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了 她无所谓的摆摆手 小鱼姐别担心 断线太正常不过了 没事没事 稍等我一下下哦 说着就蹬蹬蹬跑了 过了片刻 再次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手里居然又抱了一根鱼竿过来 这根鱼竿跟刚才那根差不多 有两个南妙希那么长的鱼竿 被她一路小跑着扛过来 看起来真是可爱 又带着点滑稽 周杰却是嘴角抽了抽 她刚才趁着南妙希离开这会儿 赶紧用手机查了查鱼线 断了要怎么处理 还紧急学习了一个打劫方法 周杰生怕自己没学会 还拔下来 自己好几根头发试了试 终于成功将两根头发打劫到了一起 看起来还挺结实 周杰以为 自己已经学会打鱼线结了 等着等下要好好给南妙希亮一手呢 没想到这小朋友居然不声不响的 直接拿了一根完整的鱼竿过来 行吧行吧 这样也行 最起码避免了周杰打不上结的问题 周杰还是在心里无奈叹了一口气 真是可惜了我那好几根头发了 南妙希可不知道 周杰的这么老些心理活动 直接把鱼竿递了过去 小鱼姐 用这个吧 那个鱼竿丢一遍就行 周杰面色略带这些尴尬 伸手接过鱼竿 直播间的水友们都已经乐得不行了 你们看到周杰那个表情没有 哈哈哈哈 太搞笑了吧 以我对周杰这么多年的了解 她刚才肯定在心疼自己的头发 我刚才看到周杰把头发的时候 有多心痛纠结 真是笑发财了 哈哈哈哈 二十多岁的中年人 头发实在是太珍贵了 我给他们每一根都起了名字 只有我在关注鱼竿吗 我是钓鱼老 认得妙妙拿的鱼竿 不算特别顶尖 但也是四千多一根的碳塑鱼竿 呜呜 我也认得 所以心痛不已 我一个月工资才三千多 人家只是鱼线断了 四千块的鱼竿说 不要就不要了 球球告诉我地址 我去捡 妙妙大小姐 还需要玩伴吗 能跪下给你当做棋的那种 天空一声巨响 老奴闪亮登场 嘲笑周杰的弹幕 随着鱼竿价格被人爆出来之后 就彻底歪楼了 全都是在赞叹南妙西这么大手笔的 在弹幕吵吵闹闹间 周杰已经开始下第二竿了 周杰这会儿 惊气神大概是被刚才那一下子刺激到了 这会儿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 手肘抵在膝盖上 手掌撑着脸 满脸生无可恋地看着平静的荷塘 连那几朵开得十分好看的荷花 都已经再也引不起周杰的任何兴趣了 南妙西在叫周杰钓鱼的时候说过 他哥哥教的钓鱼技巧 说是下肝了之后 就不要说话 认真盯着鱼竿 以免声音大了 把鱼吓跑 就不会咬勾了 以至于现在院子里虽然有好几个人 但却静悄悄地一片寂静 周杰有些后悔 就不该心血来潮 要做什么大餐 还不如说做点甜点什么的 也用不着坐在这里钓鱼啊 就在周杰心头思绪万千的时候 鱼飘又动了动 一直盯着湖面的几人 瞬间一喜 不过因为上一次的失利 大家都没有先前那么激动了 周杰不紧不慢地抓住了鱼竿 对于这次能不能钓得上来 心里真的是一点底都没有 只有一下一下地收着线 收不动的时候 也不像刚才那么着急使劲了 收不动就不收 等能收动了再收 周杰能感觉到 这次鱼线的另一头 也非常重 力气非常大 她已经有些不抱希望了 觉得还会和上一次一样 直接把鱼线正断 心里也做好了线断的准备 手虽然抓着鱼竿 但并没有太大力气 没想到久久没等来鱼线的崩断声 反而从水面上 看到了鱼线牵引着一道灰白色的身影 渐渐靠近了岸边 此时周杰才意识到 她好像真的要把这条鱼给钓上来了 南妙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赶紧拿起钞网 时刻准备着捞鱼 那条鱼好像是在水里挣扎得没了力气 在离开水面的时候 虽然扑腾了两下 也还在周杰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内 终于将鱼拉了上来 看着网兜里几乎有半米长的大鱼 周杰眼睛都瞪直了 这条鱼模样很好看 背上是青灰色 背鳍 胸鳍 腹鳍 都是金黄金色的 身体则是布满了银白色的鳞片 鱼头很短 身子很长 前宽后窄 弧度优美 整体看起来 就好像是一把开了刃的长刀一般 直播间里 此刻已经沸腾了 这鱼才一出水面 没一会儿就被人认了出来 立马就有很懂行的钓鱼佬 出来给大家科普了 这是长河记 也叫刀记 俗称长江刀鱼 跟石鱼 回鱼并称长江三贤 我认识 我认识 长江刀鱼 现在可是最贵的淡水鱼了 没有之一 对 我在市场看到过 那种十几二十厘米长的 大概就要三千左右一斤了 擦 不过是条鱼 居然这么贵 我惊了 楼上已经早了 三千左右 是二十厘米左右的小鱼 你看这条都差不多有半米了 价格至少得八九千往上了 卧槽 周姐这什么 今天好运 第一次钓鱼 就能钓上来长江刀鱼 还真是长江刀鱼呀 的确运气好到爆炸呀 周姐买彩票去吧 真的壮大运了 直播间 谁有门的惊叹连连 这会儿 周姐还没有看到 她正震惊地 看着眼前躺在网兜里 还时不时活蹦乱跳一下的鱼 她非常不可置信 刚才她就那么摆烂的态度 居然真的 能把鱼钓上来 这的确是她第一次钓鱼 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真能钓上来 还钓上来了这么大一条 将目光从眼前的鱼上 转移到了和堂之中 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 她可不相信自己真有什么通天好运气 连她这样的技术 都能钓上来一条大鱼 看来这和堂里 肯定鱼数超级多才对吧 想到这里 周姐又多看了那条鱼几眼 只觉得越看越眼熟 仔细回忆了一下 好像之前参加一个春节活动的时候 邀请她去参加活动的品牌老板 曾经请他们吃过这种鱼 想起了具体事件 自然很快就回忆起了更多 想起了当时吃到时候 感受到的那种鲜美 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不过周姐可记得 当时自己吃到的那条鱼 也就差不多一扎长 绝对没有眼前的那个大 回忆到这里 周姐突然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她想起来了 当时那位老板给他们介绍过的 他们吃的那条鱼 是非常珍贵的淡水鱼 好像光那一份 就要六千多块钱的 打钮了